第一章穷途末路,华夏大地,某处小山村,餐桌前,陈锋的目光有些飘忽,一副心事重重的模样,哥,录取通知收下来了,江南大学,年轻的女孩说完,低下了头,陈锋手中的筷子顿了一下,脸上终于露出一抹欣慰的笑容,学费加住宿费一年要交五千二,陈琳说完,再次低下了头,陈锋沉默片刻,财,恩了一声,她今年也不过刚二十岁,从小便与妹妹相依为病,家里全靠她一个人撑着,这一笔昂贵的学费,她根本 掏不出来,要不我不读了吧,我去巨省打工,听我同学说去巨省打工,一个月好几千,看陈锋没有再说话,陈锋念如着说道,胡闹,不读说,你只能像我一样,打一辈子的工,钱的是你甭管,我一定会让你读大学,陈锋猛地站起,几乎是咆哮着说道,陈锋被哥哥的动作吓了一跳,手一抖,筷子被掉在地上,长这么大,她还是第一次看到哥哥生这么大的气,陈锋有些心烦气躁,离开家门,掏了口袋,烟早已在昨天抽完,来包最便宜的假天下,� 还要不要,这么磨仓,老板看陈锋没有掏钱的意思,不耐反喊道,不要了,借了,陈锋摆了摆手,转身便将打火机丢到垃圾桶,我一定想办法凑到钱,让林儿上大学,陈锋咬牙道,为了生活,她已经很努力了,其事上不管有什么苦活,累活她都干,但这钱怎么也不够用,除了生活的支出,还要负担妹妹的学费,为了陈锋的学费,她决定豁出一切,逃出用了三年的旧手机,翻出一个电话号码,打了出去,大伯能不能先借我五千块钱,林儿考上了大学,要 我是你爹啊,又不是我女儿考上大学,滚一遍去,电话的另一头,冰冷无情的声音,让陈锋如坠冰叫,陈锋没有死心,继续掏出电话打了出去,二婶,林儿考上了大学,能不能先借五千块钱给她上大学,你放心,等我挣到钱就还你,你还得起吗,连你养父的棺材费都出不起,我可没你这样穷的亲戚,三叔,你能不能,滚滚,没钱,听到这些尖酸刻薄的话,陈锋气的一拳砸在了旁边的树上,他早已知道,社会的冷漠无情,可没想到,瓜分他养父 宅基地,田宇帝的这些亲戚竟会如此冷漠,陈锋不死心,继续打了其他亲戚的电话,没有任何意外,吃了闭门羹,再次到集市,看看能不能接到散工,今天再多挣一点钱,难道让陈锋像他一样高中毕业就出来打工,绝不可能,哪怕不惜一切代价,这是陈锋唯一的念头,遗憾的是,今天并没有接到散工,老板,你还招工吗,我什么活都能干,一边去,凡是看到像是包工头一样的人,陈锋都会尝试推销自己,哪怕只有一丝机会,但他得到的都是嫌弃,冷� 天空开始下起稀稀利利的小雨,陈锋的麻木的眼神中闪过一抹绝望之色,任由雨水拍打在身上,就在此时,一个西装革履的中年男子走到陈锋的面前,你真的什么都能做吗,能舍弃你的尊严吗,中年男子的脸色很平静,他的眼神之中没有丝毫的讥讽,当然,我什么都能做,我很能吃苦的,陈锋脸上露出一抹欣喜之色,不管是做什么事,只要能不违法,能挣到钱,他都会去做,但是,那个,违法的是我不做,这是底线,陈锋将自己的底线抛出,中年男子做出保 保证,你放心,不会让你做违法的事,这是能不能成不好说,你先将你的八字给我看一下,八字,陈锋有些纳闷,这人要他的八字干嘛,难道现在找工作,还要看八字,八字不合,还不能做了,中年男子解释道,放心,不会骗你,你一个穷小子,没有什么值得我骗的地方,说完,中年男子掏出五百块钱递给陈锋,就当做是你的务工费,你也可以将我的车牌号发给你的朋友,实在不放心的话,陈锋皱了皱眉,他不怕吃苦,否则也做不到一个人抗起一个家,好,陈锋点了点头,立刻将八字写 在一张纸上递了过去,顺手将钱拿了过来,随后,他便看到一脸沉稳的中年男子,拿到他八字的瞬间,脸上突然露出一抹激动之色,这项工作,非你不可,我先给你两千块钱,当做定金,剩下的事情,结束再结算,中年男子突然变得豪爽起来,这让陈锋有些吃不准,总感觉有一个大坑在等着他,但他确实很需要钱,哪怕对方让他进黑公司也认了,穷途末路的人,还有得选吗,上车吧,以后你可以教我老杨,中年男子脸上露出一抹笑容,陈锋� 什么工作了吗,片刻之后,他实在是忍不住问道,在车辆启动的瞬间,陈锋的心中就有些后悔起来,怎么脑子一热,连工作内容都不清楚,就敢答应,放心,好事,老杨打了一个哈哈,避开陈锋的目光,就在这时,老杨的电话响起,老杨恭敬地说道,人已经找到了,日子要不要让那位先生重新挑一下,不用,今晚日子就挺好的,就今晚吧,电话的另一头,似乎是松了口气,陈锋眉头微微一皱,只是无论他怎么思考,都无法想理解话中的是什么意思,老杨打完电话,还特意回过头,看 看了陈锋一眼,点了点头,半个时辰之后,陈锋到达了一处豪宅,豪宅张灯结彩,一片喜庆,这里要结婚了吗,一下车,陈锋便问道,是啊,这就是你今晚的工作,老杨随口说道,听到老杨如此一说,陈锋的心里顿时松了口气,婚礼嘛,大不了就是端盘子,这活他也不是没有干过,只是端盘子也拿不到七八千的工资,难道大户人家出手比较阔绰,晚上结婚的富贵人家,他也是第一次听说,反正只要钱到位,其他什么都好说,就在这时,两名年轻的女 女子走到陈锋面前,上上下下打亮了陈锋一眼,陈锋看二人看他的目光很是奇怪,就好像,好像他在动物园看动物时的目光,还真有赶上门的,别多嘴,小心杨管家撕烂你的嘴,第二章,第二章上门,两位姐姐,你们刚才说的是什么意思,什么上门,陈锋的心中有一种不祥的预感,该不会是这家豪宅的姑很丑嫁不出去,所以才找人上门吧,我们不太清楚,只是做好我们本分的事,两名女子却是什么都不愿意说,沉默着走在前方,什么是上门,上门就是南方,嫁给女方,在华 下大地,上门的地位很低,也经常是他人鄙视的对象,看着风中凌乱的红灯笼,鲜艳的红色,显得是那么的刺眼,她的心有些乱,通过二人的简短的对话,她基本上已经确定她今天的工作内容,就是得未见过面的女人当上门女婿,陈锋立刻掏出手机,刚想给老杨打个电话,才想到自己根本没有存着老杨的电话,别玩手机了,一会儿时间来不及了,我们又要被骂了,两个女人一左一右,夹着陈锋往前走,这两人的发育都十分不错,从感受的力度上来看,至少也是 C型号,此刻的她,哪里有心情去感受着波涛汹涌,如果不是两人拖着她走,两腿发软的她,就要一屁股坐在地上了,那个,我改,改变主意了,这笔生意,我不想做了,陈锋感觉自己的嗓子有些发干,连说话都有些不利索,但是,两个女人也不知道,哪里来的这么大的劲,无论她怎么努力,都无法挣脱,不,我不想上门,我还钱给你们,我不想上门,陈锋感觉,现在的自己,一定是丑暴了,两只腿死死的压在地上,但人还是像一只带宰的小绵羊一样,被拖走,二人 不由分说,直接将陈锋拖到屋子中,这两个女人,是变态吧,这么大的劲,屋中,老杨一看到一脸委屈的陈锋,脸上立刻挤出一团笑容,不是说好了,什么都能做吗,你这样就没意思了,年轻人,老杨摇了摇头,一副痛心疾首的模样,你事先也没说是上门啊,这不是坑我吗,陈锋怒目而是,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工作,一天能挣到六七千块钱,你一上车就知道这工作不好做了,不是吗,还抱那种侥幸心理呢,天上是不会掉馅饼的,你该不会以为,这社会有白减的便宜 老杨一脸淡定,平静地看着陈锋,我,陈锋默然,他确实抱着侥幸的心理,老杨说得对,如果不是上门,他凭什么一天能够挣到这么多钱,你妹妹还要读书呢,是不是,我可以跟你保证,只要你今晚拜了这个堂,钱一定会给你,老杨信誓旦旦地说道,陈锋看老杨的神情严肃,认真,他知道自己的底细肯定被挖得干干净净,想到妹妹马上就要交学费,他无奈地叹了口气,他,很丑吗,沉默许久,陈锋才艰难地说道,不,小姐是我 见过同龄人当中最漂亮的,老杨轻声说道,声音低沉,看着老杨脸上莫名哀伤的神情,陈锋一时之间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值得点了点头,这么漂亮,会嫁不出去,陈锋再次问道,他的目光死死地盯着老杨,只要老杨说谎,他坚信自己一定会看得出来,就在这时,门外响起了一阵,噼里啪啦的鞭炮声,来不及了,快给他化妆,老杨对两名女子下命令,随后又看向陈锋,小姐真的很漂亮,坐在化妆桌前,陈锋思绪十分的混乱,这么漂亮嫁不出去,难道是 是因为生不出孩子,想来想去,也只有这个解释了,生不出孩子,就生不出孩子吧,至少人家漂亮,陈锋自我安慰道,就这一走神的功夫,在抬头看镜子时,陈锋整个人抖了一下,不是吧,两位,我结婚为什么就只有你们几个人,陈锋有些纳闷,镜子中的他经过化妆之后,多了几分帅气,陈锋很是满意,都是自己人,没有通知其他人,不公开的,说完,二人继续闷头,给陈锋化妆,可以啦,你快去换妆,新娘在等着啦,陈锋看着镜子中的自己叹了口气,这家人, 难道是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连结婚都见不得人,不过,一想到一会,可以见到漂亮的新娘子,心中的不快,也就消失了,换上新郎妆,看了一眼全身镜,本想拿出手机拍一张照片留念,但想到自己手机的拍照功能,便放弃了,新郎准备好了没有,要拜堂了,老杨浑厚的声音从远处传来,屋内,陈锋听到那两名女子做了回应,二人走到陈锋面前,拜堂,不是明天才拜堂吗,这大晚上的,就这么见不得人,难道见不得人,陈锋一脸不解,心中很是纳闷, 二人并没有回答陈锋,只是牵着陈锋的手往前走,一路上,高大的黑衣人整齐地站在两旁,面无表情,现在几点能告诉我吧,陈锋有些烦躁起来,他感觉自己就像是一只任人百步兔子,被人卖了还不知道,八点,一名女子简单地回应了一句,晚上八点,陈锋的心中生出一股不祥的预感,再怎么奇葩,也不会选择在晚上结婚吧,手捧花烛亮堂堂,我送新人入洞房,今日洞房花烛夜,明年好运想不完,来,新娘牵着新郎跨火盆,眼前,一个缓缓 燃烧的火盆,手中牵着红绳,但红绳的另一边,牵着的,竟然是一只母鸡,陈锋一脸骇然,心几乎跳到了嗓子眼上,不,我不拜堂了,我要走了,此刻,再看这豪宅,陈锋瞬间便明白了一切,这摆明了就是新娘不能拜堂,需要一个媒介,这种情况,必定是新娘出不了门,很可能是躺在轮椅上,掩掩一息快挂了,陈锋心中猜测道,你想结也得结,不想结也得结,由不得你,来人,请新郎,跨火盆,大堂内,一个中年妇女,冲到大� 咆哮道,旁边,两个黑衣人,跨住陈锋的手臂,跨过火盆,我不要拜堂,新娘一定有问题,你们害我,陈锋的一脸绝望,旁边的母鸡,咕咕了几声,那声音落在陈锋的耳中,极其的刺眼,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夫妻对拜,陈锋的眼神麻木起来,一脸悲痛,全程,她都是被黑衣人,强行按着拜堂的,进了我堂家的门,以后便是我堂家的女婿,时间不早了,送新郎入洞房吧,中年妇女再次说道,说完,转身便走,很快,� 只剩下了陈锋与老杨二人,放心吧,堂家不会亏待你的,小姐,就在里边,进去陪陪她吧,好久没有人陪她说说话了,老杨安慰了一句,陈锋一回头,哪里还有老杨的身影,整个豪宅除了还亮着的灯光,根本没有一个人影,身后,黄蜂大作,竟下起了大雨,电闪雷鸣,沉闷的空气让陈锋有些喘不过气,整个豪宅越发变得压抑,第三章,第三章先尊传承,周围的环境十分可怖,倾盆大雨交加着闪电,让这座豪宅 有如一座炼狱一般,耳边是雷鸣与雨打的声音,陈锋站在屋前,迟迟没有打开门,莫名其妙被结了婚,这让陈锋内心十分的窝火,操,我倒要看看长什么样,一会我想走,难道还能阻拦我,等雨停老子转身就走,陈锋心中憋着一股气,猛的开门,大堂内一片孤寂冷清,门外是电闪雷鸣,狂风大雨,屋内却是一片祥和,这反常的一幕让陈锋的心情有些紧张起来,顺着红地毯走到二楼的尽头,就在此 时,手机铃声将陈锋吓了一跳,哥,你没事吧,再不会有电话,我就要报警了,电话的另一头,陈锋带着哭腔说道,没事,你先休息吧,哥今晚可能不回家了,说完,陈锋挂了电话,他并没有与陈锋说今晚的结婚的事,如果让陈锋知道他为了学费选择上门,只怕陈锋会被吓晕过去,跟一个不能出门的女人结婚,那里边会是什么样的场景,随着门缓缓推开,他的心脏跳动越来越快,没有奇丑无比的女人,陈锋的心情没有放松,反而越发紧张起来 很快,他的目光直接锁定在床上,在房间内,床上躺着的新娘是如此的显眼,怎么回事啊,为什么他一动不动,陈锋的心脏跳动越发快速,新娘子盖着红盖头,根本看不到脸,陈锋在屋内找了一个地方坐了下来,他的目光时不时看向床上的新娘,也不知道是他神经大条还是不甘心,想要掀开红盖头的念头越来越强烈,你好,我是陈锋,陈锋打了声招呼,但是他没有得到任何的回应,床上的人一动不动,还害羞啊,那我过来了,我只是想看看你长什么样子,毕竟咱们已经拜过堂 陈锋双手合时,向床上的新娘轻声说道,哎哟,我操,也不知是地面太滑,还是他太紧张,一个猎切扑倒在女子的身上,这一下差点将陈锋的心脏吓得跳了出来,他的手直接摸在了女子的手上,那种一股温暖的感觉让陈锋的心都要跳出嗓子眼了,咦,怎么还不动,陈锋愣在原地,女子的手真的很好摸,白白嫩嫩的,也不知为何,摸到手的瞬间,陈锋的心情反而没有那么紧张,他的手放在红盖头上,缓缓将红盖头掀开,一张红润的 一张苍白的脸色显得有些阴郁,小巧高挺的鼻子给女子添了几分性感,他的眼睛是紧闭的,脸色平静,仿佛睡得极其安详,不可能,怎么是你,陈锋整人如遭雷击,双眼就这么直勾勾的盯着床上的女子,为什么会这样,一动不动,植物人吗,窗外的雷电越来越频繁,雨也吓得越来越急促,空气越来越沉闷,压得他踹不过气来,陈锋仿佛看到床上的人坐了起来,朝着他微笑,傻瓜,看什么呢,不记得我了,陈锋看到女子走到 在他的面前,抱着双臂,一脸好笑地看着他,他抬着颤抖的手,想要去触碰女子的脸颊,但是像是穿过空气一般,女子的身影瞬间消失,陈锋缓缓闭上眼,再次睁开双眼,女子依然躺在床上,是幻觉,将红盖头重新给女子盖上,陈锋漠然转身走出房间,走下楼梯离开房子,呼吸着沉闷的空气,花生大小的雨点打在身上,闪电划过,照亮长空,一只黑猫从他的脚下跑过,回过头看了他一眼,喵,黑猫死死地盯着他 陈锋缓缓走在雨中,脑海中闪过往事的一幕幕,躺在病床的人叫唐一雪,是他的初恋,高中的时候两个人的感情十分厚,但两个人还是因为一些原因分手,准确地说是他提出的分手,从一开始他就知道这就是一段不可能的感情,两个根本不在一个阶级上的人,怎么可能在一起,他兄妹二人相依为命,而他也没有钱读大学,成绩也不好,只能当一个打工仔,而唐一雪却不一样,他的家境那么好,注定不可能跟他在一起,为了不耽误他,所以陈锋提出了分手,陈锋原本以为这辈子再也见不到唐一雪 没想到莫名其妙当了上门女婿,而结婚的对象竟然是唐一雪,为什么,为什么要这样对他,陈锋抱头痛哭,泪水与雨水加成一团,周围的闪电越来越多,范围也距离他越来越近,但此刻的陈锋脑海中只有对唐一雪的愧疚,种种的回忆让他踹不过气来,如果再回到以前,陈锋发誓再也不会放开他的手,但没有如果,突然,一道闪电劈在旁边的一棵树上,巨大的树枝砸在陈锋的脑袋上,将他的脑袋砸开一个大口子,鲜血顺着雨 水流动,竟会入他胸前的玉佩当中,玉佩当中闪过一抹白芒,嘿嘿,老子终于有机会夺射了,本仙尊要重生了,迷迷糊糊之中,陈锋仿佛做了一个很长很长的梦,有个人在他的脑海之中不断的吵,他只觉得很吵,他想让对方安静一点,没想到对方既然扑上来要咬他,将他给吃掉,他的脸上黑芒不断闪来闪去,一团黑光笼罩在他的身上,小子,你的灵魂乖乖的给我吞噬吧,黑影很是厉害,只是随便一口,就将他的手� 给咬了一大块,强大的求生欲望让陈锋展开了反击,为了还活着的亲人,以及为了未完成的心愿,他不甘心这样死去,陈锋与黑影扭打在一起,他的手,脑袋,脚时不时被咬下一口,但对方也不好受,也被他扯下一只手臂,牛,暴雨中,黑猫突然疯狂大叫起来,将这豪宅变得越发阴森,该死的黑猫,夺射,不能有通灵生物在场,该死的,本仙尊不甘心,脑海之中,陈锋有些听不懂黑影在说些什么,他像只野蛮的野兽不断地吃着黑影, 也不知道过去了多久,陈锋只感觉好困,好嘞,但脑海中多了很多很多的东西,好比他原来的脑海中只是一个小小的池塘,但是突然被开拓成了一片汪洋,疼痛让他瞬间晕了过去,先尊传承,即可一世救人,也可毁天灭地,第四章,第四章,唐家女婿,这一场大雨来得急促,去也得快,雨停歇没有多久,陈锋便清醒了过来,先尊传承,那是什么,为什么我感觉自己的精神很饱满,陈锋心中暗道,他的脑海之中多了很多东西,凭空多了另外一个人的记忆 毁天灭地,一世救人,从心所欲,无所不能,真的有这么强吗?陈锋能够感受到自己的体内有一股力量,看了旁边的一棵大腿粗的树,气沉丹田,猛的一掌拍去,树猛的抖了一下,树上的雨水与树叶花花的往下掉,树干上出现一道手指大的裂痕,这么强大的力量难道传承是真的?陈锋的心中掀起一股滔天巨浪,那么,昨天跟他打架的黑影不是幻觉,而是想要霸占他的肉身,将他的记忆抹去的仙尊,但没想到,黑猫助他反败为 黑猫冲着陈锋叫唤了一声,舔了舔脚趾,迅速消失在黑夜中,再次回到房间之中,陈锋抽丝剥茧般开始理清今晚的事情,唐一雪很可能没有死,只是他被今晚强制上门吓到了,所以理所当然的将新娘当成了一个快死的人,再次掀开红盖头,陈锋握着唐一雪的手,他的手还是有温度的,只是脸色苍白的吓人,唐一雪只是一个植物人,并没有死,我一定会救你的,看着唐一雪的面容,陈锋心中暗自发誓,现在两个人的命运再次纠缠在一起,这就是让他弥� 之前的遗憾,整晚,陈锋都在熟练记忆与功法,次日早上,陈锋睁开毛子结束修炼,体内终于有了一丝真气,他将真气堵入唐一雪的体内,唐一雪的脸上终于有了一丝血色,姑爷,该去敬茶了,就在这时,门外一道女子的声音响起,陈锋换上早已准备好的服装,走到大厅中,大厅上,中年男子与中年女子坐在高堂上,唐一雪的面容跟中年女子很是相似,这便是唐一雪的母亲,而中年男子自然就是唐一雪的父亲,怎么起这么晚 夫人,老爷,已经等了你半个小时了,老杨走到陈锋的旁边,轻声提醒道,陈锋点了点头,脸色淡然,歉意地看了高堂上的二老一眼,老杨有些惊讶,只是一个晚上的时间,陈锋的气质发生了这么大的改变,一个年轻的女子端着茶杯,走到陈锋的面前,陈锋拿着一个茶杯,看了二人一眼,跪在中年女子的面前,妈,喝茶,嗯,以后进了我唐家的门,就是我唐家的人,原本我想将唐家的部分生意给你打量,但你只是高中毕业,学历太低,还是老老实实当个上门 女婿吧,李俊秋淡淡地扫了陈锋一眼,端起茶杯,确实没有动,陈锋点了点头,现在他已经不在意这些,有了传承,难道还会做不出一番誓言,端起另一个茶杯,走到中年男子面前,缓缓跪下,爸,喝茶,唐国强满意地点了点头,我知道这一次,有些强人所难了,这样吧,你妹妹以后的生活费,学费,由唐家来出,陈锋摇了摇头,谢谢爸,我妹妹的学费,还有生活费,我可以自己解决,哼,竹鼻子插葱,装相,李俊秋不屑,对于这个陈锋 越发看不起,若你真有那么大的本事,会上门,好,有骨气,有什么需要,尽管跟我说,唐国强不可制否,却没有打击陈锋,刚才保姆过去,看了一下,一雪的脸色有了一丝红润,明天我会请京城里的名医来看看,来的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你出身农村,没见过世面,我不希望你说一些让唐家丢粪的话,李俊秋的目光直视着陈锋,看着李俊秋锐利的目光,陈锋眉头微微一皱,他刚输入一点真气,稳住唐一雪的生命特征,若是乱来,很可能会有生命危险,妈 现在一雪刚有恢复的迹象,我觉得还是不要请医生来了,我担心会有生命危险,陈锋诚恳的说道,目光坦然,刚进门第一天,给你脸了,生病不看医生,看什么,难道你会治,还是你有什么坏心思,管好你的下半身,让我知道你,伤害我女儿,你离死不远了,老杨给房间里装上摄像头,我会定期检查,李俊秋里厌恶的看了陈锋一眼,保暖私营欲是很正常的事,但唐一雪可是一个植物人,偏偏又长那么漂亮,难保陈锋不会起坏心思,好,我立刻去办,老杨立 老杨立刻退出大厅,妈,我真的没有那个意思,我绝不会伤害她的,但是现在请医生对她,反而是一种伤害,陈锋苦口婆心,一脸无奈,够了,你是说我要害我的女儿吗?李俊秋怒目而视,拿着杯子狠狠地往地上一摔,平,得一声闷响,杯子炸碎,满地狼藉,好了,我看陈锋也没有那个意思,唐国强轻声说道,说完给陈锋一个眼神,示意他退下,陈锋默然,深吸了口气,转身离开,到附近的中药店买了一盒银针,再次返回,准备回 准备回房间,迎面便撞上了老杨,这是之前说好的,老杨掏出三打钱,递到陈锋的手中,陈锋看了一眼老杨,结果钱数够了六千块,把剩下的两万三还给了老杨,都是你的,老杨想要再次将钱塞给陈锋,陈锋摇了摇头,并没有接,看着陈锋的背影,拿着钱的老杨心情有些复杂,一个人为了钱,什么事都愿意做,明明可以心安理得地拿钱,却只要属于自己的那份,活了这么久,老杨还是第一次看到这么奇怪的年轻人,人不错,如果小姐能恢复过来,两个人在 在一起倒也不错,老杨叹了口气,屋内,陈锋缓缓关上门,刚一进来,他便看到了一些不同,三个摄像头,这么防着我吗?陈锋眉头微微一皱,看了一眼摄像头,随后他的目光投在病床上的唐一雪身上,以我现在的医术,恐怕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让你醒来,陈锋握着唐一雪的手,喃喃道,在陈锋堵入真气之前,唐一雪随时都会死亡,这也是唐家着急着要结婚冲洗的原因,今早上,他刚用真气稳住唐一雪的生命特征,短时间之内折腾太多, 唐一雪病情很可能急转直下,危急生命,先用银针稳住心脉,明天那些名医不乱来,应该没事,陈锋用身形挡住摄像头,将一根银针缓缓扎入唐一雪的脑袋中,做完之后,用头发将裸露在外的银针挡住,想了想,找出一张纸,剪成一个女人的模样,在背后写上唐一雪的生辰八字,从恋爱到现在,陈锋记得关于他的一切,转运服,将短期厄运转走,两手准备,搞定,做完一切,陈锋松了口气,将指人压在� 准备却给他带来了巨大的麻烦,第五章,第五章,拥一骇人啊,次日清晨,天隐影亮,正在打坐修炼的陈锋,缓缓睁开眸子,随后走到病床前,唐一雪的脸色比起昨天更好一分,脸上已经有了一丝血色,再堵入一些真气,陈锋将唐一雪的手牵起,控制着真气输入到唐一雪的体内,真气进入唐一雪体内的瞬间,唐一雪憔悴的脸色竟有了一丝健康血红色,陈锋眼神有些恍惚,看着熟悉的面容,他的手情不 自禁地抚摸着他的脸颊,有点冰冷,但真实的触感却是让他古井无波的心掀起一丝波澜,陈锋你干什么,还是不是人,我女儿都这样了,一道暴怒的声音响起,中年女子一把将陈锋的手抓住,陈锋看着咬牙切齿的李俊秋,笑了笑,妈,我只是想看看,医学有没有好一点,看陈锋神情坦然,李俊秋冷哼一声,京城来的名医过来了,现在跟我出去迎接一下,李俊秋不冷不热地说道,好,陈锋点了点头,对于京城的名医也有一丝好奇,他没有系统地学过� 但有了传承,他自信医术不会比任何名医差,半个小时之后,打个电话催一催,怎么回事,不给我面子,好歹也得给唐家面子吧,唐国强的脸色有些不太好,距离约定的时间已经过去了半个小时,也没法联系上名医,这让唐国强心中有些不渝,唐国强虽然只是一名上市公司的老总,但他可是唐家的三代成员,不给他面子,也得看唐家的面子上,唐家可是江南市的二流家族,除了少数的那几个大家族,还真没有人敢轻视,老叶,夫人,他们来了,就在此时, 一辆车停在面前,老杨走到众人的面前说道,唐国强几人的脸色稍缓,脸上露出如是重负的笑容,不过多时,一辆黑色的奔驰停在众人面前,车门打开,一名三十岁左右的青年走了下来,青年脸上有一道刀疤,脸上挂着淡淡的笑容,毛子在唐国强几人的身上一扫而过,不好意思,几位,来晚了,青年嘴上道歉,眼神之中却是没有丝毫的歉意,没事,没事,孙大师快请,孙大师能够在百忙之中来给小女看病是我们的荣幸,唐国 唐国强心中早已将孙大师骂了千百遍,但脸上还是挂着笑容,一副很敬重的样子,换做其他的医生他早就骂街了,但对孙大师他还真不敢,孙大师是京城有名的圣手,江南市很多退休的大佬都喜欢让他来看病,估计也是看在唐家的面子上,不然咱们还真的请不动,老杨看陈锋一脸的疑惑,立刻轻声解释道,陈锋点了点头,此人年纪不过三十左右,也不知医术如何,没想到唐家有喜事啊,不提前告知我一声,也没点准备,孙大师笑着说 唐国强脸色有些难堪,他总不能说是女儿快不行了,所以给女儿冲喜,找了个上门女婿吧,李俊秋心中更加不快,但为了女儿,只得勉强打起笑脸,给女儿简单办了一场婚礼,没有大半,早就听说唐一雪很漂亮,女婿肯定也是一表人才,孙大师微微一笑,几人一边说着,终于将话题拉到了唐一雪的病情上,小女的情况一直是这样,前两年还好,只是植物人状态,但这段时间状态特别不好,医生已经让我们准备后事了,若是孙大师有办法让小女病情稳定下来,� 唐国强担心自己压不住这个有些高傲的孙大师,只好将唐家给搬了出来,孙大师淡淡一笑,唐国强不过是唐家三代的边缘人物,不入他法眼,好了,你们夫妇二人跟我进去就行了,其他无关人等禁止入内,陈锋皱了皱眉,他是真不放心,我也懂一点中夜,我就在旁边看着,保证不打扰孙大师,陈锋突然开口说道,他向唐国强投去一个求助的眼神,这位是,孙大师不悦,他就是我唐家的上门女婿,陈锋,李俊秋狠狠地瞪了陈锋一眼,不知道 哪认识什么大师,就是一个高中毕业的打工仔,让您见笑了,李俊秋给陈锋投过去一个警告的眼神,示意他不要乱说话,孙大师不懈地扫了陈锋一眼,挟视着陈锋说道,一会进去保持安静,中医博大精深,不是你一个小小的高中毕业生能够精通的,听到没有,一会进去不要乱说话,李俊秋看陈锋没有说话,狠狠地瞪了他一眼,陈锋,嗡了一声,眉头微微一皱,行家一出手,就只有没有,孙大师一出手,陈锋便知道此人有几把刷子,望闻问 陈锋基本功很扎实,确实有傲慢的资格,但唐医学的病情可不是那么简单,他如今的状态特别差,任何一点点的差池就能够要他的命,病情我已经知道了,等会我会用手法给病人疏通一下经脉,按这个方子抓药,煎了给病人服下,孙大师洗完药方交给唐国强,随后走病人面前开始给病人治疗,陈锋眉头锁得越发厉害,他刚想要看一下药方,药方就被唐国强交给了老杨,不过几秒钟时间,孙大师已经开始用特殊的手法给唐医学激发气血,若是正 正常人没问题,但唐医学躺了两年,身体极其虚弱,气血激发,反而会加速死亡,好比回光返照,陈锋站在一旁,沉住气,只要那根针还在,就能够镇住一血的病情,等孙大师,治疗完毕,大不了他再用真气,稳住唐医学的病情,果然,孙大师就是孙大师,女儿的气色好了很多,李俊秋赞叹道,唐国强也是点了点头,心中松了口气,病人脸上的气色很足,气色甚至比正常人还要好,真是乱来,陈锋小声的嘟荡了一句,安静,要是因为 你影响治疗,看我怎么撕烂你的嘴,李俊秋目光冰冷地盯着陈锋,放心吧,孙大师是京城的名医,他的医术我还是信得过的,唐国强轻轻地拍了拍陈锋的肩,心中却是有些无奈,学历低的坏处,这就体现了出来,见识太短了,陈锋叹了口气,摇了摇头,皱眉看着孙大师的动作,孙大师的目光锁定在唐医学的脑袋上,突然将唐医学的头发扒开,再继续下去,那没银针就要被发现了,不要乱在病人的身上� 尤其是脑袋上,孙大师气哼哼地说了一声,拥医害人啊,陈锋知道自己不得不站出来了,这银针就是唐医学生命的定海神针,这孙大师竟看不出来,果真是拥医,一声叹息,让唐国强夫妇呆若目击,第六章,第六章我能救他,拥医,这两个字让唐国强夫妇如遭雷击,二人对视了一眼,一脸错愕地看着陈锋,而此时,孙大师手中的动作停了下来,看到那个银针还没有被拔下来,陈锋的心中顿时松了口气,姑爷 可别乱说话,老杨背后冷汗顿时就流了下来,这一门婚事是他一手主导的,陈锋这个上门女婿是他挑过来的,出了事他吃不了兜着做,要是知道陈锋的情伤这么低,打死他也不会让陈锋做这个上门女婿,混蛋,快给孙大师道歉 唐国强走到陈锋身后,踢了陈锋一脚,这一脚不中,陈锋看了唐国强一眼,知道对方这是在提醒他,并没有放在心上 唐国强想给陈锋留面子,但李俊秋可不乐意了,当即指着陈锋的鼻子骂道,我早就看出来你不是个好东西,你以为我女儿死了,你就能继承我家的财产吗 做梦吧你,你就是想害死他,看不得他好起来,好歹毒啊你 陈锋脸色坦然,并没有因李俊秋的话生气,他的目光落在孙大师的身上,看着孙大师缓缓向他走近 两位不必动气,既然他是你们的女婿,也是病人的丈夫,自然有权利质疑我这个名医 既然,贵婿质疑我的医术,另请高明骂,孙大师抱了抱拳,做出一副要离开的姿势 还不快给孙大师道歉,说名医是拥医,我看你是瞎了,快给我道歉 李俊秋一巴掌朝着陈锋的脸呼去,他是铁了心,要让陈锋常常记醒,就算唐一雪死了,也轮不到,他陈锋胡言乱语 唉,陈锋叹了口气,抓住李俊秋的手,如果你们相信我,让一雪休息一段时间,我有办法让他醒过来 我呸,你要真有那本事,至于为了几千块钱上门,李俊秋对陈锋越发厌恶,不仅没本事,还喜欢吹牛逼,这也就罢了 情伤还这么低,别吵了,快看女儿,唐国强焦急地喊道,病床上的唐一雪,脸色突然变得惨白,原本还是红润的脸色,此刻根本看不出一丝血色 说他是个死人,也不会有人质疑,孙大师,还请继续动手,就我女儿一命 唐国强向孙大师深深地鞠了一躬,孙大师的脸色稍缓,不过眼神依然冰冷 你既然说我是拥医,那我便给你打个赌好了,我若是能让他清醒过来,你跪下来学几身狗肺 如何?孙大师一副成竹在胸模样,抬头居高临下地看了陈锋一眼,唐国强面露男色,一边是自己女儿的病,一边是刚上门的女婿 无论怎么选,都会让另一方难堪,学几身都行,只要能让我的女儿醒过来 李俊秋却是着急地说道,直接替陈锋同意了下来,孙大师没有答话,依然高傲地看着陈锋 若你无法让病人病情稳住,而我能稳住病人的病情,你当如何? 陈锋也不是任人宰割之人,别人都踩到脸上了,他不打回去,那便不是他了 做人也是要有底线的,无知小二,若我输了,跪下来拜你为师 孙大师不屑一笑,仿佛听到了天大的笑话一般 孙大师快动手吧,唐国强立刻催促道,唐一雪的脸色越来越差,再拖下去,恐怕活不了多久 小子,看好了,孙大师的手法再次加快,不断地用柔打激发唐一雪身上的气血 唐一雪惨白的脸色瞬间恢复红润,这一幕看得众人很是振奋 不愧是孙大师,女儿一定会醒过来的,是啊,至少比上门的某人强太多了 唐国强夫妇轻声交流道,丝毫没有顾忌在旁的陈锋 孙大师的动作越来越快,随后眉头紧锁,他的目光死死地盯着唐一雪头发上的银针,似乎是在犹豫什么 突然,孙大师的手猛地探向银针,不要动银针,但为时已晚,细如发丝的银针被丢在地上 孙大师猛地一掌拍在唐一雪的胸口上,唐一雪脸色越来越红,像是被一层红漆涂抹了一般 你这是在害死他,用意 陈锋看着这一幕,握紧了拳头,就要冲上去阻止孙大师,快拦住他,马上就能醒过来了 孙大师一脸得意地看了陈锋一眼,眼中的不屑越来越浓,始终只是一个高中生,哪会什么医术 老杨眼几手快,将陈锋给拦了下来 快看,女儿的手动了,唐国强狂喜,李俊秋也是一脸的激动 躺了两年没有动过的植物人竟然动了,这就是一种奇迹,唐一雪的手指动了动,突然身体颤抖起来 仿佛体内有一股力量在支持着他,在所有人惊恐的目光之中,唐一雪竟坐了起来,喷出一大口鲜血 一雪,唐国强与李俊秋同时惊呼,二人脸色被吓得惨白 不可能,一定不可能,没有人在我的医术之下就不活 孙大师也有些失神,眼神之中闪过一抹惊慌之色 当他的目光看到唐一雪身下的指人时,又惊又目 有人诅咒你们的女儿,我无能为力啊,你们看,指人,孙大师指了指指人,心中却是松了口气 老杨,唐国强沉声说道,老杨立刻放开陈锋,将指人带了过来 是一雪的生辰八字,一定是你,日房夜房,家贼难防啊 李俊秋只感觉心脏都要停了下来,一脸难以置信,张了张嘴,竟直接晕了过去 老杨咽了口唾沫,没想到他竟是在一个年轻人的手里着了道 爸,你听我解释,事情不是你们想的那样的,这指人不是诅咒 陈锋连忙解释道,银针被发现他还能解释,但指人的是,唐家会听他的解释吗 闭嘴,我这是引狼入室了,算我唐国强瞎了狗眼 唐国强一巴掌抽在陈锋的脸上,吼道 陈锋的心随着这一巴掌反而静了下来,他不再去解释,任何的解释都是多余的 节哀,病人已死,被诅咒的病人我无能为力 孙大师摇了摇头,有些可惜的说道 不,我能救他,陈锋脑子清醒了过来,难道要再次留下遗憾吗 绝不可能,拦住他,病人的已是,尸体岂容糟蹋,孙大师沉声喝道 反正已经这样了,为什么不让我试试,若失败我任你处置 陈锋高声喝道,这一声,立刻让唐国强清醒了过来 挣扎了一下,看陈锋的目光,清澈坦然心又软了下来,快救他 第七章,第七章三才开扬,生机已是,心脏骤停 就算是我师父,也无能为力 孙大师不屑一笑,闭嘴 陈锋冷冷地扫了孙大师一眼,用一也就罢了,还不停地落井下石,毫无意得可言 能救吗,唐国强悲呛地说道,他的声音很低,尽管心里已经做好了准备 这一天到来时,依然是悲痛万分 嗯,陈锋坚定地点了点头,孙大师摇了摇头,冷哼一声 不过是徒劳无功,陈锋拿着银针走到唐一雪面前,给唐一雪搭了一下脉 心脏骤停,三魂七魄溃散,最多十分钟寿命 这个诊断结果让陈锋的心微微一沉,迅速将捏着银针找准穴位,准备扎下去 就在这时,背后突然一疼,陈锋回过头看了一眼 却是李俊秋不知道什么时候清醒了过来,一脚踹在他的背上 妈,你干什么,我在救人 陈锋皱了皱眉,他的心思全在唐一雪的身上 哪里会想到李俊秋突然来这么一出 人已经死了,你还想侮辱我女儿的尸体,先问问我答不答应 李俊秋冷冷地盯着陈锋 一个高中毕业的人,若一树真的那么好,又怎么会轮到上门这个地步 孙大师摇了摇头,抱着双臂,一副看好戏的样子 他与陈锋之间的赌约,谁赢谁输也名人都看得出来 这陈锋压根不会一树 妈,相信我,我不会害一雪的 陈锋捏针就要扎出第一针 你给我出去,你跟一雪之间的婚约作废 李俊秋愤怒地抓住陈锋的手,拉着陈锋的手就要往外走 陈锋心中有些焦急,再这么闹腾下去 纵然他一树再高,也无力回天了 唐一雪脸色苍白,身体冰冷,随时会死 不,我能救他 陈锋猛地将李俊秋推开,迅速扎下第一针 反了,坠绪也敢推我了,真的是反了 李俊秋一屁股坐在地上,好不狼狈 怒骂陈锋,看向陈锋的目光充满憎恨 这是失传的三才开扬针法,怎么可能 一声惊呼突然打断了所有人 孙大师的目瞪口呆,难以置信地看着陈锋 在这瞬间,陈锋第二针已经往唐一雪的胸口扎下 第三针,直往眉心,三针夺命 三针完毕,陈锋重重地喘了口气 孙大师震惊的目光渐渐回过神来 看向陈锋的目光之中充满了复杂 仅凭这一手,他就知道陈锋的医术不简单 还会失传的针法 你不是说,你能救吗?我女儿怎么还不苏醒? 李俊秋泼了一盆冷水,什么狗屁的三才开扬 连我女儿都救不了 唐国强骂了一句,眼中越发失望 陈锋往唐一雪的胸口轻轻一推 三针真气相连,激发其体内的生机 红了,脸红了,活过来了 一旁很久没有说话的老杨突然激动地喊了一声 病床上,唐一雪的脸色恢复了红润 心脏的跳动也恢复了正常 女儿,唐国强夫妇立刻扑到唐一雪的面前 查看唐一雪的病情 我赢了 陈锋走到孙大师面前,平静地看着孙大师 孙大师脸色微微一变,眼神之中有些失神 你,服不服? 陈锋再次问道,副手而立 服,我服了 孙大师脸色苦涩,迅速跪道,向陈锋磕头 陈锋眼神复杂地看着唐国强夫妇二人一眼 走出房间 大厅,孙大师,我女儿的病应该算是稳定下来了吧 李俊秋轻声问道 说完,将一张支票递给孙大师 这支票我不敢收,是贵婿将人救回来的 这功劳我不敢占 孙大师看了一眼支票,有些眼红 但,始终没有收下,就凭他 我呸,我调查过他,一个打工仔 高中毕业,没有学过医术 也没有听说他跟哪个大师学过医术 所以,不过是误打误撞罢了 估计是从哪本书上的碰巧看到的 李俊秋气哼哼地说道,眼神之中满是不屑 孙大师摇了摇头,外人不懂 但他是内行,陈锋的医术至少甩他十条件 孙大师,一个没有学过医术的人 会不会突然精通医术 还是说,医术很好学 唐国强好奇问道,孙大师感觉有些郁闷 看二人的目光对他有些怀疑,意识有些不快 一个普通的医学生,要本硕连读形成体系 才能在医院上班,而中医更难 孙大师沉吟一声,轻声说道 说完转身便走,这孙大师 估计也不咋地,浪得虚名 李俊秋不懈地看着孙大师离去的背影 不过,这个陈锋到底会不会医术 唐国强有些吃不准 李俊秋吃笑一声,他要是会医术 母猪都会上树了,没看孙大师说 中医很难,估计是误打误撞 总之女儿的命保住了 至少他这个上门女婿,冲喜的效果达到了 找时间让他签一下协议 从唐家离开,陈锋的神情依然有些恍惚 短短的一个晚上的时间 他经历了太多的事,先是遇到了唐一雪 紧接着又得到了传承 当真是峰回路转,柳暗花明 哥,你回来了 客厅里,陈琳揉着眼睛 眼巴巴地看着陈锋,怎么不回房间休息 看着陈琳充满血丝的毛子,陈锋有些心疼 我等了你一个晚上,我还以为你不回来了 陈琳抱着哥哥的大哭起来 整个晚上他都在胡思乱想 尤其是想到哥哥很可能是遇到危险 自己只能煎熬的在大厅里等待 陈锋轻轻地拍了拍陈琳的背部 歉意地看着他,哥是去借钱了 借到了,陈锋从口袋中将钱拿了出来 放在桌子上,谁知 看到钱的陈琳哭得更大声了 是我拖累了你,我,我不想读书了 我不想拖累你,我是你哥 是你的亲人,以后别说这种丧气的话 陈锋揉了揉陈琳的脑袋 眼神之中满是宠溺 谢谢哥,哥最好了 陈锋吸了吸鼻子,脸上终于露出笑容 等我到了大学,一定会好好努力的 陈琳努力地点了点头,握着拳头说道 陈锋笑了笑,让陈琳回去补了个叫 回到房间中,陈锋沉思起来 他如今是唐家的上门女婿 关于唐家他知道的不多 但也知道唐家有钱有势 但从今天的遭遇上来看 一切还是要靠自解 第八章,第八章卖服 次日,在唐国强夫妇的催促下 陈锋再次回到了唐家 毕竟现在与唐一雪结了婚 很多事情身不由己 客厅上,看到夫妇二人陈锋 连忙走向二人 爸,妈 陈锋打了一声招呼 陈锋啊,知道这一次 为什么让你过来吗? 唐国强慢慢饮了口茶 陈锋摇了摇头 疑惑地看了二人一眼 看到唐国强茶杯中的茶水已空 连忙添了些茶水 你来上门心里有没有不甘心? 李俊秋却是突然开口问道 陈锋沉默了下来 若是其他人 他肯定会不甘心 但对象是唐一雪 是他的遗憾 心中的不甘也就消淡 能够跟一雪结婚 我没有什么不愿意的 而且我会让他醒过来的 陈锋微笑着说道 他的眼神之中露出一抹向往之色 不知道唐一雪清醒过来 看到他会是怎样的表情 他很期待 哼,我女儿可是整个江南市 最漂亮的姑娘 能够跟她在一起是你的福建 李俊秋淡淡说道 随后将两份协议书放到陈锋面前 这是陈锋困惑 接过来看得起来 协议书在上门期间 只有一雪能够修你 你的一举一动 都不能对唐家造成负面影响 否则你这个上门女婿就不要当了 李俊秋神情冰冷 扫了陈锋一眼 签了吧 以后唐家每个月会给你一定的零花钱 吃住唐家全包 唐国强轻声说道 零花钱有多少 陈锋随口问道 一签 李俊秋道 一千万 这么多 那有点花不完了 陈锋有些惊讶 唐家果然财大气粗 一千块 什么一千万 李俊秋像是看白痴一样陈锋 每个月一千万 一年就是一个亿 唐家虽然钱多事大 钱也不是这么烧的 何况只是一个上门女婿 果然 陈锋自嘲的笑了笑 不过以他的本事依靠自己 肯定也能闯出一番事业 我能不能先预知这个月的零花钱 陈锋轻声道 他现在确实很需要钱 李俊秋厌恶的扫了陈锋一眼 从钱包中掏了一小打钱 放在桌上 滚吧 真是没出现 别人家的孤业 怎么就这么神气 气死我了 李俊秋一脸郁闷 就在这时 电话响了起来 李俊秋接听了几分钟 脸上终于露出一抹笑容 王夫人邀请我下午去逛街 一会你自己吃饭 至于陈锋 让他自己解决吧 看到他我就烦 一千块钱 至于这么居高临下吗 陈锋摇了摇头叹了口气 昨日老杨给他的那笔钱 他都留给了陈锋 当作学费 否则 他也不会提前预制零花钱 得想个法子挣钱 看人家脸色吃饭 不是我陈锋的性格 上门终究是迫不得已 陈锋沉思起来 练丹 不失为一个好办法 他脑海中有无数的丹方 什么 起死回生的大还丹 增强爆发力的惊爆丹等等 数不胜数 但这些丹药的炼制材料太过昂贵 他不确定能否找齐 只有俘虏了 陈锋眼前闪过一抹亮光 俘虏的制作成本很低 但威力却不小 跟那些江湖骗子的符露不同 他的符露可是货真假实 肯定能卖出一个好价钱 半个小时之后 陈锋买回了符纸 飞笔 朱砂 机关鞋等材料 一切准备就绪 运气凝神 开始制作第一张符露 平安符 可抵御瞬间的危险三次 闪退符 可将敌人击退五次 对于普通人而言 一张平安符足够使用 相当于凭空多出转威为安的机会 第一张符陈锋制作的 却是有些艰难 知识转化为技能 光靠领悟不够 还需要练习 写费了七张符露之后 只剩下最后的三张符露 陈锋眼中越来越清明 整个人进入一种非常玄妙的状态 再次落笔时 无比的顺畅 一气呵成 成了 两张平安符 一张闪退符 陈锋的擦了擦脑门上的汗水 眼中露出一抹喜悦之色 他还可以制作出 威力更大的杀伤力符露 可以瞬间将人斩杀的火球符 冰冻符 但现在基本用不到这样的符露 所以考虑再三 陈锋弄出了偏保守的三张符露 这三张符 不仅代表着辛苦的汗水 还代表着他事业的起点 整个江南市大大小小的地点 陈锋几乎都跑过 做过无数的工作 兼职 合适他卖符的地方 又不会被驱赶的地方 只有一个地方是最合适的 三材古玩市场 那个地方鱼龙混杂 但是却不会被驱赶 下午两点 陈锋花了五十块钱 在叫偏僻的地方 租了一个摊位 万里无云 经过一天的大雨 加上到了周末 现在三材古玩市场人非常多 周围是许多古玩摊位 来这里逛的有钱人非常多 能在这里捡一次漏 低价买到一次真品 不仅令人眼红 还能得到名气 捡漏的虽只是少数 但还是有无数的人趋之若武 小兄弟 别人卖的都是古玩 你这卖的是符露 旁边一个老道士打扮的老者 一脸古怪的看着陈锋 没错 卖符露 陈锋点了点头 那你这符露怎么卖 有什么用处 老头再次问道 周围路过的行人 偶尔看向陈锋这边 却没有人停留 平安符 可保三次平安 一万一张 闪退符 遇到侵害时 可将人击退五次 两万一张 陈锋轻声说道 一万一张 抢钱啊 有钱人钱多 也不是傻子啊 老道说完笑了起来 周围的人也是哈哈大笑 将陈锋当成了一个笑话 陈锋淡淡地扫了众人一眼 想了一下 认真地说道 我的福禄 可是真的 旁边一个古丸探的摊主愣了一下 我这些也是真的 都是唐宋明清的 比真金还真 说完 摊主捧腹大笑起来 陈锋 一道又惊又怒的声音响起 两名中年妇女 向陈锋这边走了过来 其中一人怒气冲冲地走向陈锋 陈锋眉头微微一皱 心中暗叫倒霉 妈 陈锋打了一声招呼 你在这干什么 李俊秋掐着腰 冷声哼道 陈锋看了李俊秋一眼 卖服 他不想跟李俊秋有过多纠缠 卖服 搞迷信 骗人是不是 刚给了你一千块钱 你转身就拿来骗人 李俊秋气不打一出来 一脚便将陈锋的摊位踢翻 我现在命令你 立刻滚出市场 否则唐家没你这个上门女婿 第九章 第九章你硬唐发黑 原来是个上门女婿啊 这年头竟然还有人上门 谁说不是呢 一点尊严都没有 周围的人 对陈锋指指点点 对陈锋充满了不屑 妈 等我卖出这几张服 我会走的 陈锋有些无奈 李俊秋冷冷的盯着陈锋 冷笑道 卖服 你这服是真的 坑蒙拐骗 什么都做得出来 我看 你是想钱想疯了 我跟其他人不一样 我的服是真的 陈锋只能耐心解释 心中暗叫倒霉 怎么会在这个结果眼上 遇到李俊秋这个彪悍的女人 俊秋我看算了 小孩子小打小闹 没关系的 不闹出人命就行了 一直站在一旁的中年女子 出来劝道 阿姨跟你妈是好朋友 阿姨买一张 图个吉利 如何 红灵涵打了个圆场 别助长他的歪门邪道作风 为了钱真的是什么都得出来 给我唐家的脸 李俊秋越是看陈锋 越是不耐烦 红灵涵笑着摇了摇头 这一万块钱 对他来说 不过是九牛一毛 花点小钱买个好心情也不过分 就当是资助孩子创业了 小问题 拿着 红灵涵将一打现金 递到陈锋面前 陈锋接过钱 将一张平安符递了过去 还不快谢谢红阿姨 一点礼貌都没有 怎么跟你的那个女婿 差别这么大 气死我了 李俊秋看到一脸财迷样的陈锋 恨得牙痒痒 一对比红灵涵的女婿 心中很不适滋味 人家的女婿 好几家上市公司 年收入数亿 豪宅 豪车无数 再看看陈锋 来市场鬼话服 骗人钱财 简直是一个天上 一个地下 看在你愿意买的份上 我也送你一句忠告 李俊秋猛地踢了陈锋一脚 小王八蛋 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红灵涵也是有些无语 原本还以为年轻人缺钱 一时走了迷途 没想到这路是越走越歪 印堂发黑 红灵涵此刻的脸 都有些发黑了 不过还是拉了李俊秋一把 算了 算了 我们走吧 这街就不逛了 李俊秋恨铁不成钢地 看了陈锋一眼 真给我唐家丢人 怎么让你这么个玩意上门 妈 我说的是真的 红阿姨印堂发黑 陈锋耸了耸肩 回道 闭嘴 我们走 回去再收拾你 目送着李俊秋二人离去 陈锋皱了皱眉 红灵涵的印堂发黑 而且以汇聚眉心 直逼天灵雪 自己的福禄 只够让他躲过三场危机 不化解 最终一定会有生命危险 若是有缘 再帮你一把吧 陈锋摇了摇头 在所有人都将他当成江湖骗子的时候 这个红灵涵 不管出于什么心思帮他 陈锋都记在心里 经过今天的闹剧 陈锋也知道自己的摊子 不可能再摆下去了 索性 开始收拾起烂摊子 这幅是你的呀 就在这时 一名年轻的女子 走到陈锋的面前 将符禄拿起来看了一下 在符禄到手的瞬间 有一股清凉的感觉 让人很心安 嗯 平安符一万一张 闪退符两万一张 一手交钱 一手交货 陈锋抬了抬眼皮 不认为这个女子会买符 毕竟年轻人是不太相信这些的 一万一张 你怎么不去抢 这成本也就几块钱 撑死一百块钱 给你一千 两张符我都要了 女子脸上的表情有些夸张 像是看白痴一样 看着陈锋 她虽然钱很多 但钱多也不是这么烧的 两张符三万 陈锋皱了皱眉 坚定地说道 别人的符禄 能跟她的比吗 她的符禄如果是十货的人 别说是十万 一百万恐怕都卖得出去 如果不是没有门道 陈锋也不会选择摆地摊 两千 年轻女子从LV背包中 掏出两千块钱 放到陈锋的摊位上 拿着符禄转身就要走 站住 符禄我不卖了 陈锋有些反感 抓住女子的手 这些有钱人 不相信也就罢了 一点也不尊重她 这个摊主 没经过她允许 竟直接拿走 喂 我给你两千 已经很抬举你了 不要给脸不要脸 萧子安也有些生气了 在这一瞬间 人群之中挤出来 两个黑人大喊 小伙子 这副你就卖了吧 错过这个村 就没这个店了 老道摇了摇头 一脸的可惜 说了不卖 陈锋沉声说道 黑衣人身材怀无 身上有一股淡淡的 肃杀气息 目光锁住陈锋 陈锋眉头一挑 看样子 这个漂亮的女人 来头不小 怕了吧 本姑娘给你两千 你就偷着乐吧 扶我拿走了 钱我也给你了 不要再骚扰我 否则我对你不客气 萧子安扬了 羊手中的符禄 再用目光示意 陈锋收下两千块钱 我说了 符禄不卖了 要么你就拿三万块钱 否则就把符禄 给我还回来 陈锋的目光冷了下来 想跟他抢买抢卖 也得看他答不答应 小子 小姐看上你的符禄 是你的运气 滚吧 再往前一步 老子打断你的腿 两名黑衣人拦住了陈锋 目光冰冷 是吗 我倒要看看 你们怎么打断我的腿 陈锋冷哼一声 继续往前走 萧子安皱了皱眉 没想到遇到一个愣头青 为这个破符禄叫针 教训一下就得了 别闹出人命 萧子安轻声说道 是 小子 瞬间来到陈锋面前 一左一右将陈锋围住 一拳砸向陈锋 平里面也配 陈锋冷哼一声 一手捏住黑衣男子的拳头 使劲一捏 直接将黑衣男子的拳头捏碎 另一名男子 趁势一个扫堂腿 踢向陈锋 就这 陈锋不屑 一脚踹在黑衣人的膝盖上 只听见 咔的一声 这名黑衣人的膝盖 直接被踢断 找死 拳头被捏碎的另一名黑衣人 又是一脚踢来 陈锋看也不看 猛的一脚踢出 黑衣人倒飞出去 砸在八米外的摊子上 摊主敢怒不敢言 尤其是看到陈锋冰冷的毛子 立刻缩了缩脖子 萧子安有些被吓倒了 没想到眼前这个奇貌不扬的年轻人 竟然这么暴力 喂 你想怎么样 萧子安咽了口口水 陈锋抓住萧子安的手 轻声说道 从头到尾 是你在无理取闹 还问我想怎么样 要么拿钱 要么把福禄还我 老娘给你 萧子安气呼呼的 从钱包中掏出三万块钱 递给陈锋 拿到钱的陈锋 放开萧子安的手 淡淡一笑 别让本姑娘再见到你 不然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第十章 第十章简陋 三张符 净收入四万元 这一笔收入 极大的缓解了 陈锋目前的生存状况 他的脸上 终于露出一抹笑容 财旅法帝 却亦不可 修炼的天才地宝 必定是极其昂贵 要走的路还很长 所谓的财旅法帝 才是钱 旅是修炼道上的良师亦有 法则是修炼的功法 正确修炼方向 而帝 则是修炼的动天福帝 有了传承 他目前最缺的一世钱 二是一个合适修炼的动天福帝 动天福帝 哪里那么容易找 除非自己创建一个 陈锋心中暗道 陈锋恢复了平常心 要知道 此前他的收入 每天最多几百块 这还是累死累活干出来的 现在 挣钱变得更轻松 但陈锋 也知道他所需要的修炼资源 必定是天价 这点钱根本不够看 收敛心神 开始逛起古玩市场 这是他第一次 以一个游客的身份 来逛古玩市场 每天来这里的人络绎不绝 要是能捡个漏 那绝对是名利双收 陈锋没有那么复杂的想法 他只是单纯的想要逛一下 老板 明清的瓷器 要不要看一下 一家装潢古香古色的店前 一名中年男子 一脸和善的 跟陈锋打着招呼 正好无视 陈锋便进入店内 开始逛起来 对于古玩他不懂 但能察觉到 真与假的区别 通过真气 他发现 假的古玩 没有一点灵气 而真的古玩 则会与他的真气产生共鸣 年代越是久远的 真品上的灵气越多 这个发现 让陈锋心中微微有些激动 这意味着 他不需要懂古玩的知识 也能辨别出古玩的真假 店内的人不少 陈锋装模作样的 走到角落中 拿起一幅山水画 端向了起来 这幅画的落款是齐白石 这是一幅近代的画 上边同样也有些灵气 怎么样 老板感兴趣 店铺老板 依然是一脸和善的笑容 陈锋点了点头 表示自己有点兴趣 他并没有说太多 说得越多 越是容易露出破绽 小白在古玩界 往往被宰的罪恨 这可是齐白石的真话 前几天从一个老头的手上收来的 十万块钱你拿走 陈锋眉头微微一挑 扫了话一眼 指着说道 你在逗我吗 老板 这要是齐白石的真迹 你还会挂出来 老板脸色微红 干咳了两声 两万 我要了 陈锋随口说道 五万 四万 成就成 不成拉倒 陈锋从口袋中 掏出所有的钱 拍在桌子上 一脸很急促的样子 老板心中早已乐开了花 这话收上来的时候 不过是几百块钱 而且 作为一个开股玩店的老板 他岂能看不出来 这话不过是 仿写的齐白石的话 根本不是真迹 撑死了五千 现在四万 已经翻了很多倍了 好吧好吧 看在小兄弟 你这么真诚的份上 也是齐白石的粉丝 我让个价 四万 老板做出一副 为难的样子 一脸勉强 看老板这么干脆 陈锋的心有些肉疼 买贵了 小兄弟 花四万买一幅假画 不值得 一个正在端向着 瓷器的男子 摇了摇头 其他人同样也是叹息不已 看向陈锋的目光 充满了同情 将陈锋当成了新手 值得 值得 画到手上 陈锋的脸上 终于露出一抹笑容 别人不知道画的价格 他可是知道的 这齐白石的话 是真迹 更何况 画中还暗藏玄机 慢着 这幅画 四十万我要了 就在这时 一道年轻的女子声音响起 四十万 不可能骂 周围的游客一片哗然 这幅画 基本所有的人都看过 其中不少收藏高手 难道看走眼了 陈锋却是缓缓收起画 摇了摇头 抱歉 这幅画我不慢 说完 转身便要走 慢着 七十万 女子再度加价 店铺老板听到这个句话 只感觉眼前一黑 差点晕了过去 四万到现在七十万 翻了不止十倍了 你买的时候是四万 现在我出七十万 呆知足了 你应该去买张彩票 毕竟愿意 像我一样 出高价的人不多了 把话给我 这里是七十万的支票 一个下午挣六十六万 足够了吧 王妙可淡淡说道 他神情傲然 这么大一笔钱 相信不会有人拒绝 何况他不相信这个年轻人 看得出这是真迹 七十万就想买七百十的真迹 陈锋摇了摇头 脸上闪过一抹不屑 看样子 这女子并没有看出 画中乾坤 年轻人能否让我看看 就在这时 一道苍老却雄浑有力的声音响起 那是一个很精神的老者 看上去丝丝纹纹的 像一个儒者一般 赵老 是赵老 赵老可是大学教授 经常上电视 真赚家呀 周围的人看向陈锋 毛子瞬间红了 若是赵老说是真的 那么这话便是真的 一幅齐白石的真迹 旗帜百万 陈锋将话递给老者 他不知道老者的身份 但从周围人的尊敬来看 显然是个大有来头的人 赵老拿过话 仔细端向起来 脸上露出一抹思考之色 随后摇了摇头 赵老 这话是假的 王妙可皱了皱眉 有些困惑 他从小耳濡目染 对古玩也颇有研究 否则也不会如此自信出 七十万买陈锋的话 不 话是真话 只是老夫想不明白 齐老为何要模仿自己的话 赵老苦笑着摇了摇头 一个绘画宗师 竟会模仿自己的话 难道是恶作剧后人 赵老摇了摇头 也只有这个解释 才能解释得通 陈锋说好话 转身便要走 慢着 我出三百万买了 王妙可恨恨地看了陈锋一眼 要是他早点答应 也不至于拖到赵老来 真迹也就不会曝光 平白无故 又要多花钱了 一个亿也不卖 陈锋摇了摇头 收起了画 他的心中也是很震惊 他是真的没想到 只是一幅画 就值这么多钱 何况 这画中另有乾坤 三百万肯定拿不下 不想卖就不想卖 还一个亿也不卖 这画能卖到一个亿 王妙可不懈地看着陈锋 他虽然很想要一副真迹 但也不是没有其他的办法 只是不想多花钱而已 想要低价 从陈锋的手中收购念头 就此打消 陈锋不愿意 王妙可也只能作罢 一个亿还不卖呢 陈锋淡淡一笑 转身便走 年轻人太猖狂 不知收敛傲气 赵老也是摇了摇头 这只是一个 一时运气好的年轻人罢了 一旁的老板 陈锋吹着口哨 慢慢悠悠地在市场里走着 花了四万块钱 买到了一副价值连城的画 这让他心情不错 若是画能够遇到识货的人 他相信 卖出天价 也不是不可能 慢着 陈锋回过头 有些无奈地看着王妙可 姑娘 画我不卖 你还有什么 招就使来吧 这个女人很漂亮 但是像是脑子缺跟金一样 一直盯着她 你说的话值一个亿 王妙可却是脸色平静 没错 一个亿我都不给 陈锋想了一下 他很认真地说道 我倒想看看 你的话怎么卖出一个亿 这是请柬 本月最大的一场交流会 很多大事也会到场 若你的话 真的像你所说的值一个亿 我期待你打我的脸 否则 我会查出你的底细 看我怎么弄你 王妙可的目光渐渐冰冷下来 他从小要疯的疯 要语得语 不管在外边买什么东西 凭他的身份 哪个不是让着他 现在倒好 遇到一个愣头青 想要的话没买成 让他一难平 陈锋皱了皱眉 接过请柬 随意塞到口袋中 请柬 看我有没有时间吧 对于这个交流会 陈锋有点兴趣 但是这些时日 是唐一雪苏醒的关键时期 一切还是以唐一雪为主 可恶 王妙可狠狠地跺了跺脚 望着陈锋离去的背影 很是郁闷 这个陈锋 气死我了 真是给唐家丢脸 在市场上 当着我的面卖假服 坑蒙拐骗也就算了 还卖假服 卖到了王夫人的身上 还说他印堂发黑 回头王家要是记恨起来 倒霉的还不是我们 大堂上 李俊秋骂骂咧咧 因为过于激动 脸色仗得通红 唐国强皱了皱眉 这可不是小事 王家的实力 甚至比唐家还要高 若是惹怒了王家 对唐家没有半点好处 他真的卖假服了 还卖给了老王他夫人 唐国强眉头紧锁 脸色有些难看起来 这个混账小子 好好当他的上门女婿不好吗 非要去做这些江湖骗子的把戏 说这些都晚了 都怪你 还让他签婚约协议 早知道直接让他滚蛋了 重新招一个好了 唐国强苦笑着摇了摇头 一时之间有些烦躁 就在这时 看到走过来的陈锋 唐国强的脸色 瞬间阴沉了下来 爸 妈 陈锋笑着打了声招呼 你还有脸回来 李俊秋 哼了一声 脸色不善 陈锋愣了一下 随即哑然 明白这是为下午卖服的事生气 我没做什么坏事 怎么就不能回来了 看到陈锋一脸淡定的样子 根本没有放在心上 李俊秋气的脸都发白了 你把服卖给了王夫人 还说没做坏事 把我唐家的脸给我丢尽了 现在 所有人都知道 我有一个鬼话服的女婿了 李俊秋恨铁不成钢的说道 牙齿咬的 咔咔作响 要是杀人不犯法 他一定会咬死陈锋 你妈说的是真的吧 唐国强确认问道 是 但是我的服是真的 我可以证明给你们看 陈锋连忙解释道 二人是他的亲人 若是可以的话 陈锋也介意证明自己的实力 唐国强目光冷了下来 看向陈锋的目光之中 充满了失望 你让我真的很失望 我原本只是 以为你还有一点骨气 有个屁的骨气 钱哪 你红阿姨给你的钱哪 拿过来 李俊秋几乎是吼着说道 钱 陈锋叹了口气 将话拿了出来 卖服的四万块钱 我买了七百十的真迹 他特地加重了真迹两个字 四万块钱简陋 绝对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机遇 七百十 还真迹 李俊秋张大了嘴巴 一时之间 竟不知如何开口 唐国强接过话 用放大镜查看了一番 猛的将话摔到地面上 这是假话 这么简单的骗局 你都能相信 我怎么会有你这样的女婿 猪一样的智商 我不想再看到你了 气死我了 李俊秋气喘吁吁 感觉大气都喘不上来 连呼吸都困难 三材市场 那是随便能简陋的地方吗 何况你只是一个高中毕业生 恐怕连博物馆都没有进过 还简陋 我呸 李俊秋对陈锋 已经从失望 变成了彻底的厌恶 我的话 爸 妈 这话是真的 陈锋小心翼翼的 将话拾了起来 没有破损才松了口气 鼓完完整的才值钱 无可救药了你 唐国强摇了摇头 脸上满是失望之色 药房现在有一笔订单 你去徐家拿下来 拿不下来 不要进我唐家的门 跟唐家药房竞争的 还有另一家大药房 你只有七天时间 不要让我失望 李俊秋拿出一打资料 甩在陈锋的脸上 陈锋深吸了口气 将所有的资料拾起 转身往房间走去 查看了一下 唐一雪的情况 他的情况 已经彻底稳定了下来 凭着陈锋的医术 在用丹药辅助的话 陈锋有信心 让他清醒过来 丹药 我需要天才地宝 陈锋心中暗道 我会让你醒过来的 上一次的遗憾 不会再发生 一雪 这辈子我都不会再放开你的手 陈锋握着唐一雪的手 一脸柔情 转身离开唐家 接下来 要先完成交代他的订单 徐家 徐家是江南市 最有钱有势的家族之一 不仅在观念上 地下也是很矫 黑白通吃的恐怖存在 但这些跟陈锋无关 他今天只有一个目的 拿下订单 另一家大药房的实力 比唐家更雄厚 唐家要拿下订单的难度非常大 经过一下午的交涉 徐家的大管家 也只是表示有点异象 说唐家有很大的发展潜力 会再观察一段时间 让陈锋等待消息 前来词 就是你唐家药房 太弱了 不配跟我徐家做生意 陈锋跑了几年江湖 自然能听懂其中的前台词 看样子 没戏 陈锋皱了皱眉 走出徐家的会议室 走至大院时 刚好看到一个老头 与一名年轻的女子在练拳 陈锋驻足观望 看好了 这龙虎拳最后一事霸道异常 但不能多练 容易伤身 不出手则已 一旦出手 非死即伤 老者身穿堂装 一招一事如龙如虎 霸道刚猛 拳风呼啸 爷爷真帅 这一招我一定要学 年轻的女子眼貌金光 非常感兴趣 你废了 再练下去 你会死 就在这时 一道温和的声音 突兀地打断了这一对爷孙 第十二章 第十二章拳 不是这么练的 谁再说话 给我滚出来 徐娇娇怒道 徐盛天的目光 也是无比的阴沉 不过是练了一套拳 就被人诅咒要死 任谁心里都会不舒服 陈锋淡淡一笑 覆手而立 平静地看着二人 全部是这么练的 这最后一世 不适合修炼 徐娇娇眉头一挑 目光冰冷 你是谁 他记得 今天徐家并没有邀请有客人 这里是徐家的私家大院 没有受过邀请 不得入内 我是唐家药局排来谈生意的 这院太大 不知不觉就走到这里了 陈锋歉意地说道 你刚才说我爷爷废了 再练下去会死人 这话 是你说的没错吧 徐娇娇捂紧了拳头 陈锋点了点头 平静地说道 没错 是我说的 敢问阁下是先天舞者 徐娇娇问道 不是 我不知道 什么是先天舞者 陈锋摇头 哪个门派弟子 徐娇娇再次问道 无门无派 陈锋再答 可有获得名师指点 徐娇娇冰冷的目光 已经化成一道怒气 没有 陈锋再次摇头 他获得传承的时间很短 没有机会接触华夏舞者 对于徐娇娇的问题 他也很好奇 看到二人练拳 老者拳风霸道 刚猛 但却蕴含着巨大风险 二人似乎并不知晓 他这才出声提醒 不是舞者 无门无派 也没有获得名师指点 竟敢对我爷爷指手画脚 不给一个解释 你的下场会很惨 有多惨 留下一手一腿 够不够惨 你做不到 陈锋淡淡一笑 依然是副手而立 别说这小姑娘 就算是老头 他也不放在眼中 徐胜天从始至终 一直冷眼旁观 他也很想看看这个不知道 从哪里冒出来的年轻人 到底是不是信口开合 在我徐家的地盘这么猖狂 有本事跟我比一场 光说不练算什么本事 徐娇娇用手指着陈锋的鼻子说道 陈锋摇了摇头 你不是我的对手 其人太甚 徐娇娇猛地握紧拳头 怒吓一声 拳头只取陈锋面门 这一拳他毫无保留 若是打中 陈锋非死即伤 徐胜天暗自点头 别看孙女是个女娃 但她的力量 绝不比男子弱 修炼了龙虎拳之后 以徐娇娇现在的力量 陈锋却是看也不看 身形微微一动 手指成爪状 在拳头到达之前 他的手爪 已经捏在了徐娇娇的脖子上 我说了 你不是我的对手 陈锋淡淡一笑 徐娇娇的速度 力量不弱 加上龙虎拳的霸道 哪怕是职业拳手 也会被一拳击倒 但在陈锋面前 徐娇娇的动作 就像是小孩子过家家一般 自不量力 徐胜天瞳孔微微一缩 他竟没有看到 陈锋是怎么出手的 你耍赖 我不服 徐娇娇退后几步 狠狠地跺了跺脚 恼羞成怒地 抽出腰间的一柄剑 直接往陈锋胸口刺去 住手 不要 徐胜天轻声喝道 这可不是木剑 而是真正的剑 陈锋眸子一冷 随手抓起一片 从树上掉落的叶子 甩向徐娇娇 树叶速度太快 在空中擦出一道火花 从徐娇娇的脖子旁擦过 一道血线出现在脖子上 徐娇娇瞳孔不断放大 脸上的愤怒消失 眸子之中充满了恐惧 生死不过瞬间 那种死亡的感觉 让他有一种窒息的感觉 连腿都是软的 还要比吗 陈锋云淡风轻地说道 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 爷爷 过了许久 徐娇娇才缓过神来 看到旁边的老人眼中的恐惧 才慢慢消散 抱歉 小友 我孙女脾气太火爆了 徐胜天将徐娇娇的剑收好 歉意地说道 陈锋无语 这已经不是脾气火爆可以形容了 若他只是一个普通人 刚才那一件 他的脑袋已经掉在地上了 快给小友道歉 徐胜天严肃地拍了拍 徐娇娇的肩 徐娇娇 哼了一声 转过头去 我才不要给他道歉呢 明明是他先说爷爷的坏话 徐胜天向陈锋抱了抱拳 歉意一笑 抱歉了小友 我带孙女给你道歉 无妨 无妨 陈锋微微一笑 摆了摆手 人尽我一尺 我敬他人一丈 这便是陈锋的处事风格 小友爽快 徐胜天赞叹一声 心中暗自点头 拿得起放得下的人才值得相处 没有格局的人 实力纵然再高 也入不了徐胜天的法眼 方才小友说 我的龙虎拳再练下去 就会废掉 敢问这是为何 徐胜天将话题拉到龙虎拳上 也正是龙虎拳 才引得此番争斗 最近徐胜天练到最后一世时 也感觉有些力不从心 对于陈锋的话 他也留了个心眼 这一拳倒是没有问题 陈锋缓缓开口 哼 既然没有问题 你还说我爷爷会死 你是不是找茬 徐胜胶气哼哼的看着陈锋 如果不是打不过陈锋 他早就出手打陈锋几拳 那是因为你爷爷太弱了 陈锋嘴角一扬 露出嚣张的笑容 你胡说什么 我爷爷是很强的舞者 你给我闭嘴 徐胜胶气的再度拨剑 徐胜天的脸色也阴沉了下来 原本刚缓解的气氛 瞬间变得紧张 我说 陈锋清了清嗓子 轻蔑地看着徐胜天 你爷爷太垃圾了 不信你叫他再打一轮 你太过分了 徐娇娇 拨剑就要砍向陈锋 徐胜天身后阻止了孙女 他的脸色很差 练武数十年 这还是第一次被人当面说垃圾 这无异于在他的脸上 狠狠地抽了一巴掌 好 那我就再练一次 你如果不能给我一个解释 老头子 我是不会放过你的 徐胜天冷哼一声 往空阔地带走了十米 徐胜天憋着一口闷气 开始演练起龙虎拳 这拳霸道异常 一共只有六十 但每一世都是杀人数 没有多余复杂的动作 一朝一世 都是直取性命而去 陈锋看着徐胜天 时不时摇头 偶尔会叹息 旁边的徐娇娇恨的牙痒痒 捏着剑 准备随时砍死陈锋 徐胜天心中早已气炸 憋着一股气 接下来就是最后一世 定要让这小子 睁大眼睛看清楚 他的龙虎拳是不是垃圾 运足全身的气血 徐胜天大哼一声 打出最后一世 龙争虎斗 就在这一瞬间 陈锋猛的一掌 拍向徐胜天心脏 出手狠辣 果决 树子 你敢 你敢偷袭 我要杀你 第十三章 第十三章收徒 徐胜天怒目而逝 想要收拳防御 已经来不及 龙虎拳 每一拳都是有出无回 徐胜天已没有回防的余地 徐娇娇波剑冲向陈锋 一剑刺出 在这千军一发瞬间 陈锋真气 灌入徐胜天体内 迅速收掌 接着两个手指 夹住徐娇娇这一剑 挡住徐娇娇的攻击 徐胜天胸口挨了这一掌 体内气血上冲 喷出一口鲜血 一屁股坐在地上 王八蛋 我要杀你 徐娇娇拼命地挣扎 但是 剑就像是被禁锢在了水泥中一样 怎么也拨不出 我是在救他 陈锋淡淡一笑 脸色平静 徐娇娇肺都要气炸 这个小子不仅出手很辣 还将偷袭说成救人 好不要脸 来人 徐娇娇高声喝道 随着一声轻喝 周围十多个黑衣人 迅速奔跑过来 老爷 小姐 黑衣人迅速将陈锋团团围住 这一批人 训练有素 都是退伍的特种兵 单打独斗的能力很出色 陈锋扫了一眼黑衣人 并没有放在眼中 住手 徐胜天拍了拍屁股 脸上的阴沉消失不见 取而代之的是狂喜之色 爷爷 我要废了他 徐娇娇恶狠狠地说道 说完 抬手示意黑衣人制服陈锋 都退下吧 这里没你们的事了 徐胜天大手一挥 直接让黑衣人退下 徐娇娇跺了跺脚 恨恨地看了陈锋一眼 走到徐胜天面前 你没事吧 爷爷 我没事 徐胜天摇了摇头 看向陈锋的目光之中 充满了感激 小友确实是在救我 是我们误会他了 徐胜天的目光有些复杂 看向陈锋的目光之中 有些欣赏又有些忌惮 他的暗急 只有他自己知道 陈锋虽然没有提及 但肯定看出来了 否则也不会出手帮他治疗 同样 陈锋的武学 也让徐胜天有些忌惮 陈锋一出手 他便知道自己不如他 我都看到你吐血了 还说没事 徐娇娇皱了皱眉 徐胜天重重地握住孙女的手 走到陈锋面前重重地攻身 多谢小友了 治好了我几十年的暗急 举手之劳 陈锋微微一笑 摆了摆手 徐娇娇有些傻眼 他明明看到陈锋打了爷爷一掌 打得吐出好大一口血 这是在救人 救人也不用将人打吐血吧 这件事 我从来没有跟人说起过 若不是小友提及 我也不会往功法上怀疑 小友 方便的话 跟我孙女解释一下吧 不然这丫头 恐怕不服气了 徐胜天暗急已解 身心舒畅 说话都带着几分笑意 老人家 这龙虎拳 原来是残缺的吧 应当是得到功法的人自己完善的 最后一事太过刚猛 要伤人先伤己 所以你爷爷才会留下暗急 这种暗急是常年累月积累下来的 一般人是很难察觉 陈锋轻声解释道 能够看出来的 要么是医术高明 要么是实力高深的舞者 所以徐胜天的暗急这么多年 没人看出很正常 一般人也不会往功法上怀疑 没错 若不是小友刚才的这一掌 我也不敢相信 徐胜天说完 再次报了报权 此时在看陈锋 徐胜天的目光之中 完全没有了轻视 徐娇娇似懂非懂 思考了一下 开口问道 那以后这龙虎拳就不能练了是吗 他有些可惜 这拳法他确实很喜欢 不仅威风 还很霸气 前五是可以练 最后一招 却是不能再练了 最后一招 才是龙虎拳精华 可惜了 徐胜天叹了口气 他练了数十年 真的放下 让他有些不舍 不 想要练也不是不可 将最后一试改动一下就可以了 陈锋想了一下 轻声说道 只要功法没有问题 再怎么练 也不会对身体造成伤害了 改功法哪有那么容易 我琢磨了十几年 也没有想出更好的方法 徐胜天面容苦涩 一门功法的创造非常不易 除非是极有天赋的武学奇才 否则 大多数后人 只是在踩在前人的肩上眺望 这倒不难 只要将拳法收一下 不仅不会伤害身体 而且威力也会大不少 陈锋轻声说道 改功法对别人来说是一件难事 但对他来说 却是再简单不过 传承当中有无数的功法 这些功法太过低级 陈锋看不上 但放在现实的滑下 随便一步都能引起轰动 要改动一个小小的龙虎拳 对他来说轻而易举 你能改 徐胜天喜出望外 徐娇娇也是一脸的好奇 徐家黑白通吃 舞者他也见过不少 可能改动功法的舞者 他还是第一次遇到 小猜一叠 陈锋微微一笑 随后走到开阔地带 看好了 说完 陈锋开始演练起龙虎拳 与徐胜天的龙虎拳不同 徐胜天的拳法刚猛 霸道 而经过陈锋修改过的龙虎拳 则有了 瘦 收敛了气势 但威力却是大大增强 龙争胡斗 陈锋大喝一声 双拳砸往旁边的 一棵网口大的树 直接将树振成三结 好 徐胜天鼓掌 开怀大叫 徐娇娇眸子之中 也是一彩连连 看向陈锋的目光之中 完全没有了轻视 没想到老头子我有生之年 一眼便看出来 其中的不同 徐老客气了 陈锋抱了抱拳 经过这一番接触下来 他已经可以肯定 老头便是徐家老爷子徐胜天 至于女孩 便是徐胜天唯一的孙女 徐娇娇 你不仅治好了我的病 还帮我改动了功法 真是了不起啊 我徐胜天欠你两个人情 徐胜天陈鹰说道 目光之中露出思考之色 小友你对我的帮助太大了 我给你两千万支票 然后再送你一套豪宅 你看如何 徐胜天微笑着说道 徐老不必客气 我也只是做了一点小事 陈锋摆了摆手 他是真的没想这么多 那不行 要收 否则传出去 说我徐老头子小见 徐胜天坚定的说道 爷爷 我身上没带支票 要不下次我再专门送给先生 徐娇娇亲生说道 对陈锋说话 已经带上了敬称 对于陈锋 他已经心服口服 徐胜天皱了皱眉 在陈锋坦然的目光扫过 心中一动 小友还没收徒吧 不如让我孙女给你拜师 若你没有娶妻 我孙女也不错 徐胜天哈哈大笑 拜师 娶妻 陈锋目瞪口呆 第十四章 第十四章至尊卡 哎呀 爷爷 你乱讲什么吗 徐娇娇跺了跺脚 脸红不及 徐胜天微微一笑 轻轻拍打着孙女的手背 他确实很看重陈锋 不仅一五双全 重要的是人品好 跟这样的人做朋友 绝对是一件好事 徐老 我已经有爱人了 陈锋苦笑一声 没想到这老头这么直接 就算没有唐一雪 陈锋也不会考虑徐娇娇 毕竟这姑娘脾气太火爆了 动不动就波剑 那当徒弟嘛 娇娇的天赋 还是很不错的 徐胜天缓缓说道 看着徐胜天一脸真诚 不似作假 陈锋点了点头 我才不要拜他为师呢 叫他师父 那我多没面子 徐娇娇撇了撇嘴 他的年纪与陈锋差不多 叫师父很难为情 徐胜天严肃的目光 扫了徐娇一眼 陈锋的实力 他可是看得一清二楚 能与这样的人拉近关系 对唐家是一件大好事 徐娇娇多了嘟嘴 并没有说话 小友 你看如何 徐胜天问道 陈锋沉吟了片刻 缓缓开口说道 这样吧 我先收他为记名弟子 毕竟我也没有很多时间 去教授他武学 一日为师 终生为父 当师父 也是需要承担很大的责任 他并不是一个随便的人 如此甚好 徐胜天哈哈一笑 看向陈锋的目光之中 多了几分热忱 爷爷 徐娇娇抱着徐胜天的手臂撒娇 想要拒绝 徐胜天狠狠地瞪了他一眼 还不快拜师 徐娇娇不情不愿地跪倒 向陈锋磕了一个头 拜见师父 既然拜我为师 那我便传你一门功法 什么时候你能领悟 我便收你为正式弟子 陈锋轻声说道 徐娇娇一脸撇了撇嘴 一脸敷衍 陈锋手指搭在徐娇娇的肩上 启用传音入密 我所传你的功法 叫九转真功 修炼到第九转 上天入地 千里之外 取人手急 轻而易举 通过意念 陈锋将这一门功法 传给徐娇娇 传输过去的 还有收录的九转真功 宏伟的战斗场面 这些场面异常真实 让人身临其境 徐娇娇身躯 微微一抖 眼中闪过一抹白芒 谢谢师父 徐娇娇激动得再度跪倒在地 通过这一门功法 徐娇娇知道 那些所谓的高人 跟陈锋比起来 简直是一个天上 一人地下 等你什么时候 能够感悟到 丹田传来热流 我在传授你战斗功法 陈锋点了点头 若是徐娇娇没有天赋 说明他们之间没有缘分 若是徐娇娇能入门 收他为徒又何妨 这一门功法虽只是二流 但给徐娇娇修炼 绰绰绰有余 好 以后小友 咱们就是一家人了 徐胜天开怀大笑 从怀中掏出一张卡 递了过去 这是我徐家的至尊卡 凡是我徐家的产业 所有的消费免费 而且享受最高级的待遇 一点小小的礼物 不要拒绝 支票娇娇下次给你 豪宅吗 等老头我挑个最大 最好的 徐胜天笑着说道 他早已将陈锋 当成了同等地位的人对待 无妨都是小事 陈锋也没有客气 收下至尊卡 这位小友可了不得 你要努力修炼 徐胜天一脸感慨 徐娇娇重重地点头 坚定地说道 是 我一定会成为他的徒弟 出了徐家 陈锋一拍脑门嘟囔了一句 怎么把订单给忘记了 罢了 等下次叫娇娇直接签字吧 回到唐家 唐国强夫妇果不其然正在等候他 爸 妈 怎么这么晚还不休息 陈锋打了声招呼 休息 我休息得下吗 现在要房里大订单都没有了 李俊秋冷哼一声 一脸不高兴 唐国强摆了摆手 示意陈锋坐下 去徐家了吧 嗯 去了 陈锋点头 那你有跟徐家的大管家接洽吧 谈得怎么样 订单又没签下了 唐国强端起茶杯 饮了一口 这还用问 看他那个样子 就知道没有签了 李俊秋一脸不屑 陈锋点了点头 订单并没有签下 不过爸 妈你们放心 这笔订单我一定会拿下的 说得精巧 你凭什么拿下 夏家的人已经在行动了 如果你今天争点气 把订单拿下来 我也不会这么头疼了 李俊秋一脸不爽 夏家的大药房 比他们的药房实力强太多了 今天算是先发制人 但可惜的是 陈锋并没有将订单给拿下来 妈 徐家还没有确定订单 我们还是有机会的 徐家还欠我两个人情 而且 我刚收了徐娇交做徒弟 只要我再去一趟 一定能成功的 陈锋自信地说道 以他如今跟徐家的交情 徐家必定会卖他这个面子 欠你人情 李俊秋先是震惊了一下 随后气急返校 陈锋啊 陈锋 你最大的抑仗 便是唐家上门女婿的身份 刚上门没几天 徐家会欠你人情 唐国强也是一脸失望 原本心里还抱有一丝失望 办不了就办不了 但是不要吹牛皮 满嘴跑火车 让我跟你妈怎么相信你 唐国强叹了口气 将茶杯猛地扣在桌子上 一脸郁闷 原本他还对陈锋有点信心 觉得人只要上进 总会进步的 但没想到 陈锋的牛皮是越吹越大 让徐家欠人情 这是唐国强想都不敢想 订单的事 你不用管了 这几天专家来看了 易雪已经有了苏醒的迹象 到时候 订单交给他处理 李俊秋有些不耐烦的摆了摆手 易雪要醒了吗 陈锋有些激动 看样子 他留在唐易雪体内的真气 起到了作用 还不待陈锋高兴两分钟 李俊秋的话 让他心中一凉 到时候 很多名义会在场 鉴于你上次的表现 让我很不满意 所以这次会诊 我不允许你在场 你明白我的意思 李俊秋目光直视着陈锋 一想到上次陈锋的表现 他就恨不得抽陈锋两巴掌 可是 妈 上次是我把易雪救回来的 陈锋解释了一句 够了 你有多少本事 别人不清楚 我可是清楚得很 上次你不过是瞎猫碰上死耗子 专家都说了 那只是个意外 滚吧 李俊秋大手一挥 直接将陈锋驱逐 陈锋一脸无奈 脸上露出一抹苦涩之色 就在这时 他的手机响了起来 陈锋 电话 另一头是有些熟悉的女子的声音 哪位 陈锋有些疑惑 声音有些熟悉 但却想不起来 拿上你的勤俭 还有你价值一个亿的话 我在环城南路第一个路口等你 不要拒绝我 否则我跟你没完 若我见不到你 后果自负 第十五章 第十五章 有眼无珠 一雪 很快你就能醒过来了 陈锋握着唐一雪的手 脸上满是温和的笑容 想到过几天之后 就能看到活蹦乱跳的唐一雪 陈锋的心有些激动 就在这时 电话再度响起 我等你二十分钟了 你过了 电话的另一头 王妙可的声音 蕴含怒气 挂了电话 陈锋离开房间 拿上勤俭语话 姑爷 今天下午有一场药材拍卖会 这是勤俭 老爷让你务必到场 这次拍卖会 只是让你去长长见识 毕竟 咱们家现在药局的生意最大 老杨走到陈锋面前 轻声说道 陈锋接过勤俭 陈鹰着点了点头 药材 具体有哪些 陈锋轻声问道 除了医术之外 单药也是必不可少的 他刚好缺少渠道获取材料 听说会有百年以上的野山餐 和守屋 到时候 老爷他们也会去 只是你们不在同一个包厢 好 拍卖会我会去 陈锋没有客气 环城南路 一辆红色的马沙拉地旁 是一个身材娇好的女子 你是第一个 敢让我等三十分钟的人 王妙可冷冷地扫了陈锋一眼 陈锋歉意一笑 轻声说道 有点是耽误了 现在可以出发了 王妙可冷哼一声 重重地摔了一下车门 这次的交流会 只是单纯的交流会吗 陈锋问道 他之所以想参加这次的交流会 一是王妙可不停骚扰他 二是 他刚好也想找个机会 将字画变现 他没有收藏的爱好 刚好下午要参加拍卖会 很可能会用到钱 当然不是 如果你想要出手 你价值一个亿的字画 当然也行 王妙可嘴角一扬 嘲讽地说道 他刻意地加重了 一个亿三个字 对于陈锋 没有将字画出让给他 依然耿耿于怀 陈锋淡淡一笑 并没有理会 这个生气中的女人 半个小时之后 刘峰会所 今天会有很多大师 一会把你的字画抱上去 会按顺序进行鉴赏 王妙可缓缓说道 他的目光流露出期待之色 我倒要看看你 这话能不能孤到一个亿 陈锋点了点头 出示请柬之后 随着王妙可进入会所当中 妙可 我就知道 你今天会来参加交流会 一名带着金丝眼镜的男子 走了过来 脸上挂着温和的笑容 你来干什么 王妙可皱了皱眉 夏文一把推开陈锋 瞪了陈锋一眼 一脸深情地看着王妙可 自然是来参加交流会 没想到这要巧遇到你 王妙可哼了一声 没有理会夏文 这位是夏文打探陈锋的底细 陈锋 陈锋淡淡说道 姓陈 咱们江南市 好像没有这么不入流的家族吧 夏文瞥了陈锋一眼 既然不是江南市的大家族 那便是小门小户 她呀 是唐家的上门女婿 你们夏家 不是跟唐家争徐家的订单吗 陈锋的大名 你应该知道 王妙可黑黑一笑 玩味地看着陈锋 陈锋的底细 他一打听就知道了 他母亲跟唐国强的老婆 关系可是非常不错 哟 唐家的上门女婿啊 夏文吹来了口哨 眼神之中满是嘲弄 原来是个坠婿啊 听说 你只是一个高中的毕业生 但你运气不错 竟然在我的店里捡到了漏 不过就算这样 你依然是个废物啊 夏文丝毫不掩饰内心的愤怒 一脸嘲弄 王妙看着水火不容的二人 一副看好戏的样子 我是不是上门关你屁事 陈锋冷冷地扫了夏文一眼 你骂我 我是夏家的继承人 你一个小小的坠婿竟敢 夏文没想到 陈锋竟敢骂他 还是当着王妙可的面 哦 关我屁事 陈锋扫了夏文一眼 再次回到 对他不客气的人 他自然也不会客气 大门敞开 陈锋直接进入 哼 不过是个坠婿 竟敢不将我放在眼里 夏文眸子闪过一抹寒芒 他本来想在王妙可 显示一下自己的地位 彩唐家的坠婿 是一件很有面子的事 没想到这个坠婿 竟然这么不给他面子 走吧 夏大哨 去欣赏一下 坠婿价值上亿的字画 王妙可微微一笑 价值上亿 夏文有些被吓了一跳 那可是他店里的话 王妙可摇了摇头 没有解释什么 交流会的人陆续到齐 陈锋除了在古玩店 见过的赵老 其他的人他一个也不认识 各位 今天由我来主持 本次的交流会 老规则 鉴定为主 若是有意出售的 大家再相互交流 赵老缓缓走到主席台上 坐了下来 今天厂下的人来得不少 陈锋数了一下 一共30人左右 能来这里的 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 谁先来 赵老缓缓说道 我先来 这套文具盒 是我在外国逃回来的 一名中年男子 将金黄色的文具盒递了过去 除了赵老之外 旁边还有几人 都是圈子里 小有名气的鉴定专家 没有多余的流程 鉴定直接开始 显然 大家都不是第一次参加 包金的 还是铜流金的 旁边是手工水金 从年代上来判断 是19世纪的文具 小几万到不了 因为它是铜流金的 档次不高 但这是贵族用过 小万差不多 这应该是欧洲的小贵族用的 万八千差不多 赵老看了一眼 旁边的几位专家 几人都是点了点头 显然是认可了这个观点 陈锋看得津津有味 没想到今天在这里 各种各样的古玩都能见到 两个小时之后 鉴赏的基本差不多了 王妙可看着一脸淡定的陈锋 嘴角一扬 露出一抹笑容 各位大师 我这有个朋友 带了一副价值上义的话 不知道几位大师 能不能鉴定一下 是啊 陈大少 拿你价值一个亿的字画 给大家开开眼界 夏文在旁煽风点火 陈锋捡了漏赚了他的钱 这让他不爽 但陈锋却似乎不知道 齐白石真话的市场价 仅几百万 竟敢公开叫一个亿 加上唐家可是夏家的死对头 这个打脸的机会 他自然不会错过 陈锋扫了王妙可二人一眼 无视了二人嘲弄的嘴脸 这是我要鉴定的话 我想知道能卖多少钱 陈锋直接开门见山的说道 主席台上 赵老的脸色阴沉了下来 你这小子 我已经给你鉴定过 你今天又拿上来 是什么意思 赵老有些气不打一处来 我觉得 你鉴定的可能不准 我的话是无价之宝 一个亿应该是有的 陈锋缓缓说道 赵老皱了皱眉 不耐烦的说道 这话我已经鉴定过了 你说回去吧 有眼无珠 陈锋摇了摇头 对这些人的水平产生了质疑 第十六章 第十六章话中话 百倍估值 住嘴 赵老可是大学教授 经常上电视 不知道鉴定了多少的字话 你也配指责赵老 夏文怒骂道 心中却是暗爽不挤 赵老的脸色很差 这是参加这么多场交流会以来 第一次被人当面质疑 赵老 你别介意 这位是唐家的上门女婿 学历只有高中 不懂也很正常 夏文抱了抱拳 一副为怕赵老 气坏了身子的模样 听到夏文的话 赵老的脸色更残看了 一个小小的高中生 竟敢说他有眼无珠 这已经不是打脸那么简单了 这是将他的脸 踩在脚下反复踩 上门女婿 只是高中毕业 连我玩了几十年古玩的人 在赵老面前 只能当的小学生 一个高中生 他怎敢 周围的人一片哗然 纷纷与陈锋拉开距离 要是被赵老拉入黑名单 那可就惨了 陈锋 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我真的很想知道 你的底气在哪里 王妙可淡淡一笑 嘴角露出得逞的笑容 你说我有眼无珠 阁下 玩了几年古玩 赵老缓缓说道 他的目光冰冷 若你说不出一个所以然 小心老夫封杀你 列入古玩圈黑名单 被所有人注视 陈锋脸色坦然 一个亿 我现在不给了 陈锋摇了摇头 淡淡一笑 此话一出 众人再次哗然 小子 你真狂妄 这里是交流会 不是你来这里撒野的地方 赵老气得吹胡子瞪眼 学历低吗 野蛮很正常 夏文哈哈一笑 算了 赵老 别气坏了身子 保安 把他赶出去 旁边的专家高声说道 今天的交流会被陈锋这么一搞 哪里还进行的下去 尤其是在场的众人 对陈锋已经恨死了 遇到这样的事 赵老以后 很可能不会再来参加交流会 这对所有人 都是一个巨大的损失 这话中暗藏玄机 你们这些专家 大师既然看不出来 不是有眼无珠是什么 陈锋冷冷说道 王妙可说 今天会来很多大师 专家 没想到一个人都看不出来 这让他很是失望 陈大少 你在我店里捡的漏 这话什么价格 我们大家都很清楚 就是 你早将字画卖给我多好 现在惹怒了赵老 你这话 估计没人敢收了 王妙可 夏文二人在旁边嘲讽道 说着有意 听着也有意 赵老的眉头皱了起来 脸上露出若有所思的神情 他之前早就对齐白石的绘画风格 转变有些不解 在联想陈锋的话 莫非其中真的另有玄机 来人 把他赶出去 有专家再次喊道 保安匆忙走了进来 一左一右围住了陈锋 陈大少 看样子 你这话 不仅一个一卖不了 现在一百万都卖不出去了 夏文哈哈大笑 陈锋越是狼狈 他越是开心 王妙可也是暗自摇头 果然不过是个满嘴跑火车的家伙 慢着 赵老摆手 阻止了保安 他走到陈锋面前 递出双手 麻烦江华再丢一次 我再坚定一次 陈锋眉头一挑 没想到这老头竟没有刁难他 反而放下身段 赵老 咱们赶紧开始下样吧 他的话 咱们不是看过了吗 有一名专家 有些不耐烦的说道 他们来参加交流会 只是想挣一点外快 谁也不想多花时间 这个转变 不仅让专家们态度转变 王妙可与夏文二人的心中 都有一种不妙之感 赵老 不是已经鉴定过了吗 夏文问道 周围的人也是一脸的疑惑 总不能凭陈锋的一番话 就再鉴定一次吧 赵老的规则 可是只鉴定一次 从来没有鉴定失误过 更不会重复鉴定 赵老没有说话 只是神情严肃了许多 这种表情 只有在鉴定国宝时 他才会出现 不能吧 王妙可的脸色有些不太好看 捡漏也就算了 还捡到了国宝 这运气得多拟甜 应该是赵老搞错了 一个没有接触过果玩的坠叙 不可能的 夏文摇了摇头 一脸不屑 夏文心中却有些发赌 就算几百万 那也是巨大的损失 若运气真有那么好 那大家都不用奋斗了 随便去果玩市场 随便逃一件 就能发财了 气氛变得异常古怪 所有人的目光 都落在这一幅 不一样的齐白石画上 难道是画中画 专家的一个猜测 顿时让所有人狂热起来 画中画 以前的人 为了保护宝贵的画 会通过另一幅画 将画给掩藏起来 一般人只看得到外边的画 有时候鉴定大师 也会走眼 加层做得完美 很少人发现 绝不可能 这画放在我店里这么多久 绝不可能是画中画 夏文猛地说道 若真是画中画 齐白石的真迹下 隐藏的画将会是何等的价值 他不敢相信 王妙可有些恍惚 没有在说话 陈锋依然是一副 云淡风轻的模样 一切尽在掌握之中 当家层缓缓打开时 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 看向了赵老 颜真轻真迹 没想到老夫有生之年 竟还能亲手解开 颜真轻的画中画 赵老突然大笑起来 不可能 绝不可能 怎么会是画中画 夏文有些疯了 若真是颜真轻的话 那他就是真正的血亏 那可是真正的无价之宝 国宝啊 赵老宝倒依旧啊 陈锋伸了个大拇指 佩服地说道 他是仗着真气才看得出来 否则的话 就算是别人告诉他 这是画中画 他也不一定看得出来 但赵老可不一样 凭的是真本事 一个亿我买了 一个亿就想要颜真轻的话 做梦吧 我出五个亿 我出十个亿 陈锋也是有些杂舌 他只是百度了一下 只知道颜真轻的话很值钱 没想到值钱到这种程度 要知道 在几天前 他还在为几百块钱奔波 现在 在他面前的 十个亿像是十块钱一样 不 这话是我的 他是从我店里买的 陈锋 我把四万块钱还给你 你快点把话还给我 这话是我的 我的 夏文像疯狗一样 冲到赵老面前 就要将话给抢过来 夏文 钱货两清的规则 你不是不知道 这是所有人定下的规则 这位小友平实力捡的漏 就是他的 你还想破坏规则不成 赵老冷哼一声 小心翼翼的将字画收了起来 陈锋 我跟你没完 夏文郁闷的想要吐血 十个亿啊 第十七章 第十七章拍卖会 我看走眼了 不过你得罪了夏文 他不会放过你的 王妙可复杂的看了陈锋一眼 陈锋淡淡一笑 耸了耸肩 我并不在意 小友 这话是当之无愧的国宝 不知道能否让我带回去 先保管起来 这卡里是一千万 就当是我先预支给你的 我会以江南市博物馆的名义 进行购买 到时候 会给你一个满意的价格 你觉得如何 赵老缓缓说道 他的目光始终落在画上 对于一个鉴定大师来说 国画的吸引力 比金钱的吸引力 要强太多了 陈锋有些犹豫 毕竟这话是无价之宝 小伙子 你就相信赵老吧 他可是博物馆的馆长 旁边有一名专家笑道 江南市只是一个二线的城市 若是能够收藏这样的国宝 那绝对是给江南市长脸了 赵老一拍脑门 拿出纸笔 开始起草一份协议 拿出博物馆的张盖了下去 有这个保证 我便相信赵老了 陈锋哈哈一笑 比起口头的承诺 他还是更愿意相信 有法律效力的协议 也就是说 这幅国宝已经被博物馆收购了 这一千万相当于定金 之后会给陈锋一个满意的价格 对于这个结果 陈锋是很满意的 一幅国宝 若是国家要求 恐怕他也只有免费上交的份 今天的交流会结果 陈锋很是满意 拿着一千万的银针卡 美滋滋的离开了会所 姑爷 你一定要记得去参加拍卖会啊 刚出会所 陈锋便接到了老杨的电话 有了一千万 陈锋第一次财大气粗的打了出租车 要喽 凭着请柬 陈锋很顺利的进入到第二层的拍卖会 204包间 只有陈锋一人 每个包间都是隔开的 看不到彼此 只能通过声音来交流 药材则通过屏幕进行放送 当哪个包箱喊价时 屏幕就会投到哪个包箱 今天 第一样要参与拍卖的是50年的老杉生 产自长白杉 拿来送礼非常不错 拍卖师缓缓说道 底价十万 每次加价不得少于两万 二十万 二十二万 这一株野山餐拍卖出了七十万的价格 但年份没有过百年 并没有达到陈锋的需求 他需要的药材 至少要百年以上 唐一学醒过来 没有顾本培渊的丹药 必会伤其本源 所以顾本培渊的丹药 是必不可少的 百年份的药材越多越好 剩下的拍小环丹的药材 陈锋心中暗道 今天的药材种类还是很多的 年份不够的药材 陈锋直接忽略 闭目养神 直到百年野生人生出场时 他才缓缓睁开眸子 接下来要拍卖的是百年老杉生 起拍价一百万 每次加价不得少于十万 终于上主菜了 陈锋的嘴角露出一抹微笑 一百五十万 陈锋对面的一个包间开始加价 一百六十万 一百七十万 哼 谁敢跟我夏文抢 两百万 对面的包厢内 一道不屑的声音响起 夏大少出手又没戏了 陈锋旁边的几个包厢叹了口气 两百万第一次 还有没有加价的 两百万第二次 百年的老杉生啊 各位 拍卖师很是无奈 夏文直接暴露了身份 除非势力大的 不然哪个敢碰下架眉头 三百万 陈锋高声说道 这一批药材 只要是他看上的 便是志在必得 哪位朋友 给我夏文一个面子 给我夏家一个面子 夏文咬牙切齿 目露凶光 原本这一株百年的老杉生 他能够以两百万拍下的 毕竟 夏家的身份在这里 滚 陈锋冷哼一声 随后缓缓闭上眸子 唐家与夏家是死对头 而他上午又惹了夏文 已是不死不休的局面 自然不会将夏文的威胁 放在心上 三百万第一次 三百万第二次 三百万第三次 成交 拍卖师的脸上 露出一抹灿烂的笑容 拍卖出的价格越高 他们得到的提成才能越多 给我查一下 这个204包厢中的 到底是什么人 夏文怒摔杯子 脸色气得发白 206包厢中 你有没有觉得这声音 很像陈锋 唐国强皱了皱眉 他也没有刻意去寄包厢号 自然不知道 陈锋只跟他们相隔了两个包厢 李俊秋不屑 是有点像 但不会是他 几百万就算他工作 三百年都攒不下来 唐国强点了点头 心里却是有些困惑 声音确实很像是陈锋 下一样 百年合手屋 一定要拿下 女儿身体恢复 拍着胸脯说道 放心吧 这一次咱们带了三百万 一定会拿下的 这东西 每年都会有 虽然不多 却也没有稀缺到 斗到头破血流的地步 所以 三百万的价格 是非常有希望拿下的 各位 今天最后一样拍卖品 神冬价的一百五十年份 合手屋 起拍价 一百万 每次加价 不得少于十万 现在 拍卖开始 一百万 有人开始喊价 一百一十万 一百五十万 价格跟得很紧 这等天才地宝 每次出现都不易 尤其是家中有老人的 一片百年份的药材 能够让人多叙一口气 两百万 夏文再次开口 两百五十万 唐国强一看价格差不多 同样开始喊价 两百六十万 陈锋也开始出价 陈锋并不知道 其他包厢的人是谁 他也不在意 今天这些药材 他志在必得 就在这时 他的电话响了起来 你是不是在二百零四包厢 听到岳母的声音 陈锋应道 对 我在二百零四包厢 何首屋你立刻放弃 我现在在拍 听到没有 李俊秋几乎是吼着说道 他心中异常不爽 自己的女婿 竟然给自己抬价 这不是坑他吗 至于钱的事 他现在没心思盘问陈锋 陈锋微微一愣 他没想到唐国强夫妇 也在拍何首屋 妈 我能问一下 你们要拿这何首屋做什么吗 陈锋试探性的问道 这何首屋 是他用来炼丹 给唐一雪服用的 但是没想到 唐国强夫妇也在进台 这就有点尴尬了 哼 两天后 一雪就能苏醒了 这何首屋 自然是煲汤给一雪喝 李俊秋冷哼一声 陈锋一听就有些傻眼了 这可是天才地宝 就这样煲汤太浪费了 妈 这药材煲汤太浪费了 还是让给我吧 我要炼丹给一雪 陈锋苦笑着说道 神经病啊 你以为你是神仙啊 还炼丹 我让你放弃 你听到没有 李俊秋怒道 拿几百万的药材闹着玩 这不是暴舔天雾吗 妈 对不起 这何首屋我绝不让 我要炼丹给一雪 陈锋摇了摇头 坚定地说道 反了 你这个坠序 简直无法无天了 电话的另一头 传来评的一声闷响 陈锋耳边传来 手机沙沙的声音 第十八章 第十八章 我要炼丹 这个陈锋 大逆不道 反了 真的要反了 不仅是反了 这智商也是有问题 还搞迷信那一套 这小王八蛋 跟我们竞拍 他要干嘛 炼丹还要给我们的女儿服下 李俊秋气得浑身发抖 胸口剧烈起伏 地面上是被他怒摔的手机 手机已经变成了两半 旁边都是手机碎片 唐国强脸色也是 有些苍白 一脸怒意 这混账小子 真要炼丹 我还能骗你不成 这上门女婿 我不要了 你让他滚出去 李俊秋郁闷的快要吐血 二百零四包箱 已经出价到三百万 还有没有更高价的 拍卖师脸上 挂着幸福的笑容 今天的最后一样了 这可是神冬家的野生 一百五十年份啊 百年难得一遇啊 拍卖师又开始了 哄抬价格 他呀 愣着干什么 今天这盒手屋必须拿下 我这里还有五十万 李俊秋将银针卡拿出 往桌子上重重一拍 唐国强点了点头 一咬牙 三百五十万 很好 三百五十万 还有没有更高价的 拍卖师高兴坏了 另一边的陈锋 却是有些郁闷 他也不想跟唐国强夫妇竞争 与其让他们将这些药材 拿来浪费 不如让他拿来炼丹 他也知道 陈锋叹了口气 四百万 就在此时 一直沉默的夏文再度开口 失去了百年山深 这盒手屋 他一定要得到 五百万 陈锋高声说道 五百五十万 我夏家的面子 你确定真的不给吗 夏文的脸色逐渐争明 这已是他全身的身家 抱歉 今天 这一株盒手屋 我要定了 陈锋冷笑一声 再次开口 六百万 天啊 六百万 二百零四包厢的人 到底是哪一家的大少 一下子掏出六百万 不知道 神仙打架 我们还是躲远一点吧 不惧怕夏家的狠人 两边都不好惹 其他包厢的人 一脸的羡慕 唐国强夫妇 却是脸色无比的难看 若陈锋是个正常人 他们心里反倒为陈锋高兴 毕竟 作为唐家的上门女婿 他们开口 陈锋自然只能乖乖地 将药材让出来 偏偏 这陈锋失心疯 一般要炼丹 还要给唐一雪服下 这货绝对脑子不正常 二人对视一眼 心中满是无奈与愤怒 让专家提前 绝不能让女儿吃什么丹药 李俊秋冷哼一声 唐国强点了点头 他可不敢 让唐一雪 吃陈锋炼的丹药 六百万第一次 六百万第二次 六百万第三次 成交 恭喜204包厢的这位朋友 获得了我们 150年份的合手屋 陈锋心里松了口气 今天 他的任务算是完成了 就在此时 他的手机再度响起 响起来的 却是一个陌生的电话 陈锋 你三番两次跟老子作对 别忘了 你只是一个上门女婿 电话另一头 夏文咬牙切齿地说道 你能把我咋地 夏大哨 陈锋淡淡一笑 说完直接挂了电话 很快 拍卖行的人 将他拍卖的药材送了过来 两个很是精美的盒子 其中躺着两株药材 陈锋鉴定了一下 这老山生百年 勉强够百年 但合手屋的年份 最多140年 这拍卖师 也是将年份略夸大了一些 今天将岳父岳母 给得罪惨了 这才是陈锋最头疼的问题 等我丹药练出来 你们会理解的 陈锋叹了口气 转身离开了包厢 与此同时 唐国强夫妇 在拍卖会结束之前 带着郁闷的心情 草草离开了药楼 大师那边怎么说 这个上门女婿 要不要踢了 李俊秋轻声问道 唐国强摇了摇头 他说 至少等女儿清醒之后再说 而且 我们家现在时运不济 多生事端 只怕运势更差 这两株药材 我绝不可能让他拿来练丹 李俊秋眸子 闪过一抹坚定之色 后天 便是专家会诊之日 为了尽快将丹药炼制出来 陈锋直接将剩下的一百万 砸在药楼 买了剩下的材料 一千万 全部花完 只剩下身上最后几十现金 小环丹 雇本培员丹 材料已齐 明早之前应该能炼制出来 陈锋心里松了口气 距离专家会诊 还有两天的时间 陈锋担心 这些专家 医生会像上次一样 再度乱来 便直接打了车回到唐家 他打算用真气 护住唐一雪的五脏与脑部 这两个地方最重要 刚到门口 陈锋便被老杨给拦了下来 你这是干什么 陈锋有些郁闷 同时心里有些不爽 怎么说他也是唐家的姑爷 而老杨不过是一个管家 难道他连唐家的大门 都不能进了 老爷跟夫人 让你在这里等着 不能让你进去 免得你对一雪使坏 老杨轻声说道 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是一雪的丈夫 陈锋握紧拳头 毛子瞬间冷了下来 好歹他也是这个家的一员 难道连门都不能进 老杨摇了摇头 我不能放你进去 陈锋深吸了口气 看了老杨一眼 让开 否则别怪我不客气了 不客气 我倒要看你怎么个不客气法 有本事 你对我不客气 就在这里 一道沙哑的声音响起 李俊秋脸色阴沉的吓人 妈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只是想去看望一下一雪 陈锋无奈的说道 他可是唐一雪的丈夫 守候在他的身边 不是天经地义的吗 你还知道你是他的丈夫 我还以为你忘了呢 你说 你要拍卖药材干什么 炼丹 简直是荒谬 李俊秋恨铁不成钢的看着陈锋 目光之中满是怨恨 炼丹 老杨愣了一下 还以为自己听错了 姑爷 我看你真的应该去看一下精神科了 还炼丹 你想进去也不是不行 只要你答应我做一件事 李俊秋脸色逐渐平静 他的目的只是药材 而不是真的要将陈锋给击走 毕竟陈锋冲喜的目的还没有达到 唐家的运势还没有转过来 妈 你说 只要我能够办到的 我一定会办到 陈锋认真的说道 对于唐一雪的父母 他的心里也是十分的尊重 只是他们并不信任自己 将你手上的药材交给我 我不仅让你进去 到时候会诊的时候 我也会让你在场 李俊秋看到陈锋态度不错 脸色缓和不少 陈锋坚定地摇了摇头 这药材 我要炼丹 绝不可能交给你 妈 你们就相信我一次 只有我的丹药 能够将唐一雪就回来 我认识了一个高人 他会炼丹 陈锋无奈 只能撒了一个谎言 毕竟他只是一个高中毕业生 有些事听起来确实很疯狂 滚 我女儿绝不会吃你的丹药 你死了这条心吧 今天 谁敢让他进来 我打断他的狗腿 李俊秋怒声吼道 第十九章 第十九章怒 姑爷 你还是暂时先回老家一趟吧 你也甭再做什么炼丹的大梦了 我老杨活了大半辈子 还没有听说过 有人炼丹 老杨摇了摇头 眼神之中满是无奈 心中只是祈祷 唐家不会记恨他 毕竟陈锋是他找来的上门女婿 陈锋叹了口气 没有逗留 再次回到家中 一股温暖的熟悉的感觉 涌上心头 只有在这里 他的心里才能得到一丝温暖 哥 你回来了 陈琳兴奋地冲了过来 他抱着陈锋的手臂 不断地撒娇 目光之中满是依赖 陈锋揉了揉他的脑袋 宠溺地笑了笑 是啊 吃过饭了吗 给你留饭菜了 饭菜还热胡掌 快来 陈琳笑道 简单地吃过饭 叮嘱陈琳 自己可能要在房间里 待很长一段时间 让他不要打扰自己 随后 陈锋便进入到闭关状态当中 看着眼前的材料 陈锋深吸了口气 今天 只许成功 不许失败 他只有两份材料 最多允许失败一次 否则 炼丹便失败了 小桓丹 陈锋的房间外 拿着一本名著 静静地翻动着 凌晨时分 陈锋的房间里 传来一声叹息 陈锋的心揪成一团 他想要敲门进去 但想到陈锋的叮嘱 选择坚守在门外 就这样 陈锋陈锋陈锋熬了一夜 次日 陈锋顶着两只 熊猫眼走了出来 疲惫的脸上 能演兴奋之色 哥 吃早餐了 陈锋打了声招呼 打了个哈欠 看到妹妹 陈锋心中有些歉意 揉了揉陈锋的脑袋 偷偷给他身体 堵入一缕真气 我上去睡会 陈锋只感觉通体舒态 困意不断上冲 一雪 我来了 陈锋眸子闪过一抹白芒 眸子之中 满是兴奋之色 经过一夜的炼丹 第一次的失败之后 陈锋变得很谨慎 第二轮的炼丹 他没有再出现任何的失误 小桓丹 雇本培员丹 成了 唐家门前 顾眼 您今天怎么有空回来 老杨笑着打招呼 说着将陈锋往唐家椅 陈锋皱了皱眉 总感觉有些不太对劲 今天唐家人对他有些过分热情 我岳父 岳母他们呢 陈锋问道 老杨故作思考 一拍脑门 好像出去谈生意去了 你也知道 最近家里药局的生意不太好 陈锋点了点头 没有当回事 他现在只想将唐一雪就回来 顾眼 现在你不能去看一雪 他需要休息 老杨连忙将陈锋拦住 陈锋眉头紧锁 盯着老杨 凭着超强的势力 他还看到 暗处还有几名男子盯着他 你在盯我 是我岳母让你这么做的吧 陈锋嘴角露出一抹森色的笑容 眸子微微一眯 熟悉他的人都知道 他现在有些生气了 小姐需要休息 老杨摇了摇头 坚定地拦住陈锋 让开 陈锋沉声说道 老杨一招手 数个壮汗立刻围了过来 陈锋一看就是老面孔了 当时为了让他拜堂 这几个黑衣人下手太重 险些把他弄伤 滚 陈锋看也不看 大步往前走 拦住他 老杨大手一挥 心中暗自摇头 你只是一个上门女婿 一个弱小伙 怎么跟这些退伍的军人打 得罪了 四名壮汉立刻将陈锋围住 抓住他 不要让他过去 陈锋眉头一挑 一个横扫 直接踢了飞其中一名壮汉 其余三人见识 立刻扑杀过来 一人拳头砸向陈锋胸口 另一人则想从背后 将陈锋制服 陈锋一掌 推出震碎对方拳头 一个后撤步 反手扣住身后者人 一个连环踢踢出 直接将剩余三人踢倒 几人的脸上露出痛苦神情 看向陈锋的目光之中 露出恐惧之色 若不是手下留情 几人早已身受重伤 猛地推开房间 床上哪里还有唐一雪的身影 陈锋的脸色有些阴沉 唐国强夫妇 未免太步 将他荡一回事 怎么说他也是唐一雪的丈夫 他对唐一雪的爱 不比任何一个人少 摄像头的另一边 通过手机APP 李俊秋看到了镜头前的陈锋 这个傻子恐怕还不知道 我们已经将女儿搬走了 还傻乎乎的在房间里找 对女儿倒是蛮在乎 可惜就是脑子有问题 什么脸蛋 狗屁 李俊秋不屑 看着陈锋那张脸 慢慢放大 仿佛看猴子一般 突然镜头前 陈锋一拳砸向摄像头 手机镜头一黑 这个王八蛋 暴力狂 李俊秋心有余悉的抚摸着胸口 放心吧 他找不到这里的 老杨会拦住他的 而且老杨的嘴很严 唐国强摇了摇头 病房内无数名医齐聚 他们将陈锋避开 将唐一雪偷偷转到医院 今天只有一个目的 让唐一雪 苏醒 此时的陈锋心情很是糟糕 他的眸子通红 加上凌乱的头发 整个看上去像疯子一样 陈锋沉默 走出房间 老杨 给我滚过来 陈锋压抑着心中的滔天怒火 唐家这一招暗度陈仓 将他耍得团团转 更让他愤怒的是 唐国强夫妇 这是在拿唐一雪的生命开玩笑 老杨叹了口气 看向陈锋的目光之中 有些怜悯 顾燕 你又何必呢 小姐现在有很多医生看着 他在哪 我不能告诉你 他在哪 顾燕 你还是不要去打扰了吧 他 到底在哪 我真的 陈锋眸子闪过一抹杀意 一拳轰向老杨 恐怖的拳风擦破空气 发出轰的声音 拳头距离老杨的眼睛 只有不到一公分 实在太过可怕 像一头是人的猛兽 这一次 陈锋没有再说话 在江南市第一人民医院 陈锋猛地收回拳头 身形迅速窜出 他必须敢在所有人 动手之前抵达医院 否则 唐一雪危易 唐一雪体内 已没有他的真气护体 强行让其苏醒 他会变成一个植物人 他 想要一个完整的唐一雪 望着陈锋离去的背影 老杨一屁股跌坐在地 放大的瞳孔 才回溯正常 背后 已渗出一层冷汗 那种死亡的感觉 老杨感觉 这辈子不想再体验第二次 陈锋 他疯了 第二十章 第二十章情况危急 这个废物老杨 这么多人都拦不住陈锋 李俊秋挂了电话 脸上露出一抹烦躁之色 唐国强皱了皱眉 怎么回事啊 陈锋已经知道 我们在这里了 要坏事 李俊秋轻声说道 唐国强眸子微微一冷 今天谁敢对他女儿不利 那就是他的仇人 我去拦他 唐国强轻声说道 第一轮的救治已经开始 唐国强出了一大笔钱 才将人给请过来 还是拖了唐家的关系 否则以他唐国强的身份地位 根本无法请动神医 千万不要让他进来 李俊秋点了点头 目的死死的盯着病床上的唐一雪 病床前 为了数名专家医生 来到这里的都是最好的医生 做了无数个方案 江南市第一人民医院前 陈锋直接打车赶了过来 一路上没有停留半秒钟 没钱付车费 陈锋直接将自己的手机丢了过去 至少能卖个几十块钱 刚好抵车费 站住 唐国强沉声喝道 陈锋缓缓抬起头 脸色有些凝重 今天 他最大的敌人 不是唐一雪的病 而是他父母的偏见 爸 陈锋深吸了口气 往前走了两步 我是一雪的丈夫 我有资格再出现在病房 你们瞒着我把他送到这里 让我很愤怒 唐国强老脸一红 随后义正言辞地说道 那也是你自找的 你精神方面不是很稳定 试问我怎么放心 让你靠近我女儿 他第一次险些丧命的时候 试问 是不是我就回来的 陈锋沉声说道 若我真的想对他不利 我又何必等到今日 陈锋神情坦然 他的眼神很是清澈 唐国强皱了皱眉 并没有说话 请你务必相信我 我绝不会做任何伤害他 伤害唐家的事 陈锋向唐国强攻身 唐国强的目光 从未离开过陈锋的眼神 一个人的行为 可以欺骗一个人 但眼神不会 他有些犹豫 沉默半赏才开口说道 你可以进去 但是只能看着 不能做其他任何事 你明白我的意思 好 陈锋点头 只要唐一雪没有事 他自然也不会动手 病房内 专家开始商讨最终的方案 闲杂人等不能进入 护士说道 唐国强脸色有些尴尬 尤其是看到李俊秋 那杀人一般的目光 我是病人的丈夫 陈锋说完 大步进入病房之中 李俊秋狠狠地瞪了唐国强一眼 又用警告的目光 警告了陈锋一番 他毕竟是一雪的丈夫 唐国强干咳了两声 为了避开李俊秋 陈锋只好走到角落之中观察起来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 半个小时之后 遗气突然响起报警声 几名医生立刻有些手忙脚乱起来 心率异常 老电波异常 血压从125上升到180 初步判断是脑出血 各种遗气的报警声不断 陈锋站在一旁 心中无比的焦急 这些医生到底知不知道自己在干嘛 唐一雪的身体很虚弱 根本不可能承受这么大的外力 强势让其苏醒 只会适得其反 唐夫人 病人的情况很不乐观 最多只有半个小时的抢救时间 请你们签字 如果抢救失败 以后病人很可能一辈子无法苏醒 他会怎么样 一辈子成为植物人 永远躺在病床上 李俊秋只感觉脑海中轰的一声 有什么东西炸开了一般 正正地看着病床上的女儿 老唐 唐国强轻轻地拍打着李俊秋的背 颤抖的双手接过鞋意 在上边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龙神医道 就在此时 一道激动的声音响起 李俊秋立刻激动起来 跑到老者面前 龙神医 快救救我女儿 龙神医是一位七十左右的老者 头发花白 但却给人一种精神抖擞的感觉 无妨 我先看看 龙神医压了压手 目光之中露出一抹自信之色 龙神医 龙神医好 几名专家一脸尊重 在场的人 无人不知龙神医的大名 这龙神医 无数次将病人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 他一来我这心里就有底了 李俊秋心里松了口气 唐国强点了点头 这位龙神医 有很多针的气球一样 只要内部出点意外 气球就会爆 龙神医走到病人面前 开始查看病人情况 再结合病人的病例 脸上的笑容更强 放心吧 我出手 必定还你们一个完整的家人 龙神医自信满满 说吧 龙神医掏出一盒银针 捏着第一根银针 往唐一雪的眉心一炸 他的动作很快 在场的人 几乎都没有反应过来 所有人看到龙神医出手 心中大定 陈锋却是心惊肉跳 唐一雪脑出血 这一针下去 很可能会引起内脏出血 这不是 再要唐一雪的病吗 住手 陈锋大惊 大步跨了出去 动作太大 他口袋中的小盒子掉了出来 两枚漆黑的药丸掉了出来 唐国强瞳孔猛地睁大 张大了嘴巴半天说不出话来 这家伙 真的拿几百万的药材练丹了 王八蛋 你还真想 让我女儿吃你练的丹药啊 造孽啊 李俊秋气急败坏 冲过去就要捡起丹药 陈锋一看李俊秋冲了过来 声他抢丹药 大手一推 直接将李俊秋推开 这丹药 是唐一雪能否苏醒的关键 不容有失 反了 陈锋 你只是我唐家的上门女婿 还想谋害我不成 李俊秋被陈锋推倒在地 这是他第二次被陈锋推倒了 上一次是在唐一雪的房间之中 对不起 妈 这丹药能救一雪的命 陈锋歉意地看着李俊秋 唐家的人始终不相信他 毕竟他的行为太过惊世害俗 还在试针的龙神医 看得直摇头 捏起第二根银针 就要往病人的太阳穴位置扎下去 住手 你再扎下去 会要了他的命 陈锋沉声说道 龙神医看着陈锋 先是拿出丹药 又是对他指手画脚 心中早已不满 你这黄头小儿 我不知救了多少人命 论不到你在这里大放厥词 最多还有四针 我便能把人救回事 龙神医冷哼一声 看向陈锋的目光满是不屑 第二次迅速扎下 快看 心电图恢复正常了 一名专家惊喜地说道 但 下一刻 心电图剧烈起伏 唐一雪突然喷出一口血 不好 病人脑出血 内脏出血 很可能活不过十分钟 第二十一章 第二十一章 起死回生 龙神医 到底怎么回事 为什么会突然变成这样 李俊秋脸色惨白 唐国强的脸色 也是异常难看 他的心中 却是做了最坏的打算 万一女儿真的出事 那李俊秋必定会受到极大的打击 很可能会病倒 龙神医先是皱了皱眉 随后搭了一下脉 脸上露出自信的笑容 放心吧 一切都在我的掌控之中 我用银针堵住他体内出血的血管 止住就可以了 李俊秋看到龙神医如此自信满满 也只能压下心头的担忧 堵不如书 你用银针堵住血管 他的血管会直接爆开 你这是让他死 陈锋陈生说道 他的脸色非常难看 心中无比的焦急 但李俊秋的目光 却是始终盯着他 唐家人根本不信任他 这位小友诗 龙神医眉头一挑 神情有些不悦 这里所有的专家当中 都没有人敢说话 偏偏你一个年轻人敢质疑 这是我的女婿 对医学很感兴趣 抱歉 打扰到龙神医你看病了 李俊秋狠狠地瞪了陈锋一眼 唐国强将陈锋拉到一旁 恨铁不成钢地看着他 你不是说进来不给我惹事吗 我这里已经够烦了 医学现在情况很糟糕 你就不要给我添堵了 爸 我也是为了医学好 陈锋苦笑 一旦用银针堵住血管 就像气球一样 充满水 到极限就会爆开的 陈锋用一个很形象的比喻 希望唐国强能够理解 人家神医不懂 就你懂最多 李俊秋甩了陈锋一个白眼 龙神医不好意思 小孩子不懂事 李俊秋歉意地看着龙神医 龙神医摇了摇头 不懈地看了陈锋一眼 年轻人喜欢医术是好事 看就好好看 不要指手画脚 你这是要害死他 明明病情很稳定 你们却是要强行将人唤醒 龙神医一无所知 若我将我就回来 你当如何 龙神医冷眼看着陈锋 这是他第一次 被一个年轻人如此质疑 一个救世的神医 被说成害人性命 简直是奇耻大辱 你的医术 不行 陈锋摇了摇头 若你就回来 我从医院跪着回家 你若失败又当如何 我若失败 以后你出现的地方 我绝不会出现 真的遇到 我向你恭恭敬敬行礼 龙神医被气笑了 好 陈锋眸子冷了下来 龙神医 病原情况危急 恐怕不行了 医院内一名专家 着急地喊道 这一声 直接将所有人的注意力 给拉了过去 龙神医 快救我女儿 李俊秋脸色白得吓人 眼神之中满是担忧 唐国强紧紧地搂着李俊秋 唐一雪出事 李俊秋可不能再出事 急什么 我心里有数 大大咧咧的 成何体统 龙神医冷哼一声 眼神之中满是不悦之色 龙神医缓缓走到唐一雪面前 扫了一眼遗气 皱了皱眉 内脏出血的情况 我已经控制下来了 现在是脑部大出血 我再扎两针就行了 龙神医轻声说道 说完掏出银针 不可 你这样搞 病人就算清醒过来 也会变成一个没有意识的植物人 陈锋沉声说道 闭嘴 没看到龙神医在治疗吗 李俊秋一把抓住陈锋的手 以他对陈锋的了解 这家伙一旦冲动起来 很可能会做出出格的行为 这样的事 陈锋没少干 又一针扎下 唐一雪的脑电波急剧波动 不好 老出血情况 没有得到阻止 专家一眼便看出情况的危急 龙神医的脸色也有些难看 看着手中的最后一根银针 迅速扎了下去 住手 陈锋正托李俊秋的手 必须要阻止这一针扎下去 但为时已晚 龙神医的最后一针 已经扎了下去 遗气的报警声不断 心电图 脑电波剧烈起伏 唐一雪不断的咳血 脸上的青筋凸起 看着眼前的一幕 陈锋心都在滴血 绝不可能 为什么会这样 按我的经验 肯定没问题 龙神医一脸迷茫 他的脸上满是痛苦之色 病人若是因他而死 他心中也会内疚 滚开 陈锋掏出小环丹 冲向唐一雪 这是丹药 怎么可能 怎么会有完整的丹药 龙神医的脸色无比震惊 这丹药他一眼便看出来 这是真的丹药 他也尝试过练丹 但没有一次是成功的 陈锋 你不要给我女儿吃那个东西 李俊秋气急 脸上的泪水 扑得落了下来 唐国强冲过去 想要阻止陈锋 但陈锋已经将 唐一雪的嘴给弄开 将小环丹给喂了下去 给我吐出来 唐国强想要将 唐一雪的嘴巴给撑开 将丹药给掏出来 陈锋的手 死死地拖着唐一雪的下巴 唐国强眼看没办法 用脚不停地踢着陈锋 希望他能将手给松开 你快给我松开啊 唐国强满脸绝望 爸你相信我 我绝不会伤害他的 陈锋咬牙 硬生生地挨了几脚 察觉到 丹药已经在 唐一雪的体内滑开 陈锋的手才慢慢地松开 没事了 一雪 陈锋的脸上 终于露出一抹笑容 李俊秋就是不知道 什么时候冲了过来 一巴掌戳在陈锋的脸上 你这王八蛋 敢给我女儿吃丹药 啪的一声脆响 直接将陈锋打回了现实 陈锋的目光变得冷漠 抬起头冷冷地 看了李俊秋一眼 快看 新电图恢复正常了 脑电波也恢复正常了 快给病人做个全面的体检 专家迅速开始忙碌起来 不过片刻的时候 他们得到了一个结论 唐一雪病情稳定了 而且通过脑电波 我们发现 他已经开始有了意识 很快就可以醒过来了 真的吗 李俊秋的脸上是 难掩的喜色 是的 恭喜您唐夫人 桂絮的丹药 实在是太神奇了 一名专家点了点头 另一边的龙神医 还处于一脸迷茫当中 他怎么也没有想到 自己的医术竟然会失败 而陈锋拿出的那一枚丹药 实在太让他震惊 我说了 我不明白 为什么一枚丹药 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功效 龙神医一脸苦闷 陈锋神情终于放松 脸上也有了一丝淡淡的笑容 我认说 龙神医重重地向陈锋攻身行礼 第二十二章 第二十二章啊 流氓 房间内 唐国强夫妇二人的脸上 终于露出笑容 女儿终于醒了 两年了 整整两年 唐一雪只能像一个植物人一样 躺在病床上 如今终于醒了 只是 看向陈锋的目光之时 二人的目光有些复杂 若没有陈锋拿出的丹药 唐一雪也不可能活过来 但 让他们感激陈锋 做不到 一直注视着病人的龙神医 皱了皱眉 看向陈锋的目光之中 有些犹豫 陈锋确定唐一雪没事 转身便走出病房 陈锋小兄弟 不知道你这丹药 是从哪里来的 我想购买几枚 你放心 价钱不是问题 对于我们这种人来说 钱只是外物 龙国元眼神之中充满热切 作为一名医生 若是他有几枚这样的丹药 遇到重大危险时 绝对是病人 一道生命的保障 丹药 尘封眉头微微一挑 脸上露出一抹苦笑 这丹药 是我从一位前辈那里得来的 但是 那位前辈现在应该也没有了 若是有机会 下次我再替 龙神医向前辈讨要几枚 这丹药 如此逆天 连半只脚都踏到地府的人 都能拉回来 若是拿出去拍卖 恐怕会让那些富豪疯狂 匹肤无罪 怀必有罪 若是让别有用心的人知道 他会炼丹 恐怕他会被关起来 专门炼丹 这样啊 龙国元有些失望 这样逆天的丹药 能够见识过一次 已是一辈子的幸运 又岂敢奢望能有几枚 今天我很有把握 将病人救回来的 只是没想到 后生可畏啊 不管你是用什么手段 输了就是输了 龙国元也是一脸坦然 活了一辈子 虽然很看重名声 再事实就是事实 龙神医客气了 小子也是运气好 得到了高人赏赐的丹药 陈峰微微一笑 他绝不会说 这丹药是自己炼制的 那只会给自己自找麻烦 总之龙国元大有深意地 看着陈峰 轻声说道 你能够拿出这样的丹药第一次 下次一样可以 拿出这样的丹药 今天的事 我会烂在肚子里 也会让医院这边封口 陈峰脸上露出一抹感激的笑容 多谢龙神医 这龙国元 能够不计前嫌帮自己 人品十分不错 只是 我有一事不明 以我的医术 我有很大的把握 将病人救回来 今天的失败 让老夫一难平啊 若非你 只怕我一辈子名声就没了 龙国元感叹一声 目光之中满是痛楚 龙老医术高明 只是 你忽略了一个点 唐医学已经躺在病床上两年 他的身体很虚弱 你将他当成正常人一样 来治疗 自然不行 陈峰微微一笑 龙国元眸子 闪过一抹亮光 一拍脑门 若是下次还有丹药 千万给我留一枚 价钱不是问题 这是我名片 后会有期 龙国元抱了抱拳 龙神医走了 唐国强一脸喜色 走出病房 医生的检查结果 很让他满意 唐医学最多一个星期 就可以醒过来了 而且 没有任何的后患症 陈峰点了点头 给你丹药的那个前辈在哪 我想请他吃个饭 然后报答一下他 唐国强想了一下 轻声说道 陈峰嘴角抽了抽 都怪自己当时嘴欠 告诉唐国强夫妇 自己认识一个高人 可以练丹 现在 唐国强见识到了丹药的威力 所以 起了想要结实的心思 有问题吗 唐国强皱了皱眉 不是 陈峰连忙回答 故作为难地说道 那位前辈四海为家 上次给了我丹药之后 就再也没有再看到过他了 那他的手机呢 把手机号给我吧 唐国强继续说道 那位高人来无影 去无踪 他说自由自在习惯了 不会让其他事干扰他 陈峰苦笑一声 叹了口气 这样 那真是可惜了 唐国强有些可惜 不过 也正是陈峰的这一番描述 唐国强更加确定了 这位前辈的存在 也只有这样的前辈 才能练出真正的丹药 那你上次行的针 也是那位高人教你的 唐国强再次问道 陈峰老老实实点头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确实也算 传承 不就是那位高人吗 那指人 高人给的 唐国强点了点头 让陈峰进入病房 照看唐一雪 两分钟后 李俊秋走了过来 问清楚了 李俊秋问道 清楚了 唐国强点了点头 苦笑一声 原本是认识的高人 指人 医术丹药 都是高人授语 那他医术比龙伯元还要厉害 李俊秋看了一眼病房中的陈峰 那都是误打误撞 如今 那位高人已经走了 望续成龙 唐国强苦笑 作为唐家的前核心成员 他也接触过不少的秘密 一些强大的高人 确实医术高明 会练丹 甚至武艺高强 以一挡摆 哼 我就知道 真有那么厉害 还会上门 李俊秋谋子之中满是不屑 对于陈峰的误打误撞 他也没有当一回事 他有所怀疑 凭着第六感觉的陈峰有问题 所以才会让唐国强来询问 但 事实已经摆在眼前 陈峰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废物 房间中 陈峰不知道 唐国强夫妇 此时正在讨论他 也不知道 他在二人心中的形象 从高处跌到低谷 很快就能醒来了 陈峰握着唐一雪温暖的手 将顾本裴员丹 放到唐一雪的口中 一夜的炼丹 加上今天的情绪起伏过大 他心神疲惫 竟趴在唐一雪的旁边睡了过去 病床上 这个年纪不过二十的女子 眼睛动了动 美丽的眸子之中 满是迷茫 唐一雪缓缓睁开眼睛 一股巨大的疲惫绝袭来 但同时 他又感觉身体热乎乎的 好像有用不玩的力量 好像 睡了一个很长很长的觉 做了一个 怎么也不会醒来的梦 迷茫的眼睛 在病房的天花板 四周扫来扫去 随后 他的目光落在了一个男子的身上 男子一只手 死死地抓着他的手 他好像睡着了 脸上还挂着淡淡的笑容 睡梦中的陈峰 本能动了动手指 他感觉自己又饿又困 想要找什么东西吃 睡梦中 他下意识地捏着唐一雪的手 好像大鸡腿 他轻轻地往手上一摇 啊 流氓 第二十三章 第二十三章 唐一雪 啪的一声清脆声响 直接将陈峰从睡梦中打醒 陈峰先是有些愤怒 随后看到已经清醒过来的唐一雪之时 只剩下了傻笑 你醒了 这一刻 陈峰竟有些不好意思 时隔两年 对于当年的事 唐一雪是否会原谅他 救命啊 快来人啊 唐一雪却是看都没有看陈峰 直接喊起了救命 跑到床的另一头 拿起枕头 一脸警惕地看着陈峰 你这个臭流氓 赶紧给我走开 唐一雪有些慌张 他为什么会在这个病房当中 周围的一切 他都觉得很是陌生 尤其是眼前的男人 不仅在他睡着的时候 抓着他的手 更可恶的是 还把手往在他的胸口上 最最过分的是 他还 我是陈峰啊 你还在生我的气吗 陈峰有些紧张 连忙向唐一雪走了过去 他想要解释 解释两年前的事 你不要过来啊 唐一雪挥舞着枕头 臭流氓 你给我走开 不过几分钟的时间 听到病房内吵闹的护士 立刻赶了过来 怎么了 怎么了 哪里有流氓 几名护士拿着扫把冲了进来 陈峰一脸无辜 他也是一脸费解 不明白唐一雪这是怎么回事 难道这是在报复他 就是他 不仅抓我的手 还摸我的胸口 唐一雪指着陈峰的脸 一脸愤慨 几名护士面面相去 这对小年轻夫妻 这是在玩哪一出 既然醒了 等一会 医生给你做个全面的检查 没问题的话 那你就跟你老公回家吧 一名较有经验的护士说道 如今的唐一雪 看生龙活虎 逼的唐一雪 陈峰有些尴尬 看着唐一雪 轻声问道 你这是在报复我 你神经病啊 我都不认识你 报复你干嘛 倒是你 偷偷跑到这里 还吃我的豆腐 一会就报警抓你 唐一雪恶狠狠地说道 目光之中满是戒备 警察叔叔是不会抓我的 反而会让我跟你好好生活 陈峰淡淡一笑 为什么 唐一雪皱了皱眉 你没听到护士说吗 我是你老公 陈峰脸上露出一抹坏笑 呸 我唐一雪 鲜花怎么可能插在牛粪上 唐一雪一脸不屑 虽然不知道 为什么自己穿着病服 有可能他刚生了一场大病 然后这个家伙 跑过来 想要趁机对他不轨 有牛粪的话 鲜花会长得更好 牛粪是棒的鸡肥 陈峰想了一下 轻声说道 呸 唐一雪催了一口 片刻之后 一名医生走了进来 唐一雪 医生拿出病例看了一下 是我 唐一雪连忙指着自己 医生 我怎么会在这里 我爸我妈呢 哦 你生病了 最近一段时间 一直都是你老公在照顾你 医生随口说道 看着病例 眼神之中露出一抹惊讶之色 奇迹啊 你的恢复太快了吧 医生有些感慨 随后让唐一雪 做了一个全面的体检 检查结果 让所有人大吃一惊 唐一雪的身体现在被棒 身体素质非常好 病人家属 麻烦你过来一下 医生向陈峰招了招手 根据病人的情况上来看 病人的头部应该受过重创 伤害到了脑组织 从目前的表现上来看 病人很应该是失忆了 失忆 陈峰脱口而出 随后沉默了下来 没错 从受损程度上来看 初步判断只是短期失忆 加上他可能有些心病 所以要恢复的话 比较困难 所以一辈子失忆了 是吗 陈峰抬起头 毛子微微有些发红 不一定 或许有一天他会自己想起来 医生摇了摇头 让陈峰牵了子便离去了 病房内 唐一雪拿着镜子 一脸迷茫 又没有穿越 我还是我 为什么我会结婚了 脸上挤出一抹笑容 我不认识你 不可能跟你走 接电话给我一下 唐一雪摇了摇头 陈峰耸了耸肩 将电话递了过去 走到医院的吸烟区 心情烦闷的他 想抽支烟 摸了摸口袋 才发现 自己已经很久没有抽烟了 口袋中哪里有烟 出租车上 两个人是长久的沉默 唐一雪时不时看看自己 时不时又看看陈峰 也不知在想些什么 唐国强夫妇二人 早已站在门口等候 看到出租驶来 两个人拉着手 脸上满是激动 一雪 唐国强脸上抹了抹眼角 吸了吸鼻子 至于李俊秋早已哭了出来 两人只是死死地抱着唐一雪 仿佛只要一松手 女儿就没了 没有打扰三人的团聚 陈峰很是自觉地 回到唐家的厨房当中 厨房中 他想要帮忙 但是唐家专门请了阿姨做饭 根本不用他帮忙 姑爷回来了 一雪回来了吗 老杨的脸上也是挂着期待的笑容 陈峰点了点头 脸色有些凝重 我有些话要问你 唐家的一脚院落之中 只有陈峰与老杨两个人 出院之前 医生了一次全面的体检 说她的脑部受到重疮 怎么回事 陈峰的毛子渐渐冷了下来 若是人为上刀山下火海 她必定要为唐一雪讨公道 这件事 我想姑爷你应该最清楚 老爷 夫人他们并不知道 你跟一雪的恋爱关系 但我知道 一雪不让我说 只是我没想到 失恋竟会让她想不开 五层楼啊 姑爷 你说 他从楼上看下来的时候 心情是怎么样的 老杨的话 犹如一道惊天霹雳一般 披进陈峰的脑中 他 为什么这么傻 陈峰的心堵得慌 一个穷小子 一个是富家女 他还是个郭儿 根本不可能的是 为了他 陈峰提出了分手 只是 没想到唐一雪会如此拒绝 或许是命吧 在唐家招人上门的时候 我看到了你 冥冥之中自有天意吧 老杨有些感慨 偏偏陈峰的八字最合 同样 陈峰来了之后 唐一雪奇迹般的醒了过来 一切 仿佛命众早已安排好 陈峰有些失神 走往大厅 我不可能嫁给他 我才二十岁 我要离婚 第二十四章 第二十四章 我要离婚 为什么 我才二十岁 你们就要给我结婚 唐一雪一脸愤怒 唐国强苦涩一笑 眸子之中 露出一抹沉重之色 没办法 为了给你充血 只有陈峰的八字 是跟你最合的 听到父亲的话 唐一雪一脸肺减 生病不是应该看医生吗 人品怎么样 你们又了解过吗 你们的眼光 也太差了吧 我一定要离婚 我才二十岁 不想莫名其妙 就多了个老公 唐一雪已经无语了 连人品都不清楚的家伙 就敢招上门 一想到病房之内 陈峰的流氓行为 他就气得牙痒痒 恨不得暴打他一顿 爸 妈 一雪 站在门口听了很久 陈峰叹了口气 走到大厅内 哼臭流氓 唐一雪看到陈峰一脸厌恶 跟徐家订单的事 我打算交给一雪来处理 你把资料交给他吧 唐国强轻声说道 对于陈峰 他已经不抱任何希望了 三天之后 就是你王一的生日 到时候 我们要去拜访一下 你跟一雪已经澄清 算是一户 你们也准备一份礼物吧 唐国强再次说道 我可不敢让他去 上次王夫人好心买了张福 他倒好 还诅咒人家印堂发黑 真是白眼狼 李俊秋冷冷地扫了陈峰一眼 眼神之中满是厌恶 上次跟红林寒不花散 还被他数落了一番 偏偏错的是陈峰 他作为陈峰的岳母 哪里敢反驳半分 这让他非常郁闷 什么福 唐一雪问道 他只感觉 这段时间发生了太多事 他竟有些听不懂这些对话 李俊秋将陈峰卖服的事情 讲了出来 说陈峰 是如何怎么骗了 红林寒的一万块钱 陈峰皱了皱眉 他的福可是货真价实的 被李俊秋这么一说 心里很不适滋味 感情还是个江湖骗子 我算是了解了 唐一雪脸都黑了 徐家订单的事 你不用管了 我自己处理吧 唐一雪说完 转身便走 他现在一刻也不想见到 自己名义上的丈夫 没有一份稳定的工作 也就罢了 还是个江湖骗子 一雪订单的事我可以解决 还有卖服的事 不是你想的那样 陈峰跟在唐一雪的身后 轻声解释道 你该不是想告诉我 你的福是真的 我的命也是你救的 还有你很厉害 一句话就能将 徐家的订单给拿下来 你想说的 不会是这些吧 唐一雪猛地转过头 陈生说道 通过简单的了解 他已经对陈峰 有了一个初步印象 陈峰就是一个江湖骗子 而且是个不要脸的骗子 这陈峰迟疑了一下 不过还是点了点头 是的 骗子 流氓 我呸 唐一雪转过头 催了陈峰一口 猛地降门一摔 陈峰一手抓住门 他可以一掌降门给弹开 又怕伤到唐一雪 只能用手放在门上 松手 唐一雪脸色一寒 看陈峰摇头 猛地摔门 手指被门夹住 陈峰倒吸一口凉气 以后这是我的房间 你不能进 还有 我跟你是不可能的 我一定要跟你离婚 唐一雪的声音 从房间内传来 门已经被他给反锁上 陈峰一脸苦笑 长叹一声 没想到 这种狗血的失忆剧情 有一天也会出现在他的面前 这让他很是无奈 哥 我在豪胜KTV 你能不能来接我一下 正当陈峰头疼的时候 刚买的二手手机铃声响起 是妹妹陈琳的来电 没事吧 陈峰眉头微微一皱 陈峰按理说 不会去那样的地方 而且豪胜KTV 可是全是消费最高的KTV之一 以陈峰节约的性格 不可能主动去这样的地方 臭婊子 敢打电话 反了你了 电话的另一头 传来一声暴怒声 随后是嘟嘟的盲音 陈峰脸色一沉 眸子闪过一抹寒芒 豪胜KTV 陈峰你干什么 打电话求救 你这是在害我们 就是 你赶紧给龙哥赔罪 几名女生 对着陈峰指指点点 陈峰的脸上一脸茫然 他们不是一起来的吗 不是好同学吗 为什么突然都来为难自己 我不会喝酒 看着递过来的酒 陈峰连忙摆手 他有些慌乱 时不时用余光 看着那名叫龙哥的男子 看到对方恶狠狠的盯着他 他心里更紧张了 喝一杯嘛 龙哥的面子你都不给 一名女同学 有些生气的说道 陈峰却是没有理他 开始拾起地面上的手机碎片 这可是他哥攒钱给他买的 虽然手机不是很好 他很珍惜 我想先走了 我手机坏了 我要修一下手机 他找了一个很别角的理由 想要脱身 你敢走一个试试 我把你们所有人的腿打断 那名叫龙哥的男子 嘴角露出一抹残忍的笑容 身后两名拿着钢管的男子 轻轻地挥舞着手中的钢管 陈峰你想把大家都害死吗 你走出去 龙哥会放过我们吗 柳安安扯住陈峰的头发 高声说道 另外几名女子 也是有些慌乱起来 谁也不想受伤 柳安安 你跟他们是一伙的 我看到他给你钱了 角落中 有一名很羞涩的女子 指着柳安安说道 原本扯着陈峰的柳安安愣了愣 随即脸上露出一抹不屑之色 是又怎样 放心吧 龙哥会好好疼你们的 被揭穿之后 柳安安反而肆无忌惮起来 龙哥 这一批货色 应该很不错吧 我敢保证 都是处 柳安安依靠在龙哥的怀中撒娇道 龙哥狠狠地在柳安安的风臀上 掐了一把 点了点头 不错不错 我想 豪哥他们一定会很喜欢的 柳安安 你怎么能害自己的同学 陈琳脸色惨白 接下来的下场会是怎样 他心里能猜到一些 这些人都是混社会的 自然不是单纯地想要请他们 请犯唱歌 对不起 陈琳 实在是龙哥给的太多了 我跟你不一样 我考不上大学 得为自己前途考虑 柳安安理所当然地说道 同学一场 你们就当帮帮我了 就一张处女模而已 跟谁睡不是睡 柳安安说完 退出包厢 姿色真不错 学生妹就是学生妹 难怪豪哥他们这么喜欢 龙哥黑黑一笑 将陈琳一手抓了过来 啊 不要 你不要碰我 我报警了 陈琳下的脸色发白 脑海一片空白 你再敢动他一下试试 第二十五章 第二十五章 酒瓶砸头 瓶 得一声闷响 直接将所有人吓了一跳 KTV包厢的门 直接被踢歪 这一脚 陈锋用上了五成的力 哥 陈琳眼中的惊恐 瞬间消失 瞬间变成了惊喜 呦 原来是你的妹妹啊 你这妹子真嫩 你要是不想她有事 现在乖乖给我滚出去 把门带上 龙哥黑黑一笑 毛子闪过一抹狠毒之色 这个突然出现的年轻人 看上去瘦瘦弱弱的 一拳孤唧就倒了 是吗 陈锋毛子闪过一抹寒芒 慢慢走向陈琳 要出去也行 人我得带走 凭你也配 跟我黑龙谈条件 黑龙一脸不屑 在他身后 两名拿着钢管的男子 向陈锋走了过来 我数到三 滚出去 黑龙说吧 开始竖起了手指 哥 对不起 陈锋毛子通红 眼神之中满是恐惧 他不敢想象 陈锋跟这些人 做对的下场会是怎样 他们只是普通人 根本不可能 斗得过这些恶人 陈锋 不用担心 我已经打电话给我爸了 他马上过来 那名羞涩的女孩 轻声说道 他的脸上满是骄傲之色 陈锋随意地点了点头 他目前的心神 都在哥哥的身上 根本没有听同学在说什么 你爸 你爸来了也不管用 黑龙的眼中 闪过一抹不屑之色 一 二 黑龙立刻开始数数 目光冰冷地盯着陈锋 三 陈锋淡淡一笑 我帮你数了 你找死 黑龙毛子闪过一抹寒芒 这个年轻人 这不是在打他的脸吗 身后 两名拿着钢管的男子 挥舞着钢管 向陈锋的脑袋砸了下来 几名刚毕业的高中生 吓得缩在角落之中 陈锋下的花容失色 但还是死死地 抱着陈锋的手臂 陈锋冷哼一声 迅速抓住钢管 挡住另一人的攻击 一个连环踢踢向二人 两人发出一场惨叫 倒在地面上痛苦的声音 黑龙皱了皱眉 脸上没有丝毫的惊慌 这里是他的主场 没有惧怕的理由 这里是豪哥的地盘 我确定还是乖乖跪下 等着豪哥的发落吧 黑龙冷冷说道 陈锋轻轻拍了拍 还在发抖的陈锋 扫了黑龙一眼 他刚才是哪只手碰你 算了 两只手都废了 陈锋摇了摇头 毛子闪过一抹寒芒 不等陈锋回应 他已经开始行动 废我 你敢 黑龙脸色冷笑一声 从口袋中掏出一把匕首 陈锋不屑 下一刻 他的身影出现在黑龙的面前 操起桌上的一个酒瓶 在黑龙匕首刺过来的瞬间 酒瓶已经砸在了黑龙的脑袋上 瓶 的一声闷响 直接将黑龙的脑袋开花 妈的 老子弄死你 黑龙脸色猙獰 拿着匕首向陈锋刺了过去 陈锋反手扣住黑龙的手 另一只手夺过黑龙手中的匕首 将黑龙的手按在桌面上 匕首迅速划过一道刀芒 没入黑龙的手中 陈锋猛地将刀抽回 将黑龙的另一只手按在桌上 又是一刀扎下 匕首像是钉子一样 将黑龙的手钉在桌子上 鲜血从桌子上滴到地面上 王八蛋 我是豪哥的人 你死定了 黑龙惨叫 脸色又惊又怒 豪哥 是张士豪 完了 他可是江南市地下 最恐怖的存在之一 不用怕 一会儿我跌来了 张士豪会给我跌几分面子的 角落之中 几名女子一脸的恐惧 唯有那名羞涩的女孩 脸上一脸骄傲 听到几人的对话 陈锋点了点头 既然这名女孩能够解决 他也不介意少点麻烦 哥 你把他伤了 他会不会报复咱 陈锋有些被吓到了 尤其是陈锋动手的时候 果断很辣 眼神之中 没有一丝的人情味 那种感觉 让他有些害怕 他感觉陈锋变得有些陌生 放心吧 有哥在 不会有事的 陈锋微微一笑 轻轻地揉了揉陈锋的脑袋 放心吧 陈锋 不会有事的 我爸可是上市公司的老总 很多人都会给他面子的 沈小新自信满满地说道 真的 那真是太好了 几名女生顿时松了口气 谢谢你 沈小新 陈锋感激地说道 对不起 哥 是我连累了你 陈锋毛子有些发酸 心中自责不已 如果不是他 参加同学聚会 也不会闹出这种事 陈锋微微一笑 轻轻地拍了拍陈锋的肩 以后别说这种傻话 我是你哥 陈锋点了点头 只感觉鼻子有些发酸 我们还是快走吧 由于担心黑龙的报复 陈锋提议马上离开 他的担心不无道理 伤害黑龙的人是他哥 黑龙要报复的话 首选对象肯定也是陈锋 其他女生自然没有任何的意见 他们可巴不得早点离开 走 现在想逃 你们走得了吗 一道阴沉 一跳淡淡一笑 并没有将眼前的人当一回事 哥 怎么办 陈锋拿出自己的手机 想要报警 但手机已坏 一脸苦恼 看到陈锋的手机坏了 陈锋眉头皱得更紧了 谁说我们要走了 至少你们的赔偿没有给值钱 我们是不会走的 陈锋轻声说道 他的心中已经有些怒意 这手机虽然不值钱 但那也是他的血汗钱 尤其是看到陈锋一脸可惜的模样 让他很是愤怒 赔偿 什么赔偿 黑龙被气笑了 你把我妹的手机弄坏了 陈锋指了指陈锋手中的坏手机 损坏他人的财产 你们当然要赔偿 其他的女生早就被吓傻了 哪里还敢说话 全程躲在陈锋的身后 毕竟陈锋是唯一的男性 在黑龙等人进来清场的时候 同班的男生早就跑完了 赔偿 黑龙一脸怪异 这家伙不会看到他们 这么多人吓傻了吧 现在是你们要对我进行赔偿 你动了我 还想要将些学生带走 那不行 黑龙一脸不屑 请吧 龙哥有请 黑龙做出一个请的手势 脸上依然是嚣张的样子 陈锋刚想要开口 身后的沈小新已经抢先开口 走就走 我爸已经到门口了 爸看看他们 还敢使什么下三难的手段 我爸可是黑白通吃 他可是跟市局局长一起吃过饭 提到父亲 沈小新的脸上更加自信 在所有人当中 只有家事 是唯一能给他带来自信的东西 比成绩 他比不过其他人 但比家事 他是所有同学当中 家事最好的 KTV最豪华的包厢之内 陈锋等人 刚踏入包厢之中 沈小新的父亲 沈浪三后脚 便踏了进来 谁敢动我沈浪三的女儿 找死不成 沈浪三 你睁开你的狗眼 看清楚 你在跟谁说话 包厢内 一名气场极强的 中年男子喝道 第26章 第26章彩脸 老子管你是谁 敢欺负我的女儿 阎王爷来了 老子也不怕 妈的 老子平时舍不得打 舍不得骂 你想动 也不掂量掂量 沈浪三沉声骂道 他只感觉自己 现在特别爽 试问谁不想装逼 尤其是在女儿的面前 女儿有面子 他也有面子 沈浪三 你的女儿 我今天还非动不可 张士豪冷冷地说道 听到有人直呼自己名字 沈浪三浑身打了一个机灵 猛地看向张士豪 豪 豪哥 怎么会是你 沈浪三双腿发软 直接软倒在地 眼神之中满是恐惧 他刚才装逼的时候 根本没有看对方是谁 毕竟江南市的大佬 就那么几个 他不可能那么倒霉 没想到 竟然碰上了最凶狠的张士豪 你的女儿 今晚陪我睡了 你有意见吗 张士豪冷冷说道 豪哥 求放过 我女儿还小 他才十八岁啊 沈浪三脸色发白 哪里还有才来时的嚣张 他沈浪三给张士豪提鞋都不配 爸 你别求他 不行你就给局长打电话 我就不信他一个恶人 不怕张局长 沈小新也有些呆住了 难道再厉害 还能有市局部分厉害 闭嘴 沈浪三猛地坐地面上站起 抽了沈小新一个巴掌 沈小新看到父亲凶狠的模样 一脸委屈 陈琳看到沈小新的惨状 在对比自己的哥哥 心里只感觉十分安心 至少他不会打妹妹 我给你两个选择 第一 把你的女儿留下陪我一晚 你自断一只手滚出去 第二个选择 我让你家破人亡 张士豪一脸玩味 丝毫没有将沈浪三放在眼中 爸 不要听他的 他只是在吓唬我们而已 沈小新脸色有些发白 但依然还是握紧拳头不妥协 沈浪三脸色无比的挣扎 突然 旁边一名男子一刀捅在他的大腿上 不要 沈浪三一脸恐惧 忍着剧痛 一脸内就说道 女儿 对不起 是爸爸没用 我同意了 今晚让我女儿陪你 沈浪三一咬牙 不 沈小新一脸呆滞 陈琳的手心都凝出了汗 他偷偷看着陈锋 陈锋没有说话 只是平静地看着这一切 仿佛跟他没有关系 老大 还有那个小子 刚才就是他伤的我 黑龙一脸快意 看向陈锋的目光之中 十分的得意 张世豪瞥了陈锋一眼 看到对方纹路泰山 神态没有丝毫的变化 心中微微有些惊讶 要么是有底气 要么就是一个愣头青 在江南市 有底气面对他的人 年轻人不多 刚好他每一个人都认识 而陈锋不属于其中之一 哼 废物 连个年轻人都处理不了 小子 给你一个机会 自费双手双脚 你妹妹今晚留在这里 张世豪冷冷地说道 今天 厂子被人踩了 如果不讨一个公道 他张世豪还有何颜面 在江南市立足 我也给你一个机会 陈锋淡淡一笑 毛子闪过一抹寒芒 跪下来给我妹道歉 再把损坏手机的钱赔给他 他可不是一个喜欢妥协的人 尤其是对方已经威胁到亲人的时候 把他的手 叫 给我卸下来 我倒要看看你能嘴硬到什么时候 张世豪不屑 不过一个愣头青 两名一米八的壮汉 迅速向陈锋围了过来 给我过来把小子 两只手而已 很快的 壮汉凝笑一声 抓住陈锋的手臂 陈锋云淡风轻 不为所动 两名壮汉 却是感觉手抓在了参天大树一般 怎么也扯不动 动刀 两名壮汉先是惊讶了一下 迅速拿出刀子 走江湖的 都是出手狠辣的角色 只要能够达成目的 什么公平不公平不重要 重要的是结果 看到二人动刀子 陈锋眸子闪过一抹森然的冷意 你们 找死 陈锋反手扣住一名男子的手臂 瞬间捏碎 另一名男子的刀子 已经刺向陈锋的面门 陈锋冷哼一声 另一只手不知道什么时候 已经捏住了壮汉的手 怎么可能 壮汉大惊 无论他怎么使劲 都无法让刀子尽一寸 张士豪皱了皱眉 看向陈锋的目光之中 多了一丝认真 滚 陈锋一脚踢在壮汉的档布 整过程不到十秒钟的时间 刀疤 张士豪扫了陈锋一眼 眉头挑了挑 向黑暗中方向说道 黑影中 一个带着帽子的男子 走了出来 要我出手吗 男子将帽子摘了下来 脸上是竖到猙獰的刀疤 对 给我废了他 张士豪沉声说道 三次出手的机会 你已经用完 刀疤男子说完 眉子闪过一抹寒芒 一掌拍向陈锋 掌镜 轰得来到陈锋面前 这一掌快如闪电 陈锋眉子闪过一抹惊讶之色 竟然是武者 张士豪的眼神之中有些可惜 他救了刀疤 才让对方欠了他三次出手的机会 前两次都救了他一命 今晚遇到有些棘手的陈锋 他不得不浪费 最后最后一次机会 陈锋同样一掌赢了上去 体内真气疯狂运转 凭他的直觉 这一掌应该能将刀疤男子击败 但威力究竟如何 他心里没底 毕竟这是他第一次遇到武者 凭 得一声闷响 陈锋几人只感觉有一股强大的冲击波 将他们往后推了几步 刀疤男子脸色俱变 这一掌的力量 根本不是他能够承受的 整个人像湿了线的风筝一样 倒飞出去 怎么可能 你也是武者 刀疤男子一脸恐惧 张士豪皱了皱眉 眼神之中有些慌乱 对于武者 他也了解一些 在现实的武者当中 分为天 地 玄 黄四个等级 黄级武者是最弱的存在 哪怕在所有武者当中 是最弱的存在 张士豪同样也要认真对待 但陈锋也是武者的话 事情就变得很棘手了 陈锋冷冷地扫了 地面上的刀疤男子一眼 仿佛对方只是一条死狗 陈琳 你哥好厉害啊 几名女生一脸欣喜 是啊 陈琳有些砸舌 没想到自己的哥哥这么猛 好哥是吧 陈锋缓缓走向张士豪 目光闪过一道寒芒 小子 别以为打赢了刀疤 就能对我怎么样 你以为我坐到今天的位置 背后没有人吗 张士豪强装镇定地说道 下一刻 回应张士豪的 却是陈锋的拳头 陈锋一拳砸在张士豪的腹部 一脚将他踢倒 打电话 我等你叫人 陈锋一脚踩在张士豪的脸上 第27章 第27章打的就是你 张士豪眸子之中满是怨气 死死地盯着陈锋 陈锋淡淡一笑 并没有将对方的仇恨放在眼中 给你30分钟 我的时间很宝贵 陈锋轻声说道 将脚挪开 张士豪摸了摸发疼的脸颊 脸色很是难看 混江湖 哪怕最惨的一次 也不过是被砍了几刀 什么时候被人踩脸过 我是张士豪 对 被人砸了场子 赶紧过来支援 张士豪一边说着 一边点头哈腰 显然 电话的另一头是地位 比他更高的人 完了 这下完了 沈浪三一看这架势就知道 今天很难善了 这张士豪背后的人 可是很能招惹的 否则以张士豪的背景 怎么可能黑白通吃 要不要报警 陈锋轻声问道 经过剧烈的紧张之后 他已经冷静了下来 陈锋摇了摇头 报警有用的话 他早就报警了 凭张士豪的势力 报警肯定是没有用 三十分钟 只要你敢等三十分钟 你必死 张士豪沉声说道 你最好快一点 陈锋淡淡说道 滚 张士豪一脚踢在黑龙的屁股上 若不是这个家伙 又怎么会发生这么多事 黑龙一脸委屈 很是拾去地走到一旁 陈锋冰冷的目光扫了过去 冷冷地扫了黑龙一眼 黑龙咽了一口唾沫 低下了头 哪里敢跟陈锋对视 三十分钟之后 看样子 你背后人不敢来帮你 陈锋毛子闪过一抹寒芒 又是一脚踢在张士豪的腹上 张士豪发出一声惨叫 倒在地上握着肚子 死死地盯着陈锋 没有任何威胁 也没有畏惧 他就像一条毒蛇一样 只要有一机会 便会让陈锋下地狱 谁他妈的 敢来动我的地盘 就在这时 一道愤怒的声音响起 领头的一名女子身后 带着一群壮汉走了过来 这一批壮汉眼神坚定 手上都有老姐 都是训练有素的人 跟张士豪手下的乌合之众 根本不是一个档次 大小姐 就是他 这个家伙不仅踩了我 还不将你放在眼中 小心 他是个武者 一定不能放过他 张士豪看到来人 脸色瞬间猙獰了起来 敢踩他 那就得付出代价 他不敢动我 陈锋淡淡说道 听到有些熟悉的声音 陈锋便知道来的是何人 无知江南市 还没有我们不敢动的人 张士豪不屑 握着肚子 从地面爬了起来 徐娇娇听到这一句 嚣张的话 先是愣了一下 当他看到陈锋时 心中却是苦笑不及 大小姐 赶紧动手 收拾他 张士豪一边说着 一边向徐娇娇靠近 只有在众多的打手当中 他才感觉到有安全感 啪 的一声清脆的声响 这一巴掌 直接将张士豪给打猛了 你打错人了 张士豪脸上挤出一抹笑容 啪 又是一巴掌抽了下来 打的就是你 给我归下道歉 连我师父你都不放在眼里 是不是连我徐家 你都不当回事了 徐娇娇沉声说道 他这话不仅仅是摆架式 也是在告诉陈锋 他是站在陈锋这一边 陈锋似笑非笑的 看着徐娇娇 果然 能够在大家族出生的女子 绝不是四肢发达 头脑简单的人 师父 张士豪脸上的迷茫更多 他根本不知道 什么时候 徐娇娇多了一个师父 还有谁 都给我滚过来 徐娇娇沉声喝道 一旁的黑龙 差点就吓尿了 连滚带爬 直接跪倒在陈锋的面前 对 对不起 黑龙跪在地面上 不停的磕头 要是陈锋今天不原谅他 估计他黑龙只能沉浆了 徐娇娇的目光 直视着张士豪 目光无比的阴沉 张士豪脸色阴京不定 他也是有头有脸的人物 跪下给人道歉 他哪里做得到 算了 今天到此为止 这样的事 我不希望再发生下一次 陈锋轻声说道 看向张士豪等人的目光之中 充满了厌恶 通过下三滥的手段 欺负一些女学生 让陈锋很是瞧不起 还不快谢谢我师傅 要不是我师傅宽宏大量 今天你这一手一脚少不了 徐娇娇冷哼一声 狠狠地踢了张士豪一脚 张士豪向陈锋重重行了一礼 苦涩说道 对不起 滚吧 以后谁要是敢视强凌弱 别怪我不留情面 徐娇娇陈锋说道 今天遇到的是陈锋 若是遇到的是 其他的狠人 那么 恐怕会给徐家 带来巨大的麻烦 一个舞者徐家并不畏惧 但若是 舞者铁了心要报复 难道 他徐家所有人都不出门 一旦出门 总会有下手的机会 这才是舞者最可怕的地方 这也是徐家大力 教好陈锋的原因之一 滚吧 徐娇娇挥了挥手 直接打发走了张士豪 师傅 今天是真抱歉 徐娇娇一脸认真 向陈锋重重攻向道歉 陈锋眸子闪过一抹满意之色 他很喜欢徐娇娇的态度 错了便是错了 不去做任何的狡辩 算了 陈锋摆了摆手 对了 师傅 过几天你有没有空 我跟人约了一场生死赛 他请了一个黄极舞者做师傅 我心里没底 徐娇娇一脸期待地看着陈锋 对于陈锋 他早已心服口服 陈锋点了点头 黄极舞者 对于舞者 他还是很感兴趣的 对 听说师傅你一掌就击败了刀疤 但我死对头的师傅 比刀疤要厉害很多 徐娇娇的脸色有些凝重 生死赛 只有一个人能够活着走下擂台 对手请了厉害的师傅 实力必定是突飞猛进 无妨 陈锋淡淡说道 与刀疤只对了一掌 他对自己的实力 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 他的实力 应该算是玄极舞者 区区一个黄极舞者 自然不放在眼中 要帮徐娇娇赢下生死赛 他有的是办法 对了 你打了张士豪 就不怕张士豪心生怨恨 陈锋提醒道 就凭他 徐娇娇不屑 他只是我徐家的一条狗 陈锋再次点头 心中对于徐家 多了几分重视 看样子 徐家的能量 比他想象中的要大很多 徐娇娇向陈锋 又请教了一些修炼上的问题 便匆忙离去 怎么了 闷闷不乐的 陈锋笑着说道 陈锋脸色有些茫然 又有些纠结 可我感觉 我有点不认识你了 他的声音很低 说完脸就红了 又怕陈锋误会 以前的哥哥 从来不会打架 是一个很和气的人 陈锋 记住 我们不主动去招惹别人 但是咱们 不怕事 陈锋微微一笑 揉了揉他的脑袋 陈锋似懂非懂的点了点头 随后肚子传来 咕咕的叫声 他的脸 刷的一下就红了 咱们 吃大餐去 陈锋微微一笑 刚好他也有些饿了 第28章 第28章 狗眼看人低 皇朝酒楼 陈锋目瞪口呆 看着眼前富丽堂皇的一幕 咽了口唾沫 来这么高级的地方吃饭 他做梦都不敢想 这也太贵了吧 咱们是不是走错地方了 其实 也不是非要来这种地方 我们吃个快餐就好了 陈锋弱弱说道 家里什么情况 他一直都很清楚 上学时 他一直省吃俭用 除了买书 文具的钱 他没有过其他的消费 突然来到这么高级的地方 难免会有些心虚 没事 今天哥 带你吃大餐 陈锋微微一笑 轻声说道 这一家刚好是徐家的产业 他手中的至尊卡 刚好可以在徐家的产业下 免费消费 当然 让他一直白嫖 陈锋可做不到 不过今天陈锋肚子饿 加上受了惊 陈锋才想带陈锋来放松放松 可是 咱们没有这么多钱啊 陈锋缩了缩脖子 连看酒楼的勇气都没有 他深深的体会过贫穷的感觉 否则也不会因为几千块钱 就产生放弃读大学的念头 我解决 陈锋却是抓起陈锋的手 往酒楼走了过去 原来是两个土包子 旁边 一名路过的路人 一脸不屑 乡把佬啊 来我们这里吃饭 需要预约 请问 你有预约吗 保安吃笑道 陈锋摇了摇头 他还真不知道 来吃个饭 还要预约 要不我们去吃快餐 吃快餐 不需要预约 陈锋笑着说道 一想到要进入到酒楼里 他就感觉心里压力很大 是啊 像你们这种穷人 还是去吃快餐吧 一道刺耳的声音响起 一个身材曼妙 但是面容稚嫩的女孩 只一脸高傲地走了过来 想到那种可怕的后果 他恐怕连活下去的勇气都没有 就算考了大学又怎么样 连酒楼的门都进不了 底层人就是层底人 刘安安不屑 掏出手机打了一个电话 听到刘安安爆出包厢号 保安立刻放行 刘安安得意洋洋地走到酒楼内 丝毫不掩饰自己的炫耀 怎么回事啊 陈锋不明白 为什么一向脾气很好的妹妹 会突然生这么大气 陈琳立刻向陈锋大吐苦水 也只有在陈锋这里 他才敢毫无保留 想说什么说什么 陈锋眸子微微一眯 他是怎么也没有想到 一个不过18岁的女孩子 城府这么深 用心如此险恶 平时跟所有同学都相处得很好 但背后却是跟黑龙等人勾结 将自己的同学 引入万劫不复之地 哥帮你出口气 陈锋微微一笑 走向大门 哥 你别冲动 冲动是魔鬼 陈琳有些急了 这酒楼一看就很高大上 跟路边的快餐店一点不一样 且不说有预约 就算有预约 进去恐怕只敢点一壶白开水 没有预约就滚蛋 想要进去拍几张照片 然后发个朋友圈 陈锋直接掏出至尊卡 一脸淡定 这张卡据徐娇娇所说 在所有徐家产业 享受最高规格的待遇 再不走 小心我不客气了 保安挥舞着警棍 陈生说道 陈琳看到陈锋莫名其妙 掏出一张卡 然后很装逼的样子 虽然是自己的哥哥 但还是忍不住偷偷笑了起来 哥 你别闹了 咱们走吧 对于柳安安 他也只能自认倒霉 反正以后上了大学 就不是一路人 陈锋有些尴尬 干咳了一声 叫你们精力出来 陈锋也不想把事情闹大 但这保安明显不识货 妈的个八字的 老子叫你滚 不听 保安直接一紧棍砸了下来 平时根本没有人 敢在皇朝酒楼撒野 今天却是碰到个愣头青 滚 陈锋也有些恼火 一脚将保安踢飞 保安一脸惊恐 连忙掏出手机打电话 陈琳又开始紧张起来 这已经是今天陈锋打的第三场价了 他感觉哥哥变得暴躁了好多 赶来我皇朝酒楼 来闹事 活腻了 一鸣带着金丝眼镜的男子走了过来 你们皇朝酒楼的门槛好高啊 我想进来吃个饭都不行 陈锋冷哼一声 就是你们的保安还想打人 一点道理都不讲 陈琳站在陈锋旁边打支援 保安立刻添油加醋 将事情的经过僵了一番 错的肯定是陈锋 哼 我倒看看石妖卡这妖牛 金丝眼镜男子一脸不屑 冷冷地说道 在皇朝酒楼这里 算是会员也没人敢在皇朝酒楼闹事 这张卡也不行吗 陈锋冷哼一声 将至尊卡丢了过去 陈琳看到陈锋又将那张卡丢了过去 一时之间有些迷茫 凭一张卡就能进去吃饭了 会员卡也不行 这里是徐家的地盘 金丝眼镜男子不屑 下一刻 当他看到至尊卡上徐家的标志时 手莫名抖了一下 至至尊卡 这张卡整个江南市一共发了不到三张 这张卡 等于是徐家在向所有人宣布 这是我徐家的最尊贵的客人 现在我能进去吃饭了吧 能 当然呢 您是我们包厢最尊贵的客人 有包厢了吗 不需要预定 您随时有味 消费统统免费 金丝眼镜男的头已经低了下去 恭恭敬敬地将卡还给陈锋 陈锋收了卡 满意地点了点头 一旁的陈琳已经目瞪口呆 哥 你这卡也太牛了吧 陈琳一脸好奇 陈锋微微一笑 摇了摇头 终于顺利进入酒楼之中 至于那名刁难陈锋 无故动手打人的保安 当场被辞退 包厢最顶楼 陈锋心中也是微微有些紧张 这种紧张是 突然进入到一个 在认知之外的环境之中所造成的 半个月之前 他还是一个为两百块钱奔波 为几千块钱可以卖命上门的人 现在一切都不一样了 哟 还真偷偷溜上来 忘记了 你已经是豪哥的人了 总是会有点面子的嘛 刘安安 你太过分了 陈琳气鼓鼓地说道 还真不一定 陪睡也不一定能帮上豪哥 应该是你哥的功劳吧 听说你哥到处做散工 他现在是酒楼的适应生吧 刘安安玩味地看着陈琳 眼神之中充满恶意 第29章 第29章 送错了 刘安安 你太过分了 陈琳眉头一皱 脸色有些难看 实话实说嘛 难道嘴长在我身上 你还能不让我说了 有本事 你就打来我 大学生 刘安安嚣张地笑道 脸上笑容很是灿烂 只要陈琳敢动手 就会记入档案 又喜欢背后因人的女人 她是没有一点好感 哼 装什么大尾巴了 一会你就露馅了 不过一个适应生而已 你们经理一会要 过来叫你了吧 适应生 刘安安不屑 这个陈锋 不过是死鸭子嘴硬 陈锋瞥了柳安安一眼 毛子闪过一抹厌恶之色 先坐下吧 陈锋与陈琳 找了一个最舒适的位置 坐了下来 片刻之后 一名服务员 走到陈锋的面前 我们经理让你过去一下 服务员的声音很低 不过还是被柳安安给听到了 陈锋点了点头 跟着服务员离开 哼 看样子 你哥还真的是一个适应生 估计是把你偷偷带进来 要被骂了吧 柳安安脸上露出一抹得意的笑容 看向陈锋的目光之中 充满了快意 考上大学 也没啥了不起吗 连炖饭都吃不起 懒得理你 陈锋甩了一个白眼 哼 看你能嘴硬到什么时候 柳安安冷哼一声 眼中满是不屑 另一边 金丝眼镜男子 直接带着样品给陈锋看 甚至亲自给陈锋 介绍起了美样菜的做法 并且 给陈锋设计了三个上菜方案 根据陈锋 陈锋的口味做出调整 这样的待遇 会员可享受不到 看到陈锋闷闷不乐的样子 陈锋冰冷的眸子 扫了柳安安也 再等十分钟吧 应该就能上菜了 陈锋笑着说道 十分钟 你想多了吧 就算是夏少来了 恐怕也没有这个待遇 柳安安不屑说道 他口中的夏少 就是约他出来的夏家二公子 有钱有势 跟陈锋这种乡下人 完全不在一个档次上 十分钟之后 陈锋这边的桌子上 已经开始陆续上菜 都是酒楼里最有名的菜品 哟 您这边还没点菜啊 要不帮你跟厨房催催 陈锋转过头 微笑道 柳安安脸都绿了 下午还没到 他哪里敢点菜 陈锋扑斥一笑 眼中是满满的幸福 他知道 这是陈锋在替他出气 哼 装什么装 一会看你们哪里有钱负账 他看过菜单 一道最次的正菜 都要上千 而陈锋这一桌的菜 都是酒楼最好的 一道菜至少五千 算下来 这一桌至少十万 十万块 陈锋掏得出来 柳安安才不相信 要是真这么有钱 陈锋在学校的时候 也不至于经常 肯没有营养的馒头 我是不是迟到了 一名年轻的男子笑道 夏少 我也是刚到 柳安安的脸上 挤出灿烂的笑容 下午笑了笑 楼上柳安安的腰狠狠一掐 这腰真的 快蹬出水来 心中大爽 哎呀 夏少 这里人多 等晚上 柳安安故意往下午的身靠 他还不忘向陈锋挑衅 他奈够跟夏少 这样的富二代相处 他陈锋能吗 陈锋哑然 并没有将柳安安的挑衅 放在眼中 下午一边点菜 一边开柳安安的油 虽然柳安安还只是十八 有点稚嫩 但架不住人家发育好 这种含苞待放的感觉刚刚好 夏少 这些菜可真好 我还是第一次吃呢 柳安安撒娇道 晚上还有更好吃的呢 夏午嘿嘿一笑 讨厌 夏少 柳安安白了下午一眼 不过却没有反驳 就在此时 服务员拿一瓶红酒走了过来 服务员将酒放在柳安安的面前 并且询问 要不要开瓶 夏午皱了皱眉 这可是82年的拉菲 一瓶可不便宜 这已经远远超出他的预算 夏少 您真大方 这是82年的拉菲吧 听说市面上极少 而且是有价无市 柳安安高声说道 一脸欣喜 这番话显然是说给陈琳听的 没错 小姐 这酒我们酒楼 来了珍贵的客人时 才会拿出来 服务员轻声说道 82年的拉菲 可不是像电影里的桥段一样 随便能拿出来 这酒喝一瓶少一瓶 很多大酒楼 只是拿来做会头 并不会真的拿出来 这酒得十几万吧 柳安安声音再次加大 这酒 是楼送给这位先生的 服务员轻声说道 夏少果然有厉害 不像有的土包子 恐怕连拉菲是什么都不知道 柳安安小小的拍了个马屁 同时对于下午更加看重 下午淡淡一笑 脸上露出一抹自信之色 但是心中却是有些疑惑 她可没有点这酒 泡一个小太妹 还不至于下这么重的血本 放心 跟着我 包你吃香的喝辣的 下午自信一笑 反正是免费送的 又不要钱 哟 这里还有一个漂亮的妹子 下午刚才的注意力 只在柳安安嫩出水的腰上 并没有看到陈琳 柳安安几次炫耀的动作 才让她留意到陈锋这边 也看到了青春靓丽的陈琳 过来 下午勾了勾手指 神经病 陈琳白了下午一眼 还真以为所有的女生 都是这么拜金 陈锋缓缓放下筷子 淡漠的目光 扫了二人一眼 看什么看小子 你有这个实力 跟我下午碰 就说这瓶酒 你买得起 下午一脸不屑 她相信 只要是女人知道了她的家事 必定会大动芳心 这年代 女人都以嫁到豪门为荣 下少 不要跟这两个土包子一般见识 柳安安说吧 又往下午的身上贴近了几分 十几万一瓶的酒 一口就好几千 妹子 你确定你的男朋友 能给你喝这么贵的酒 下午一脸自得 她理所当然的 将陈锋 当成了陈琳的男朋友 不好意思 这酒送错了 刚才上酒的服务员 匆忙跑了过来 看到酒还没有开 服务员立刻松了口气 将酒送到陈锋的面前 真的抱歉 先生这是酒楼送您的酒 打开吧 陈锋淡淡一笑 服务员醒酒之后 将酒杯放到陈锋与陈琳的面前 几千块钱一口的酒 味道好像也就这样吧 一般般 陈锋喝了一口 淡淡说道 你在嘲讽我 下午怒道 这不是在打她的脸吗 第三十张 第三十张丢出去 土包子 没见过世面 不就一瓶酒吗 柳安安不屑说道 我们夏少要是愿意 点个十瓶八瓶 当水喝都没问题 柳安安哼了一声 看向陈锋兄妹二人的目光之中 充满了鄙夷 要不夏少您也开几瓶 陈锋微微一笑 再次举起酒杯 她虽然不知道这酒的价值 但从下午的表情上来看 这酒应该是挺贵的 下午脸色越发阴沉 在江南市 还没有人敢这么不给她面子 夏少 我去叫服务员 我们也叫两瓶 柳安安抬头挺胸 主动说道 闭嘴 下午狠狠地瞪了柳安安一眼 这个女人还真是头发长见是短 她也想开几瓶 狠狠地打一下陈锋的脸 且不说卡里的钱够不够 就算有钱 酒楼也不一定愿意给她上酒 82年的拉菲 喝一瓶少一瓶 她来酒楼那么多次 也就只跟她爸来这里喝到过一次 柳安安缩了缩脖子 她不敢跟下午发火 只能用阴冷的目光盯着陈锋兄妹 喝不起 要不我让服务员免费给你送一瓶 陈锋轻描淡写地说道 别人都踩到脸上了 她也不介意打回去 小子 你惹怒我了 自费一只手 把你的女朋友留下 下午恶狠狠地说道 只教训陈锋不能消解她心头的恨意 但陈锋旁边的女人可以 陈锋听到没有 今晚留下来好好陪下少 以后跟着下少吃香的喝辣的 下家可是江南市最豪的豪门 能够跟下少这样的人在一起 是你的荣幸 柳安安一脸自豪 她也只知道下家是个豪门 却不知道下家在江南市的地位如何 那些资料不是她能够接触得到的 神经病 陈锋皱了皱眉 陈锋的毛子微微一眯 冰冷的目光扫向下午 你刚刚说什么 自费双手 把你的女人留下 否则 你很可能见不到明天的太阳 下午脸上露出一抹得意之色 在她看来 陈锋必定是怕了 平你也配 陈锋摇了摇头 丝毫没有将下午放在眼中 对于她而言 莫说是下午 就算是整个下家 她也没有放在眼中 找死 下午心中一直压抑的怒气瞬间爆发 操起酒瓶 走到陈锋面前 往陈锋的脑袋狠狠地砸了下去 跟我下午作对 去死吧 哥 小心 陈锋惊呼一声 陈锋反手扣住下午的手 抓起桌上滚烫的汤水 砸在下午的脑袋上 王八蛋 你敢伤我 下午发出一声惨叫 在江南市这么久 他还是第一次被人打 你敢欺负夏少 你完了 夏家一定会报复你的 刘安安脸色猙獰 郭躁 陈锋一巴掌 抽在刘安安的脸上 你敢打我 废话 我有什么不敢 陈锋又是两个巴掌抽了过去 他不喜欢打女人 但欺负到陈锋的头上 照打不误 就在这时 下午举着椅子 向陈锋砸了下来 陈锋一脚踢在下午胸口上 将他踢飞数米远 你给老子记住 老子跟你没玩 下午握着胸口 一脸恨意地看着陈锋 你能护他一辈子 总会有不在的时候 等他落单 你看老子怎么弄他 下午脸色猙獰 目光死死地盯着陈锋 就算陈锋敢打他又怎么样 难道还能杀了他 陈锋眸子闪过一抹寒芒 两步便出现在下午面前 一脚踢在下午档布 我认你祖宗 敢踢老子 下午惨叫 脸色苍白 我不喜欢别人威胁我 尤其是威胁我的家人 陈锋一脚踢在下午的脸上 跟下家作对 下午的话还没说完 只感觉嘴巴上 传来一股巨大的力量 陈锋的脚踩在下午的脸上 用力一年 咔的一声 踩断下午两颗牙齿 我警告你 如果敢动我的家人 我灭你下家 陈锋的眸子冰冷 无情 若陈锋受到伤害 他不介意将灭了下家 看到那双恐怖的眸子 下午很想放几句狠话 却硬生生止住了 那双眼睛 好像会吃人 令人恐惧 吃饱了吗 陈锋的脸上露出温和的笑容 嗯 吃饱了 陈锋点了点头 一脸笑意 有这样的哥哥真好 很有安全感 陈锋这边的动作闹得很大 很快便有几名保安跑了过来 金丝眼镜男子 一脸阴沉的走了过来 看到凌乱的一幕 心生怒意 皇朝酒楼多少年 没有人敢在这里闹过事了 想要闹事 也得掂量掂量徐家的分量 夏绍 这是怎么回事 吴天皱了皱眉 心中暗叫不妙 这可是夏家最受宠的夏老二 要是在这里受了伤 夏家必定会找徐家的麻烦 首要责任人必定是他 是他 把他的双手给剁下来 夏尔握着嘴巴 用手指着陈锋说道 对 就是他 打了我好几巴掌 还把夏绍的牙都踩掉了 快废了他 他在这里闹事 一定要给夏绍一个公道 刘安安握着肿起来的脸颊 一脸怨恨 看着陈锋兄妹 听着二人恶人 先告状低劣的把戏 陈锋淡淡一笑 吴天看到陈锋的瞬间 愣了一下 眉头皱了皱眉 他也没有想到 跟下午冲突的会是陈锋 这可是拥有至尊卡的客人 两方面都不好得罪 于是掏出手机 给徐娇娇打了一个电话 他是我师父 谁敢得罪我师父 那就剁了他 挂了电话 吴天心里松了口气 他的双手给我留下 你知道我是谁的吧 老子是下午 下午脸色阴沉的说道 被踩掉了两颗门牙 他说话都有些漏风 来人 这两个人闹事 把他们给我丢出去 敢反抗直接打 吴天大手一挥 直接下了一道命令 下午有些傻了 难道这吴天不知道 他是下家的人吗 混蛋 你敢动我 我是下家的人 我是下午 你敢动我 下午愤怒的吼道 几名保安警棍 瞬间招呼了下去 打了几棍 直接将下午两人 打得嗷嗷直叫 我不会放过你们的 下午丢下一句狠话 狼狈离去 干得漂亮 恶人还需恶人魔 陈琳脸上露出一抹快意的笑容 说谁是恶人呢 陈锋直接赏了陈琳一个脑瓜蹦 说错了吗 陈琳一脸委屈 就在这时 陈锋的二手手机响了起来 看到来电显示 竟是唐一雪 第31章 第31章爆炸 喂 一雪 陈锋轻声说道 脸上却是有一丝欣喜 没想到唐一雪 竟然会主动给他打电话 你在哪 唐一雪的声音有些冷淡 皇朝酒楼 怎么了 陈锋问道 在那里等我 我去接你 唐一雪说完便挂了电话 听到唐一雪的话 陈锋便知道 唐一雪肯定有事找他 叹了口气 摇了摇头 等唐一雪恢复记忆 恐怕很难了 何况 唐一雪是因为他跳楼失忆的 如果恢复了记忆 他会原谅自己吗 哥 你谈女朋友了 陈琳一脸八卦地看着陈锋 脸上有着一丝期待 陈锋干咳了两声 有些纠结 嗯 算是吧 他没有讲自己上门的事 怕陈锋心理负担太大 哦 陈锋点了点头 脸上的笑容更加灿烂 还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 吴天走到陈锋面前 恭敬地说道 陈锋点了点头 直接让吴天安排车辆 送陈锋回家 他跟唐一雪之间的关系很尴尬 陈锋也是有些头疼 片刻之后 一辆红色的马沙拉蒂 停在陈锋面前 唐一雪打开车门 走了出来 陈锋的目光 在唐一雪的腿上扫了一眼 今天唐一雪穿的是短裙 一双雪白大长腿 一览无疑 今天去徐家的大药房谈订单 你跟我去一趟 唐一雪轻声说道 陈锋有些奇怪 订单已经交给唐一雪 按理说 唐一雪不会找自己才对 别乱想 订单之前一直是你在跟 你比较熟悉 唐一雪淡淡说道 上车 唐一雪说完 坐在驾驶座上 上了车 陈锋看着唐一雪面容 一时之间精神有些恍惚 唐一雪依然是唐一雪 只是不记得他罢了 你看什么 唐一雪转过头 皱了皱眉 你的脸 陈锋的手下意识地 出到唐一雪的脸上 他能看到唐一雪的脸上 有一团黑雾状的东西 一直缠着他 但是这团黑雾是无形的 没有修为的人根本看不出来 混蛋流氓 唐一雪伸手挡了一下 陈锋缩回了手 脸色有些尴尬 那个一雪 我不是那个意思 你现在煞气缠身 要不找个时间 我帮你化解一下 不处理的话 你会有生命危险 陈锋一脸严肃地说到 他真的不希望唐一雪出事 同时 心中有些疑惑 之前唐一雪生病的时候 还没有煞气 怎么现在突然出现 这么浓的煞气 有问题 你神经病啊 把你那套江湖把戏收起来吧 陈锋 唐一雪冷笑一声 心中对于陈锋更加失望 作为一个男人 没有一份正当工作 也就罢了 还当了江湖骗子 而且乐此不疲 还欺骗到他的头上 你以为我是那些小姑娘 那么好骗 好歹我也是受过教育的 唐一雪不屑 心中的失望已到了顶点 一雪 我真的没有骗你 如果你相信我的话 等回家 我帮在你好好看看 陈锋苦口婆心 他真的不希望唐一雪出事 闭嘴 唐一雪转过头 狠狠地瞪了陈锋一眼 小心 突然陈锋一把抓住方向盘 一脚踩在刹车上 不过瞬间 一股强烈的生死危机 弥漫心头 这只是他作为一个修炼者的直觉 车子在地面上擦出一道黑线 刚好停在旁边停着的大卡车左侧 陈锋 你疯了 唐一雪愤怒 这个陈锋到底是抽的什么疯 趴下 陈锋搂住唐一雪的脑袋 往自己这边压下 平 的一声响 剧烈的爆炸声瞬间响起 一股巨大的热浪掀起 陈锋 趴在唐一雪的身上 车子剧烈跳动了一下 窗口的玻璃震碎 砸在他的背后 你疯了 还耍流氓 唐一雪无比愤怒 不仅仅是爆炸的原因 刚才他被陈锋 按在他的大腿上 这个姿势 让他很羞耻 唐一雪气急 一巴掌抽在陈锋的脸上 陈锋愣了一下 苦笑一声 我刚才是在救你 唐一雪瞪了陈锋一眼 如果不是你抢方向盘 又怎么会出现爆炸 必定是陈锋的原因 导致身后的车辆 发生了车祸 引起了爆炸 下车 陈锋皱了皱眉 打开车门 将唐一雪拉了下来 此时 他的车已经开始冒烟 但当他下车的瞬间 被眼前的一幕给震惊了 爆炸根本不是他这边发生的 而是旁边的居民楼 发生了爆炸 走离开这里 陈锋轻声说道 他身后的车 已经开始冒烟 同时 一颗小火苗窜了出来 火苗迅速放大 又是一声闷响 陈锋一把将唐一雪拉到身后 你看你干的好事 我的车 唐一雪一脸心疼 陈锋没有理会唐一雪的埋怨 他的目光看向了居民楼 此时的居民楼 变成一片火海 居民楼上时不时 可以听到惨叫声 楼内 无数的人狼狈逃了出来 龙烟滚滚 这片平静的居民楼 不过瞬间 变成为一片火海 消防什么时候来 我妈还在上面 怎么办 怎么办 消防十分之内赶到 大家先离开火灾现场 周围的人一片惊恐 消防还有十分钟 这已经是最快的速度了 但以目前的火灾情况 能撑到十分钟吗 女儿 我女儿还在上面 怎么办 一个美貌的女子 一脸焦急 五楼窗户边 一个六岁左右小女孩 走到窗户前 不停地哭泣 在她的身后 轻烟不断 陈锋皱了皱眉 小女孩叫了两声 便再也没见到身影 只听到微弱的声音 女儿 我的女儿 谁能救救我女儿 美貌女子一脸绝望 我去救人 陈锋说完便要 去救小女孩 你疯了 唐一雪一手 将陈锋给拉住 一脸比 你想逞什么英雄 楼道都是火 你怎么上去 想要从楼道到五楼 根本不现实 恐怕不等到五楼 陈锋已经被一氧化 看中毒死了 我爬上去 陈锋摇了摇头 轻声说道 如今 爬上去是唯一的办法 唯一的问题就是 温度太高 没有消防梯 根本上不去 但陈锋与其他人不一样 他有真气护体 爬上去 你以为你是蜘蛛侠吗 唐一雪几乎是吼着说道 陈锋总是说一些 不切实际的话 让他感觉 这个骗子 有时候脑子不太好使 来不及解释了 陈锋挣脱唐一雪的手 迅速冲了过去 第32章 第32章 火灾救人 快拦住他 不要让他上去 他想爬上去救人 唐一雪有些焦急地说道 尽管他对陈锋没有感情 眼睁睁看着陈锋上去 送死他做不到 几百摄氏度的高温 怎么可能爬得上去 听到唐一雪的话 旁边立刻有一名男子 拉住了陈锋 兄弟 别闹了 这温度爬上去 你的手不想要了吧 兄弟 别闹了 赶紧撤吧 一会消防队友来了就好了 几名刚逃出来的群众 立刻说道 只有在火灾之中 逃生过的人 才能体会那种生死危机 各位 请相信我 陈锋想要摆脱这些人的手 就在这时 唐一雪走了过来 一脚踢在陈锋的脚后跟 你能不能不要闹了 赶紧走啊 这里是火灾现场 唐一雪的脸色很难看 这里发生了爆炸 谁知道会不会发生 第二次爆炸 快撤吧 消防通道 到处是违规乱停的车 消防车想进来也进不了 一名中年男子 慌张地说道 什么 消防车进不来 那消防员呢 我女儿怎么办 美貌女子脸色焦急 火势不断扩大 灼热的温度 让众人像从水里捞出来一样 浑身是汗 快看 他爬上去了 这么大的烟 会一氧化碳中毒的吧 周围的人指着陈锋的背影说道 所有人的目光 投向了灵活的陈锋 此时的陈锋 已经快速顺着防盗窗 爬到了二楼 小心啊 美貌女子高声说道 唐一学咬了咬牙 狠狠地剁了跺脚 脸色铁青 灼热的温度 让陈锋背后惊出一层冷汗 火势扩展得太快 陈锋不得已加强真气护体 滚滚的浓烟扑面而来 严重影响了陈锋的进度 好几次 陈锋抓空 险些掉落下去 好在他身法灵活 才勉强控住身形 平 得一声爆炸闷响 爆炸物带着火花 从窗户中掉落出来 危险 快走 大家先到安全区 立刻有人开始组织撤退 陈锋险些被这一声 爆炸给把耳朵给震坏 若非真气护体 刚才那一股热浪 足以将它给震飞 不到一分钟的时间 他已经爬到了五楼 这个速度 已经是陈锋拼命的结果 顺着窗户爬到了进去 火势已经开始蔓延 小女孩躺在地面上 生死未知 陈锋伸手摸了一下脉搏 心里顿时松了口气 一手抱起小女孩 翻窗户离开 距离居民楼三十米外 看到陈锋的身影消失 唐一雪心急如焚 他的手机狂响 但每次说了 没几句电话又挂了 不好意思 我这边遇到一点事 请您再等一会 唐一雪只能放低身段 对方却是冷漠地挂了电话 当他再回打过去的时候 已经被拉黑了 是徐家企业那边的来电 唐家被取消了商谈资格 快看 出来了 人群之中一阵骚动 正当唐一雪胡思乱想之际 陈锋已经从五楼抱着小女孩 单手爬了下来 爬楼容易下楼南 何况陈锋的手上 还抱着一个小女孩 难度更大 小心啊 美貌女子一脸焦急 陈锋抱着的小孩 四肢无力地空中晃来晃去 看着像已经死了一样 这让周围的人心中一紧 一脸紧张地看着陈锋 陈锋轻轻一跳 踩在防盗窗上 温度很高 但没有达到溶点 承受住了陈锋两个人的重量 当陈锋抱着小女孩 终于到达地面时 人群响起一阵掌声与欢呼声 你不要命了 那么高的楼 这么大的火 你想死啊 唐一雪一脸愤怒 这个家伙简直是不可理喻 担心我啊 陈锋微微一笑 他笑起来极为狼狈 身上的衣服还破了几个洞 头发凌乱 加上脸上黑乎乎的 再拿个破碗 说是叫花子都有人信 我只是怕你死得不明不白 怕你家人找我的麻烦 唐一雪冷哼一声 此刻他的心理极为复杂 因为陈锋的原因 耽误了与徐家谈判的时间 徐家已经将唐家列入了黑名单 但陈锋是为了救人 他也不能说什么 医生 医生 苏黎拼命地喊道 快来救救我女儿 消防队员 医护人员已经赶了过来 许多伤重患者 已经被送往医院救治 陈锋心理暗胶不好 刚才看到唐一雪关心她 一时便忘记了 小女孩的生命特征 很不稳定 下来的时候 心跳十分的微弱 一氧化碳中毒是跑不了 陈锋担心的是 她的器官衰歇 来不及了 病人已经停止呼吸了 医护人员叹了口气 放心手中的紧急抢救仪器 苏黎脸色一白 身体晃我了晃 一脸痛苦 让我看看吧 或许我能救她 陈锋挤进人群 轻声说道 她看了小女孩一眼 终于是一条生命 何况费了这么大的劲才救下来 就这样放弃太可惜了 你不要闹了 医生都说没救了 你就不要乱来了 唐一雪拉住陈锋的手 虽然陈锋刚才救了人 但陈锋根本不会医术 这不是在害人吗 让我试一试 陈锋看向苏黎的目光之中 充满了真诚 苏黎有些犹豫 但毕竟人是陈锋救下来的 胡闹 医生怒斥陈锋 本来就已经够乱 这个年轻人 竟然还要耽误病人宝贵的时间 抓紧时间送到医院 看看做心脏复苏 能不能抢救过来 最近的医院只要五分钟 不 来不及了 相信我 只要一分钟 陈锋连忙说道 他能看到小女孩的生机 渐渐溃散 根本撑不过五分钟 他再不出手 小女孩 必死 相信我啊 我一定能把他救活的 陈锋的声音充满了渴望 你别闹了好不好 他根本不会医术 不要让他乱来 唐医学有些慌了 如果陈锋医死了人 他恐怕也会有麻烦 不会医术还乱来 还愣着干什么 快送去医院 医生焦急的说道 苏黎很是挣扎 不知道为何 看到陈锋狼狈的样子 还有眼神之中的真诚 他有些动容 放下我女儿 我相信他 苏黎说完这一句话 几乎是用尽了全身的力气 医护人员像是看疯子一样 看着苏黎 不相信医护人员 要相信一个陌生人 陈锋 你别乱来 唐医学有些慌了 他也是没想到 苏黎竟然会相信陈锋 陈锋的医术他 可是从家里人那里 知道的清清楚楚 陈锋根本不会医术 病人 医护人员的话 还没有说完 我相信他 让他救 苏黎再次说道 看到苏黎的目光 陈锋点了点头 迅速来到小女孩的面前 输入一道真气 手指迅速在小女孩的胸口上 点了几下 掏出银针 又扎了几针 王八蛋 不懂医术 也敢动我女儿 活腻了 一道暴躁的声音响起 将所有人吓了一跳 第三十三章 第三十三章 你是我恩人 红月你干什么 不要碰他 苏黎大吉 怎么说 陈锋也是他们女儿的救命恩人 现在也只能相信陈锋 看看陈锋能不能救回女儿 闭嘴 我都听到医生跟我说了 你敢让一个不懂医术的人 给我女儿治病 你想害死她 你还有没有良心 蓝红月愤怒的吼道 她的眸子通红 气血已经涌上脑海 完全让她失去了理智 她是一个军人 在部队的时候 每天最大的期待 就是能够见到妻女一面 但现在眼前的场景 让她感觉到恐惧 她害怕失去女儿 失去一个 给她带来了无数欢乐的小精灵 喂喂 你不要冲动 唐一雪有些慌张 一脸焦急 走开 蓝红月一把将唐一雪推开 唐一雪步伐不稳 险些摔倒在地 好在被苏黎给扶住 陈锋皱了皱眉 却是没有回头 手中的银针 已经扎了下去 体内最后一缕真气 已经抽空 为了救这个小丫头 今天是她最狼狈的一天 在火海边缘硬抗了许久 当真气 堵入到小女孩的体内时 陈锋心里松了口气 有了这一口真气 小女孩必定能够活过来 混账 你这家伙 把我女儿害死了 给我拿病来 蓝红月眸子通红 拳头上青筋抱起 她是一个有组织 有纪律的军人 但女儿死在面前 怎么能忍 陈锋下意识地抬起手掌 想要挡住这一拳 但实在是太过疲惫 只得硬生生吃了这一拳 胸口结结实实地挨了一拳 陈锋却是连哼都没有哼一声 你干什么 蓝红月你疯了 是我让他这么做的 苏黎几乎是哭着说道 你以为女儿出事 我就不着急吗 是她爬到楼上 把人救下来的 五楼啊 苏黎一句一字地说道 说完她感激地看着陈锋 医生已经说没救了 送到医院抢救 也是希望渺茫 她说她能救 我愿意再相信她一次 蓝红月叹了口气 只感觉心中 窝着一团火无处使 颤抖着身子 走向女儿身边 谁让你出什么风头 麻烦了吧 唐一学冷哼一声 心里十分复杂 她有些惊讶于 陈锋赶入火海救人 但她不会医术 还想救人 那是愚蠢 陈锋摇了摇头 脸上露出一抹笑容 看着小女孩 脸色渐渐红润 心里终于完全放松下来 你女儿没事了 陈锋轻声说道 所有人听到陈锋的话 都有些愣住了 人明明已经死了 这个年轻人 该不会是致死了人 疯了吧 闭嘴 看在你救了我女儿一命的份上 滚 蓝红月泪水 已经从眼角落了下来 走 还嫌不够丢人 唐一雪踢了陈锋一脚 这个陈锋 还真是不长记性 慢着 孩子好像要醒了 就在这时 医护人员惊讶的声音响起 所有人这才注意到 小女孩脸色开始恢复了红润 嘿嘿 爸爸 我 沉睡的小女孩终于醒了过来 只是时不时干咳两声 刚恢复红润的脸色 又变得苍白 蓝红月夫妇 瞬间变得激动起来 女儿失而复得 让他们几乎高兴地晕了过去 蓝红月没有忘记 陈锋对自己女儿的救命之恩 抱着女儿站了起来 放到妻子的怀中 以后你是我恩人 对于军人 他是很尊重的 眼看蓝红月还想说些什么 陈锋继续说道 快送你女儿去做一下检查吧 蓝红月点了点头 抱了抱拳 与苏黎带上女儿离去了 半路上 唐一雪沉默不语 陈锋能够将病人给救活 是他没有想到的 你不是不会医术吗 唐一雪轻声问道 跟一个高人学过三针 只懂一点急救的东西 陈锋道 对于自己的传承 他不想隐瞒 但他的实力 没有强大到 与任何人抗衡的地步 所以暂时不能让唐一雪知道太多 何况唐一雪不一定会相信他 果然只是个跑江湖的 懂点小把戏不算什么 做人不要太出风头 唐一雪瞥了陈锋一眼 陈锋说道 陈锋点了点头 没有与唐一雪争辩 跟女人讲道理是讲不过的 保持沉默会少很多麻烦 今天因为你我的订单被取消了 唐一雪扶着额头 用沙哑的声音说道 被拉黑之后 他尝试过打星园集团 其他部门的电话 无一例外都被拉黑了 很麻烦吗 陈锋问道 你说呢 唐一雪伸了口气 淡漠的看了陈锋一眼 这个订单对我们药房很重要 现在药房生意很差 现金流很紧张 要不要我打电话 跟徐家那边沟通一下 徐娇娇是我的徒弟 徐家的老头也欠我人情 陈锋想了一下 轻声说道 他没想到唐家的情况这么差 他是真心想帮唐家一把 怎么说他现在也算是唐家的半个人 能帮则帮 你以为你是谁啊 徐娇娇是你徒弟 徐家欠你人情 吹牛皮也要打草稿好吧 唐一雪无语 一脸比一的看着陈锋 陈锋是一个善良的人 但就是爱吹牛 而且脑子不太好使 一雪 我真的能够帮上你的忙 订单 陈锋急忙说道 够了陈锋 唐一雪眸子冷了下来 他的声音也加重了几分 订单的是我会处理 一会你 跟着我就可以了 或许 带你来就是一个错误 唐一雪摇了摇头 看唐一雪生闷气 陈锋乖乖闭上了嘴巴 坐在副驾驶座上 十分钟后 陈锋二人到达了新元集团前 慢着 非我集团的人不能进 刚开到大门前 保安便将车辆给拦了下来 你好 我是唐家的唐一雪 有要是跟你们集团的春总谈谈 唐一雪开门见山的说道 有预约吗 保安问道 唐一雪皱了皱眉 原来是有预约的 但是因为陈锋救人耽误了时间 所以被新元集团这边单方面取消了 那就是没有了 赶紧滚 连头都没有点 直接往门外走去 恰好此时 一辆黑色的奔驰停了下来 春总 我是唐一雪 之前我们在电话里谈过 唐一雪连忙冲了过去 春向雪挑了挑眉 不屑一笑 唐一雪 我们很熟吗 想给我新元集团当狗的人大把 你不配 呦 原来是唐家呀 不好意思 这订单是我的了 车窗摇下一名年轻的男子微微一笑 向陈锋伸出一个中指 第34章 第34章 巴掌想不想 陈锋的目光投了过去 看向车窗 看到男子的瞬间 陈锋明显愣了一下 随即嘴角露出一抹淡淡的笑容 我记得 上次你开的不是这车啊 怎么才几天不见就 这么拉了 陈锋 你别太嚣张 惹了我夏家 没有好果子是 夏文冷哼一声 自从上次在交流会上那幅画 估出天价之后 夏家知道他错失了一幅国宝 直接将夏文的新车给收了回去 当做惩罚 尤其是错失了百年的药材 更是让夏家老爷子大怒 夏文的日子可想而知 并没有放在心上 反正已经是死敌了 他不介意再打一次夏文的脸 唐一雪皱了皱眉 他并不知道 陈锋与夏文之间的恩怨 够了陈锋 不要给唐家惹麻烦 唐一雪拉了拉陈锋 夏家可不是好招惹的存在 订单你们唐家不够格 给徐家当狗 你们不配 春向雪嘴角露出一抹嘲讽的笑容 坐上了夏文的车 唐一雪沉默不语 他虽心有怒意 但却不敢生气 个人的情绪跟订单比起来 微不足道 夏文阴沉的目光 冷冷地扫了陈锋一眼 缓缓拉上车窗离去 唐一雪犹豫不定 看着夏文车辆离去的背影 也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上车 唐一雪沉声说道 干练地拉开车门 启动油门 干嘛 看着唐一雪坚定的眼神 陈锋有一丝不好的预感 我一定要拿下订单 唐一雪坚定地说道 陈锋叹了口气 如果你相信我 闭嘴 你觉得我还能信你吗 你这个江湖骗子 还说我硬唐发黑 煞气缠身 我觉得遇到你真倒霉啊 你为什么要上门啊 唐一雪几乎是吼着说道 对于陈锋 他是怎么看也不满意 拿他门当户对的也行啊 至少还能帮他上唐家 看着唐一雪声嘶力竭 陈锋沉默了 如果他恢复了记忆 会不会好一点 有时候他会这么想 至少不会将他当成一个陌生人 可惜 没有如果 一路的沉默之后 唐一雪拼了命 跟上夏文的车 好几次险些出了车祸 陈锋依然脸色平静 玉蓉轩 这一家也是徐家旗下的集团 徐家家大业大 企业无数 但这家却是名气不错 有钱人非常喜欢来 夏文也不例外 请春象雪过来吃饭 自然不单纯 只是吃饭的意思 除了订单之外 也是春象雪姿色不错 值得一泡 何况听说春象雪玩得很花 出了名的交际花 他夏文自然也不想错过这一趟车 快点 今天我一定要拿下订单 唐一雪几乎是得了魔症一般 唐家再得不到这一笔订单还一口血 恐怕下个月就要喝西北风了 还真想当条狗啊 春象雪吃笑一声 谁说不是呢 关键还是一条女田狗 夏文的眸子 闪过一抹异样之色 刚才他的注意力都在陈锋的身上 并没有留意到陈锋旁边的唐一雪 没想到 这唐一雪容貌如此出色 比春象雪更有姿色 身材更棒 胸更大 皮肤也更白 这脸比明星还要精致漂亮 你们两个是一起吃屎了呀 满嘴喷粹 陈锋冷冷说道 他不在意这两个人 自然也不需要巴结 陈锋 闭嘴 唐一雪狠狠地瞪了陈锋一眼 你想要订单 春象雪阴冷的目光 在唐一雪的脸上扫了一下 唐一雪点了点头 春总 唐家真的很有诚意 这是合约 相信你看了 一定会动心 唐一雪轻声说道 夏家也在争取 但是订单我只能签一个 你说我该签谁的 春象雪似笑非笑 服务员来一瓶白酒 春象雪指了指面前的白酒 把他喝了 我给你签 春总 你这是为难人家小姑娘 唐家可没这诚意 夏文眸子微微一眯 贪婪的目光 在唐一雪的身上扫了一眼 陈锋皱了皱眉 目光渐渐冰冷 当着他的面欺负唐一雪 这不是在打他的脸吗 好歹他也是唐一雪法律上的丈夫 哪怕唐一雪不认可 你别管 唐一雪推开陈锋 一手抓住桌上的白酒 打开瓶盖 开始大口大口地印下 一旁的陈锋眉头紧锁 哎 唐总不急不急 这酒咱们慢一点喝 夏文走到唐一雪的旁边 轻轻扶着唐一雪的手臂 那模样 生怕唐一雪会醉倒 收起你的狗爪 陈锋眸子 透着一股寒芒 我这是在关心唐总 夏文此刻眼神之中 满是唐一雪 看也没看陈锋 你不过是一个上门女婿 不想死就滚吧 不要碰我 唐一雪脸色微红 但还保持着理智 夏文得寸进尺 手刚想要搭在唐一雪的腰上 就被一只手给抓住 唐一雪的腰了 牡丹花下死 做鬼也风流 像唐一雪这样的女人 长相清纯 身材又好 没一个男人不动心 陈锋 你别拦我 我要喝完 唐一雪红着脸 摇头晃脑地说道 够了 没看出来 他们是在耍你 陈锋沉声说道 这个傻女人 明明都知道 这只是对方的一点把戏 这也间接说明 唐家的局势 糟糕到了何种的程度 逼得唐一雪失去理智 你想带她一起玩 成全你 春相雪走到夏文的旁边 在夏文的耳边轻声说道 夏文眼前一亮 只感觉心都热了 保安 把她给我赶出去 春相雪拍了拍手 瞬间两名保安赶了过来 作为徐家旗下的人 她的人脉自然非同一般 找死 陈锋从唐一雪的手中 夺过酒瓶 砸在夏文的脑袋上 在我的面前 欺负我的女人 你活腻了 陈锋今天心中 早就憋着一股怒气 再看夏文敢打唐一雪的主意 怒意瞬间爆发 瓶 得一声闷响 夏文脑袋开花 你敢伤我 夏文脑袋破了一个大洞 给我弄死他 夏文的脸色猙獰 这不是第一次在 陈锋这里吃亏了 今天竟还被砸了脑袋 这让他无比的愤怒 两名保安冲了过来 陈锋一脚直接将二人给踢飞 哎 你完了 我告诉你 这里是徐家的地盘 我是徐家的人 你敢动我试试 春相雪一脸不屑 看向陈锋的目光之中 更加鄙夷 不过是匹夫之勇 真以为打得过两名保安 就能够跟徐家对抗 真是幼稚 啪 回应他的 却是一道清脆的巴掌声 这巴掌想不想 陈锋淡淡一笑 又是一巴掌抽了下去 我要打你 徐家保不了你 第35章 第35章跪着出去 你敢打我 你知不知道 我是徐家的人 在江南市 还没有人敢不给徐家面子 陈锋 我告诉你 你完蛋了 唐家 也得玩完 春相雪肺都要气炸了 在公司 他可是高高在上的存在 不知道有多少的男人 围着他转 他盘旋在无数男人中间 让无数人着迷 什么时候 受过这样的委屈 你不过是徐家的一条狗 代表徐家 你配吗 陈锋冷哼 又是一巴掌抽了下去 春相雪脸都被打肿了 一脸怨恨地看着陈锋 我是新元集团的负责人 你说 我凭什么不能代表徐家 跟徐家作对 你想死 成全你 春相雪毛子冰冷 掏出手机 开始打电话 陈锋冷冷地扫了春相雪一眼 脸色平静 惹了徐家 别说定单 你们很难全身而退还 如果你愿意 让唐一雪陪我一晚 今天我可以放过你们 夏文黑黑一笑 毛子闪过一抹 饶有贪婪的光芒 唐一雪这样的女人 才是极品 陈锋毛子寒光一闪 一脚踢向夏文腹部 你是不是想死 王八蛋 我徐家的人马上就到 你完了 春相雪连忙扶住夏文 恶狠狠地说道 陈锋冷哼一声 淡淡地扫了两人一眼 看着唐一雪的状态 皱了皱眉 我还能喝 我真的很有诚意 订单 唐一雪拿着酒瓶 脸色通红 眼神有些迷离 嘴里不听呢喃道 别喝了 你被人耍了 陈锋有些无奈地说道 等我喝完 唐一雪拿起酒瓶 摇头晃脑地说道 陈锋一手夺过酒瓶 唐一雪却是靠在椅子上 沉沉地睡了过去 就在这时 玉龙轩酒楼下来了一队人 春相雪的电话响了起来 她的脸上露出一抹兴奋之色 你完了 敢跟徐家座对你死定了 春相雪摸着肿起来的脸颊 一脸快意 陈锋没有理会两人 而是走以唐一雪旁边 看着唐一雪最倒的样子 叹了口气 今天如果不是她在这里 唐一雪恐怕是羊入虎口了 陈锋手搭住唐一雪 想要抱着唐一雪离开 慢着 你想走 想得美 夏文连头上的伤口都没有止住 就跑到陈锋的旁边 拉住陈锋 帮手已经到了 不看一场好戏 又怎么对得起自己 受得伤 我数到三 你不放开 今天废了你 陈锋眸子冰冷 目光直视着夏文 对于这一对狗男女 他没有一点好感 你敢 夏文虚张声势地说道 不过看着陈锋恐怖的目光 还是有些心虚 三 陈锋沉声喝道 这一声喝斥 夏文下意识地缩回了手 谁敢在我徐家的地盘闹事 找死不成 就在此时 一道闷雷般的声音响起 一个中年男子走了起来 此人目光透着一股自信 霸道之气 一看便知大有来头 豪哥 就是他不将我徐家放在眼里 说什么 徐家是跳梁小丑 跟他玩的资格都没有 春相雪立刻哭了起来 跑到张世豪的面前 开始告状 好大的胆子 在我徐家的地盘撒野 找死不成 张世豪心中怒气暴涨 徐娇娇出事躺在医院里 徐家的人疯了一样 让他出来找陈锋 唐家还有陈锋的老家 他都找过了 根本找不到陈锋 徐家那边给的压力越来越大 张世豪的心中很是郁闷 现在有人送上门来 让他出口气 不杀一紧摆 就不是他张世豪 张世豪冷冷地盯着背对着他 搂着一名年轻女子的陈锋 早就听说张世豪是人中之龙 今日一见果然不同凡响 夏文微微一笑 打了声招呼 我叫夏文 是夏家三代长孙 夏文做了一个自我介绍 原来是夏少 在我徐家的地盘出事 我会给你夏家一个交代 张世豪淡淡地扫了夏文一眼 夏家的实力不如徐家 但也不可小视 陈锋 看样子 你的末日到了 夏文脸上露出一抹残忍的笑容 豪哥 把他丢到狗圈 让狼狗把他咬死 春相雪眼中透着一股杀鸡 若不是实力不行 他早就一刀解决了陈锋 陈锋 张世豪差点被吓出尿了 难怪怎么找也找不到 原来跑这里来了 快把他拿下 春相雪兴奋地几乎要吼了出来 陈锋抱着将唐一雪 从椅子上抱了起来 转过头 淡淡地扫了张世豪一眼 张世豪只感觉心脏 都要跳出嗓子眼了 不说实力 就算是在徐家的地位 他也是不如陈锋的 豪哥 快呀 春相雪看张世豪迟迟不动手 立刻催促道 夏文则是皱了皱眉 他可是听说张世豪杀法果断 根本不是一个犹豫之人 给老子闭嘴 张世豪一巴掌 直接抽了在春相雪的脸上 随后又是一脚踢在春相雪的肚子上 陈绍 不知道是您真的非常抱歉 张世豪立刻向陈锋歉意地说道 陈锋冷冷地扫了张世豪一眼 并没有答话 而是扫了这一对狗男女一眼 让他们跪着出去 陈锋淡淡道 对于这一对狗男女 他心中的厌恶值已经达到极点 你敢 我是夏文 夏家继承人 夏文脸色有些紧张起来 加上刚才失血过多 此刻感觉身体有些虚浮 豪哥 你应该打他 他不将我徐家放在眼中 我是无辜的 我是徐家的人 自己人啊 春相雪有些一脸紧张 两位 请吧 陈绍希望看着你们跪着出去 所以你们还是乖乖听话吧 张诗豪嘴角露出一抹残忍 他行走江湖 靠的可不止是说话硬气 做起来是更是凶狠 直接掏出匕首 在两人的面前晃了晃 不贵 把他们的腿打断 陈锋淡淡说道 对于想要欺负他女人的家伙 都得付出代价 算你狠 夏文眼神满是阴狠 没有犹豫跪了下来 看到夏文沉浮 春相雪 哪里还敢废话 同样跪了下来 走快一点 不要挡陈绍的路 张诗豪一脚踢了过去 夏文差点狗啃泥 转过头深深的看了陈锋一眼 对于张诗豪 他不好报复 但陈锋他调查过 只是一个上门女婿 要报复只能挑陈锋 对于夏文怨恨的目光 陈锋选择了无视 抱着唐一雪走了出去 中间不小心踩到夏文的手指 不好意思 踩到你了 说完 陈锋淡淡一笑 走了出去 第36章 第36章 你要死了 我想睡觉 醉酒状态的唐一雪 你难道 好 马上就回去了 陈锋的声音很是温和 看着唐一雪最倒的样子 他只是觉得有些可爱 如果他平时一直这样 这么温柔就好了 可惜他已经忘记了自己 怀抱中的唐一雪睡得很安稳 陈锋的目光很是温和 突然 他的脸色突然变得阴沉起来 毛子更是透着一股凶狠 抱着唐一雪走向车子时 突然有几道人影 迅速向陈锋靠近了过来 几人的手藏在衣服中 仿佛在掩饰着什么 这几人 看似在无意经过 但目光却是时不时盯着陈锋 这些人的目光 根本逃不过陈锋的眼睛 几人交流了一下眼神 在靠近陈锋的瞬间 手从衣服中抽了出来 几把亮晃晃的匕首抱现 直指陈锋而来 找死 陈锋眸子闪过一抹寒芒 身影迅速后退 拉开距离 这几人目光伶俐 形势果断 目标直指他而来 显然是受人指使 匕首上还沾着黑色粉丝 很可能是毒 这是要他的命啊 速战速决 几人再次逼近 迅速刺向陈锋要害 但几次都被陈锋灵活的步伐拉开 几人瞬间改变了进攻对象 将目光放在了唐一雪的身上 陈锋冷哼一场 体内的真气终于恢复了一缕 一脚踢出 直接将两人踢飞 另外三人没有任何犹豫 再次袭来 陈锋眸子寒芒一闪 体内真气全部抽空 力量瞬间爆发 踢飞三人 五人全部倒地 撤 眼看刺杀失败 几人没有丝毫的犹豫 迅速后退 陈锋脚下一动 踢中一颗石块 砸中最后一人的小腿上 陈锋 没事吧 就在这里 张士豪终于赶了过来 手下将被留下来的那名男子带了过来 张士豪催了一口唾沫 狠狠地踢了一脚 敢欺负陈锋 找死不成 三分钟后 我要知道幕后指使人是谁 陈锋扫了张士豪一眼 他的脸色平静 但心生怒气 若不是他真气恢复了一丝 恐怕不只是他 唐一雪也会受伤 交给我吧 年轻男子一脸不屑 不被张士豪威胁所动 张士豪手中突然多了一把匕首 瞬间刺入男子的大腿 陈锋扫了张士豪一眼 没有再理会 如果张士豪连幕后指使人都盘问不出 那便不是张士豪了 拉开车门 陈锋将唐一雪抱起 放在车座上 陈锋 我讨厌你 讨厌 我不想结婚 沉睡的唐一雪 时不时呢喃几声 一旁的陈锋听得沉默 陈绍 问出来了 是夏家二公子下午 你在皇朝酒楼把他打了 所以想报复你 张士豪笑着说道 他也只是 看在徐家的面子上 以及陈锋不弱的实力上 才尊重他 并没有真正看重陈锋 当然 今天态度如此低下 也是有徐娇娇的一层因素 知道了 陈锋点了点头 脸色平和 谁也不知道 他在想什么 说完 陈锋便要关车门 带唐一雪回家 慢着 陈绍 徐娇娇大小节 现在躺在医院里 昏迷不醒 他一直叫你的名字 还是过去看看吧 张士豪苦笑着说道 如果不是这一档子时 他才懒得理会陈锋 陈锋皱了皱眉 看着睡梦中的唐一雪 并没有答应 他如果将唐一雪留在这里 万一唐一雪出事 那便出大问题 唐小姐 我派人送回去 张士豪说道 陈锋点头 好热 我好热 唐一雪又泥南了一声 拉开衣服上的两颗扣子 正当张士豪的人 要将唐一雪给送回去时 唐国强夫妇 刚好看到唐一雪的车牌 立刻冲了过来 将张士豪的马仔 狠狠地训了一顿 陈锋这个小畜生 为什么不在这里 还好我女儿没出什么事 不然他今天死定了 李俊秋的脸色很是难看 如果陈锋出现在他面前 他绝对要把陈锋给掐死 唐国强的脸色 同样有些阴沉 女儿胸口衣服是开的 肯定是刚才那个流氓 动手动脚 如果不是他们刚好路过 运气好碰到 后果不堪设想 等他回来 看老子怎么收拾他 抵达了医院 陈锋我就不进去了 我不太喜欢医院 一进来就感觉浑身不舒服 这几天休息不好 我先撤了 张士豪转了转脖子 又用手轻轻地拍打着脖子 打了一个哈欠 你要死了 陈锋贴了张士豪一眼 手指掐了一个手印 将天眼打开 才看到张士豪脸上的怨气很重 你胡说什么 敢这么跟豪哥说话 黑龙愤愤地说道 原本他还想要继续说什么 好在张士豪面前表一下忠心 但看到陈锋的眼神时 所有的话都咽了回去 上次陈锋插在手掌上的两刀 到现在还疼着呢 张士豪的脸色阴沉了下来 就算是徐家的人 看在他劳苦功高的份上 也会对他客气 陈锋不过是徐家的客人 怎敢如此放肆 因为你是徐家的客人 才客气地喊你一声陈绍 难道你以为我不敢动你 在江南市 还没人敢这么跟我说话 张士豪脸色无比阴沉 眸子透着一股狠毒 这三天 你会或是不断 看在你今天愿意帮我的份上 我愿意帮你一次 够了 陈锋 看在你是大小姐师傅的份上 今天放你一马 不要得寸进尺 张士豪冷哼一声 说完转身便走 机缘摆在你面前不要 可惜 陈锋淡淡一笑 大步进入医院之中 张士豪脸色越来越难看 他根本不相信陈锋的话 但看到陈锋自信的表情 不由得让他有些打鼓 老大 别被他骗了 你越往这方面想 就越会将所有事跟这些联系在一起 黑龙轻声说道 张士豪点了点头 不过运气好一点的小子罢了 上门女婿就好好当个上门女婿 跑出来算命 滑稽 我倒要看看 三天之内 我会有什么祸事 张士豪一脸不屑 大步走向车子 正当准备打开车门时 一辆车撞了过来 第三十七张 第三十七张这病 治不了 豪哥 小心 黑龙迅速将张士豪给拉了回来 就在黑龙将张士豪拉回来的瞬间 这一辆车将张士豪的豪车撞成废品 如果不是黑龙的话 恐怕张士豪已经当场死亡 妈的 怎么开车的 张士豪愤怒的吼道 但 赵士车主已经当场昏迷 张士豪心有余悸 如果不是黑龙反应快 他现在已经是一具尸体了 虽然最近一直感觉自己有些不顺 但也没有遇到过生死危机 他突然想到了陈锋的话 这三天 他很可能会死 这一定是巧合 张士豪摇了摇头 并没有再去想这个问题 一定是他炸我 让我有心理阴影 病房中 此刻已经挤满了专家 这些专家都是眉头紧锁 没人之声吗 一群废物 要你们干嘛 病房内 一名中年男子咆哮道 所有医生 专家战战兢兢 根本不敢说话 陈锋的目光 投在病床的徐娇娇上 此时的徐娇娇身上都是伤 显然 经过一顿毒打 敢这么对徐娇的大小剑 对方的实力 必定不弱于徐娇 你是谁 没看到这里闲人不能进吗 一名专家 看到进进来的陈锋 面孔有些陌生 立刻喝到 正在怒火中的徐高杰 立刻将目光投向尘封 眉头皱得更紧了 怎么回事 你们这个医院是怎么回事 还想不想干了 我女儿躺在病床上 生死未知 你们看不好病也就罢了 连门都看不好 都是废物 徐高杰脸色铁青 心中窝着一团火 徐娇娇是她唯一的女儿 女儿躺在病床上 她却无能为力 当真让人无力 尤其是打了徐娇娇的人 她到现在还不知道是谁 现在已经不是受伤的问题了 这已经上升到 打徐家脸面的事了 徐家被打了脸 连反击的对象都没有 这让徐高杰很是憋屈 你好 我是徐娇娇的朋友 我想看一下徐娇娇 陈峰轻声说道 他怎么也没有想到 徐娇娇会被人吓死狠手 听到是徐娇娇的朋友 徐胜天的脸色稍缓 但看到陈峰衣服朴素 眉头又紧了起来 娇娇的情况不是很好 等他醒了你再来找他吧 现在先离开吧 徐高杰毫不客气的说道 他不喜欢徐娇娇跟普通人来往 我懂一点医术 陈峰看着徐胜天 然后走向徐娇娇 我能救他 简简单单的一句话 表明了他的来意 怎么说他也是徐娇娇的师父 徒弟受伤 做师父的怎么也得看望一下 不必了 这么多病人都看不好 你一个医学生能看什么 走吧 徐高杰摆了摆手 看陈峰如此年轻 年纪不过二十出头 根本不像个医生 如果陈峰是个老头子 他一定恭恭敬敬敬的 他认定陈峰就是一个医学生 你是哪个课的实习生 不要来这里闹事 赶紧出去 一名专家陈生说道 本来情况就已经很糟糕了 这个不知道哪里来的实习生 还来捣乱 我是娇娇的师父 我想你就是那个江湖骗子 我不知道你用了什么手段 欺骗了我父亲 欺骗了我女儿 现在我直接跟你说 让你滚蛋 你听到了吧 以后徐家跟你没有半点关系 一听到师父这个词 徐高杰心头的怒意更大了 他一直听着徐娇娇说 败了一个很厉害的师父 实力如何如何高强 但一听对方只有二十岁 徐高杰便认定 此人是个骗子 陈锋皱了皱眉 他的心中也有些不满 别人救不了 不代表我救不了 还有 他拜我为师 是他自愿的 我并没有做任何违背本心之事 陈锋郑重地说道 他也不屑于去做那些事 龙神医的弟子来了 就在此时 一道激动的声音响起 一个年纪不过二十岁左右的男子 走了进来 此人一脸高傲 扫射众人一圈 看到徐高杰才露出笑容 徐说 不好意思 我来晚了 您放心 我一定将徐娇娇就回来 好好 来了就好 徐高杰心里顿时松了一口气 龙神医可是京都的神医 虽然不是最顶尖的那一波 却也是名声在外 眼前的这位 便是龙神医的孙子龙鹏 听说医术 已经掌握了龙神医的七分医术 龙神医呢 徐高杰往门外看了看 并没有看到龙神医的身影 我爷爷他老人家云游去了 徐叔不必担心 我爷爷的医术 我已经学了个七七八八 听到龙鹏的话 徐高杰点了点头 立刻看向病嫌上的女儿 我女儿不知道被谁暗算了 被打成这样 我很心痛 快把他就回来 徐高杰轻声说道 龙鹏点了点头 一脸傲气 走到徐娇娇的面前 搭了一下麦 放心 能治 徐高杰大喜 心里悬着的石头终于落了地 陈锋都有些气笑了 龙神医来了都够呛 这孙子竟然如此大言不惭 看着龙鹏拿出纸笔写了一个方子 随后拿出针开始行针 你要害死他 一直沉默的陈锋 突然开口说道 徐娇娇应该是受了内伤 只能用温和的手段 你强行激活他的气血 只怕会留下不可逆的影响 陈锋提醒道 他不是喜欢出风头之人 但病床上的人是他徒弟 不管是龙鹏的行针手段 还是开的药 都是以霸道的方式让人苏醒 但徐娇娇已受了内伤 反而会加重他的伤势 够了 你可以滚了 龙鹏怎么支持他的事 与你无关 徐高杰冷冷地说道 他是我徒弟 我不能眼睁睁看着 他被拥一害死 陈锋直视着徐高杰 对于徐高杰 他多多少少也知道一点 只知此人是江南市的最大官 但没想到 对方如此居高临下 如此轻视他 那也与你无关 从此以后 徐家跟你没有差点关系 你一个小小的江湖骗子 想谈我徐家高知 做梦 出门左拐 慢走不送 徐高杰冷冷说道 做了一个请的手势 你不要后悔 届时就算你跪下来救我 我也不会救了 陈锋心中也是憋着一股怒气 他担心徐娇娇的情况 甚至放下唐一雪赶了过来 没想到 徐高杰竟是如此态度 放心 我徐高杰绝不会求任何人 徐高杰淡淡一笑 陈锋冷哼一声 转身便走出了门 刚走至医院大门口 迎面便撞上了徐盛天 太好了 小悠 竟然会在这里看到你 快上去 帮我看看孙月 徐盛天大喜 陈锋能够帮他治好暗急 那必定是一位了不得的神医 陈锋摇了摇头 叹了口气 这病治不了 第38章 第38章疯狂的家属 病治不了 听到陈锋的话 徐盛天的脸色 顿时变得难看起来 他最宠的 就是自己唯一的孙女 不仅是血缘的关系 还有武学传承这一层原因 儿子徐高杰 不喜欢武学 当了官 让他郁闷了几十年 没办法 只能将希望寄托在徐娇娇的身上 而徐娇娇也不负期望 天赋十分不错 年纪轻轻 便已经达到了皇级 未来可期 但陈锋说治不了 让徐盛天心中一血涌上 险些昏倒过去 老爷子 我与你徐家缘分已尽 以后我不再是娇娇的师父 就此别过 原尽于此后会有期 陈锋洒然一笑 挥了挥手 转身便离走 小友 小友 徐盛天急忙喊道 想要追上陈锋 但哪里还有陈锋的身影 徐盛天叹了口气 迅速走到病房 病房内 龙鹏刚试完针 徐焦焦气色有所恢复 父亲 焦焦马上就要醒过来了 徐高杰看到父亲走过来 立刻说道 徐盛天看了徐焦焦一眼 心中松了口气 刚才 是不是陈锋过来了 徐盛天问道 你说那个小骗子 徐高杰醒悟过来 却是皱了皱眉 我已经打发走了 以后你也不要再跟那种骗子来往了 他接近焦焦 估计是居心不良 还大言不惭 说我女儿只有他能治 连龙神医的孙子都救不了 真是滑稽 我直接让他滚蛋了 徐高杰一脸不屑 若不是看在陈锋 来看望徐焦焦的份上 他早就收拾陈锋了 他还说什么了 徐盛天压抑着心中的怒气 这小子太狂妄了 徐高杰越说越气 他说 就算是我跪下来求他 他也不会救 徐高杰不以为然地说道 他可是一把手 整个江南是有头有脸的人物 怎么可能会给陈锋下跪 你是不是当我老糊涂了 连看人都不会看了 徐盛天的脸色不善 徐高杰咽了口唾沫 并没有直面回答父亲的问题 老爷子 放心吧 你孙女我已经就回来了 龙鹏一脸兴奋 轻轻打了一个响指 病床上的徐焦焦 突然睁开了双眼 红润的脸色 突然变得铁青 爷爷 爸 徐焦焦捂着胸口 无比虚弱地叫了一声 我就说没事吧 那个小骗子 下次再让我看到他 非得教训一下 徐高杰脸上 终于有了一丝笑容 徐盛天皱了皱眉 看到孙女情况 好像有点不太对劲 剧烈的痛苦 让徐焦焦额头上 布满了汗水 肚子好像有无数只虫子 在咬他一样 让他苦不堪言 亲人在旁 他想强忍着不出声 啊 疼痛突然加剧 徐焦焦干咳了两块 咳出两口血 眼前一黑 再次昏了过去 快救人 徐盛天立刻沉声喝道 他突然明白 陈锋所说的 这病治不了 是什么意思了 不是他治不了 而是因为徐高杰的傲气 无理 轻视 他真开的药 但终究还是年纪轻轻 经验不足 只得抱了抱拳 抱歉 两位 这病我治不了 说吧 龙鹏转身便走 万一徐家发难就麻烦了 徐盛天偏了龙鹏一眼 没有理会此人 当前首要之事 便是将徐焦焦救回来 你们还愣着干什么 还不快给我救人 徐高杰也有些慌乱了 徐焦焦现在的气色 比之前更差了 正常人都看得出来 情况非常糟糕 不好 身体各异功能异常 病房内 各种报警仪器 此起彼伏 响起不断 逆子 徐盛天一巴掌 抽在徐高杰的脸上 你看看你干的好事 现在还不快 把人丢请回来 徐高杰被这一巴掌 给抽猛了 爸 你干什么 你不要被人欺骗了 他依然坚定地 相信自己的观点 连龙鹏都救不了 何况是一个小骗子 要知道 龙鹏可是跟着龙神医 学了十几年的医 而那个陈锋 根本不像学过医术的人 还不快去 徐盛天几乎是吼着说道 如果请不回来人 我跟你断绝父子关系 徐高杰一脸阴沉地 走出病房 迅速打了一个电话 离开了医院的陈锋 脸色有些担忧 眉头时不时皱气 罢了 不去想了 陈锋摇了摇头 他不喜欢热脸贴冷屁股 就在这时 一辆黑色的商务车 停在陈锋的面前 几个黑衣人模样的男子 走了过来 上车 快点 领头的一名黑衣人 陈生说道 你们是谁 陈锋陈生说道 是徐高杰派你们来的 费什么话 这里是三万块钱 就好人 再给你七万 黑衣人说完 将一打钱塞到陈锋手里 随后两名黑衣人 嫁住陈锋 就要往车上拖 滚 陈锋脸色很是难看 双臂轻轻一抖 直接将身旁 两名黑衣人给震退 你想清楚后果没有 黑衣人脸色阴沉 你不为自己想想 也要为你的家人想想 他们很可能会因为你 失业 上不了学 没有医保 没有社保 黑衣人的话充满了威胁 徐高杰给的时间是五分钟 必然是所有的手段都要用上 软的不行 那就硬的 陈锋气笑了 我好心主动救人 你爱搭不理 出事了 你去用下三烂的手段 我最讨厌别人威胁我 不管是谁 陈锋眸子闪过一抹寒芒 敬酒不吃吃罚酒 既然陈锋不识相 那便只有动用武力了 几人都是果断之人 迅速冲向陈锋 要制服陈锋 强行带到医院 找死 陈锋一脚踢出 直接将几人踢倒在地 几人脸上露出惊恐之色 没想到眼前这个瘦弱的年轻人 竟然一脚就将他们踢翻了 告诉徐高杰 让他自己过来道歉 求情 他并不欠徐家的人情 所以没必要委屈自己 你好大的威风啊 让我这个大人物 来向你一个小人物求情 一辆黑色劳斯莱斯 停在陈锋面前 徐高杰缓缓走了下来 他的目光很是阴沉 尤其是陈锋刚才的话 明显瞧不起他 从来只有别人求他的份 哪里乱得到他来求人 看样子 你还是不长记性 陈锋淡淡一笑 摇了摇头 转身便走 别装了 你做这么多 不就是让自己显得清高 想多挣点钱吗 老子有的是钱 第39章 第39章生日宴会 陈锋怒急返校 看着徐高杰摇了摇头 你觉得这是钱的事 我好心要求徐娇娇 你不但阻止我 还侮辱我 结果我走了 你找人来威胁我 威胁我的家人 徐家 真是好大的格局 徐高杰脸色一会轻一会白 冷哼一声 一百万 他很笃定 陈锋一定会开口同意 毕竟 谁会跟钱过不去 尤其是知道 陈锋只是一个上门女婿之后 心中更加看不起 如果他有钱 为什么还要当一个上门女婿 不去 陈锋摇了摇头 这徐高杰 还是没有明白他的意思 或许说 是装糊涂 一千万 徐高杰再次高声说道 陈锋依然摇头 上门只是为了陈琳能有钱上大学 现在 他也不再需要为钱委屈自己 你不要太过分 我跟你说话 是给你面子 整个江南市 有哪个医生敢这么不给我面子 徐高杰的脸色很是阴沉 心中既郁闷 又是焦急 那你去请他们好了 他们一定会非常乐意帮你的 陈锋淡淡一笑 转身便走 陈锋 你欺人太甚 徐高杰脸色铁青 到底是谁欺人太甚 陈锋转过头 陈生贺问道 从头到尾 一直是 你在无理取闹 我可做过任何一点对不起徐家的事 威胁我家人 拿钱侮辱我 拿你高高在上的姿态 去请其他人吧 陈锋冷哼一声 一脸不屑 小友 且慢 就在此时 一道苍老 疲惫的声音响起 一个老者向陈锋这边走了过来 是徐盛天 徐家的老爷子 徐家真正的主事人 老爷子也是当过大官的人 虽是五官 但人脉非常广 老爷子 有时间我请您喝茶 陈锋微微一笑 算是打了一声招呼 徐盛天 歉意地看着陈锋 随后走到徐高杰的儿子 一巴掌抽了下去 逆子 给我跪下 什么时候小友原谅你 你什么时候再起来 如果娇娇出事 我也就没你这个儿子 这一巴掌 打得结结实实 徐高杰脸上的巴掌印 清晰无比 直接被打猛了 爸你打我干什么 跪下 徐盛天避抿着嘴唇 压抑着心中的怒气 收起你的傲气吧 否则你会毁了徐家 若小友不肯出手 你就提前退休吧 徐盛天沉声喝道 徐高杰心中一领 知道父亲是真正的生气了 以他对父亲的了解 如果陈锋不出手 那他很可能会退位 陈锋看着这一幕 对徐盛天刮目相看 这老头做事真的干脆 陈锋 我有的无理向你道歉 请你救我女儿 徐高杰也是拿得起放得下之人 没有任何犹豫 跪在陈锋面前郑重道歉 陈锋叹了一口气 早知如此 何必当初 半个小时之后 陈锋再次回到了医院当中 若不是徐高杰狗眼看人低 他早已将徐娇娇给救了回来 徐娇娇病情 已经进入最危急的时刻 仪器报警声不断 一路上 陈锋闭目修炼 总算是恢复了一点真气 借着银针 开始给徐娇娇度入真气 三针过后 徐娇娇的眼睛动了动 脸色开始红润起来 佩了 病人醒了 真是奇迹啊 一旁的医生目瞪口呆 师父 徐娇娇看到陈锋的瞬间 毛子都红了 他虽然一直在沉睡 但剧烈的疼痛 让他的意识 一直处于清醒当中 被欺负了 陈锋脸上露出温和的笑容 对于徐娇娇 他还是很满意的 徐娇娇已经收敛了很多 虽然脾气还是很暴 却从不欺负弱小 明天的鄙视怎么办 徐娇娇苦笑 他现在这个样子 明天的鄙视怎么进行 就算上场 也是被人教训罢了 放心 明天我会让你活蹦万跳的 站在擂台上 陈锋轻轻地拍了拍 徐娇娇的肩 悄悄输入一抹真气 让徐娇娇陷入睡眠当中 看着女儿清醒过来 徐高杰的脸上 终于露出一抹轻松之色 谢谢你 陈锋小兄弟 这一次 徐高杰的脸上 没有了之前的傲气 他已经将陈锋 放在了他徐家 同等的位置上 同时对于父亲的眼光 是自愧不如 果然将还是老的辣 客气了 他也是我的徒弟 陈锋抱了抱拳 掏出一支笔语纸 写下了药材 让徐高杰派人 送到唐家 徐娇娇现在的状态 必须通过单药 才能恢复过来 否则的话 就没有办法参加明天的比试 正当陈锋准备离开之时 徐高杰将一个盒子 递给了陈锋 这是我一点小小的心意 一定要收下 否则我的良心会不安 以后你就是我徐家 最尊贵的客人 徐高杰的目光坦然 真诚 陈锋微微一笑 好 娇娇是我徒弟 咱们本来就不需要如此客气 徐高杰哈哈一笑 又客气了几句 就在此时 陈锋的手机响了起来 是李俊秋的来电 妈 怎么了 陈锋轻声问道 你还有脸问怎么了 你将我女儿丢在马路上 他还差点被人侵犯了 你带他出去喝酒 也不看好他 你这个丈夫怎么当呢 李俊秋劈头盖脸的 将陈锋痛骂了一顿 怎么难听的话都跑了出来 陈锋只好将手机音量 关到最小 然后远离耳边 等到咆哮声没有时 才重新拿了起来 想必是李俊秋误会了 张氏豪可没这个胆子 动他的女人 今天下午是你红阿姨 就是你买你假服的 那个红阿姨 今天是他生日 一雪的酒已经醒了 今天我们要去参加他的生日 赶紧滚出来 叫你提前准备的生日 礼物准备好了吧 别让我唐家丢人 李俊秋沉声说道 是吗 你发个地址给我 我现在打车过去 陈锋轻声说道 打车打车 不是打车就是挤公交 李俊秋异常不满 你什么时候 才能像别人一样 自己买辆车 真是个废物 陈锋皱了皱眉 没有说话 李俊秋挂了电话 将地址发到了陈锋的手机上 片刻之后 陈锋直接打车 到达了王家 站住 闲杂人等不得入内 刚到门口 陈锋直接被保安拦了下来 我是来参加宴会的 陈锋轻声说道 来这里的 都是来参加宴会的 你有请柬吗 这里不允许乞讨 赶紧滚吧 叫花子也想参加宴会 保安不懈地看着陈锋 二楼宴会大厅上 几名女子 指着被保安拦下来的 陈锋大笑道 快看 外边有个叫花子 第四十章 第四十章礼物 也不知道 哪里来的叫花子 看着就让人恶心 谁说不是 看着这么年轻 那得过得多差 才能当上叫花子 几名女子窃窃私语 时不时讥笑一声 一旁的唐一雪 气得脸色发白 这个家伙火灾救人之后 怎么也不换一身衣服 就这样突然闯过来 这是要让唐家 把脸都丢尽 这个陈锋 陈锋对于自己的形象 并不是很注意 加上今天事情多 倒忘记了自己着装的事 迟到太久 以李俊秋的性格 必定会大骂 所以救了徒弟 陈锋立刻赶了过来 来得匆忙 也没有来得及换衣服 叹了口气 陈锋转身 打算看看 哪里有衣服卖 好换一身 就在此时 唐一雪脸色阴沉的走了出来 你怎么回事 连衣服都不换 唐一雪怒声问道 还好没有进入到宴会 不然今天唐家的人无地自容 抱歉 陈锋歉意地看着唐一雪 路上来得匆忙 等参加宴会结束 我帮你看看你的煞气 情况越来越严重了 陈锋皱了皱眉 他并不在意自己的形象 但也知道场合 此时 看着唐一雪额头上的煞气 越来越浓 让他有些不安 你又在胡言乱语 别以为救了人 你就是高手了 运气这碗饭 不能吃一辈子 赶紧找个角落 把衣服换上 礼物带了吗 唐一雪无奈地说道 刚说完 他就有些后悔了 后悔自己昨天太冲动 喝了那么多的酒 连礼物都没有背上 带了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礼物了 陈锋轻声说道 脸上露出一抹笑容 这是徐娇娇父亲给的礼物 盒子看着很普通 但能让徐家送得出手的 想必不会普通 你果然不会让人有希望 唐一雪叹了口气 目光之中满是失望之色 一雪 陈锋还想说些什么 但唐一雪 已经转身走回宴会 保安一脸鄙视地看着陈锋 更加确认了 陈锋叫花子的身份 对陈锋更加不屑 陈锋也懒得理会 这个小小的保安 走到豪宅的一角 四处扫了一眼 看到没有人 直接开始换起了衣服 不得不说 唐一雪的眼光很不错 都是陈锋喜欢的款式 陈锋脱下裤子 准备拿出新裤子开始换 突然耳边传来一声尖叫声 臭流氓 声音很是尖锐 直接将陈锋给吓了一跳 回过头一看 面容有些熟悉 但一下子想不起来 别喊 陈锋裤子都没有穿好 直接冲了过去 按住这个漂亮女子的嘴 王八 但字还未出口 嘴巴就被按上了 王妙可目光之中 露出惊恐之色 闭嘴 陈锋冷冷地说道 王妙可一旦喊出声 肯定会把所有人给招过来 要是看到她还脱下了裤子 那就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我只是换一下衣服 你再喊 把你舌头剥下来 陈锋做出一副很凶热的模样 王妙可渐渐冷静了下来 看着陈锋的目光 也没有任何贪婪 这才乖乖闭上嘴巴 好大呀 王妙可偷偷瞥了一眼 脸色刷的一下就红了 片刻之后 陈锋换好了衣服 又拿着手中的矿泉水 洗了一把脸 原来是你 上次让你卖给我画你不卖 王妙可这才看清了 是陈锋 对于陈锋 他可不会忘记 记忆太深刻了 看画的眼光太毒了 竟然简陋 简到了一幅国画 是你啊 陈锋瞥了王妙可一眼 原来是上次 想要强行买他画的女子 你也是来参加宴会的 不过参加宴会 要带礼物 你拿个破盒子 不太好吧 王妙可看着陈锋 手中的盒子 问道 陈锋耸了耸肩 足够了 如果连徐家送他的东西 送礼都不够格的话 那么今天宴会上 所有人送的礼物 恐怕一文不值 你对古丸很了解 王妙可眸子转了转 轻声问道 我不了解古丸 陈锋摇了摇头 但我能分辨真假 他这话说出来 恐怕别人会不相信 但事实就是如此 他对古丸一窍不通 但有了传承 要辨别真假 太容易了 妾 不了解还能分辨 你当我傻 王妙可吃笑一声 陈锋摇了摇头 王妙可相不相信 跟他没有关系 拿着盒子 陈锋走向宴会 王妙可皱了皱眉 也跟在了陈锋的身旁 一起进入到宴会之中 这一次 保安并没有再阻拦陈锋 陈锋有些意外 不过却没有多想 因为唐国强夫妇 已经走了过来 你怎么回事 这么晚才来 礼物呢 带了没有 你不要跟我说你 手中的盒子就是礼物 李俊秋目光直视着陈锋 目光在陈锋的身上 扫了一眼 看到陈锋手中 再普通不过的盒子 大失所望 对 这是我的礼物 陈锋点了点头 脸色平静 这盒子看似普通 但实际上材质价格并不低 只是外观看上去不够豪华 让你来就是个错误 李俊秋恨恨地看了陈锋一眼 唐国强也是摇了摇头 叹了口气 妈 红阿姨让咱们过去 就在这时 唐一雪过来喊道 唐一雪的目光 在陈锋扫了一眼 便收了回来 一会 把你的礼物收起来吧 不要拿出来 丢人现眼了 李俊秋瞪了陈锋一眼 陈锋无奈地点了点头 他也理解唐家的做法 现在这么多人都在 来的都是江南市 有头有脸的人物 一个举动 就可以让唐家颜面丢尽 红阿姨 祝您生日快乐 唐一雪脸上露出一抹笑容 好 谢谢一血 红林涵微微一笑 李俊秋跟红林涵开始了寒暄 几人说了一番话 陈锋则平静地站在一旁 没有再说话 但红林涵的目光 却是时不时看向陈锋 贵旭现在不卖符了吧 行走江湖毕竟不好 现在是现代社会了 大家都受过教育 没人愿意相信那些把戏 上次你给我的符 我丢了 之所以买 是看在你岳母的面子上 听你岳母说 你连工作都没有 年轻人 这样不好 红林涵轻声说道 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样子 那符 丢了 陈锋有些郁闷 他的符可是真的 还是第一次成功的 因此格外上心 没想到红林涵却是不屑 你红一说的对 这段时间 你找一份正经的工作吧 李俊秋含着脸说道 陈锋叹了口气 点了点头 妈 祝您生日快乐 这是我送你的礼物 汝瑶瓷器 一名年轻的男子 携着一名漂亮的女子 走了过来 脸上带着淡淡的笑容 是王家的女婿啊 现在才25岁 就已经是好几个 上市公司的老总啊 真是年轻有为啊 我建议 大家都把礼物拿出来 让王夫人高兴高兴 我同意 我同意 现场十分热闹 只有唐一雪的脸色 有些郁闷 第41章 第41章 他是假的 王夫人 这是我的礼物 一名男子将一幅画拿了出来 近代画家的一幅画 这是我的礼物 不成敬意 还有一人 竟是直接拿出了 对王家有利的订单 各种各样的礼物 五花八门 什么样的都有 一轮送下来 最终有人的目光 落在了唐家这边 唐夫人 您可是跟王夫人 交好十年感情 不知道您这边 准备了什么礼物 立刻有人笑着说道 对啊 听说唐一雪已经结婚了 结婚不告诉我们一声 那贵婿总要认识认识吧 周围的人一脸的好奇 唐家虽然名声 还有金钱不如他们 但架不住背后京都唐家 听到众人的话 李俊秋的脸色 微微有些不舒服 旁边的唐国强 单咳了两声 只感觉有些尴尬 走到一旁 唐一雪低着头 瞥了陈锋一眼 叹了口气 偶尔会将目光 落在王家大女儿的身上 人家怎么就嫁得那么好 而自己的丈夫 还需要自己来养 陈锋 还不快过来 跟你叔叔阿姨 还有其他朋友 做个自我介绍 李俊秋走到陈锋面前 轻轻地踢了陈锋一脚 陈锋有些无奈 走到所有人面前 微微一笑 我就是唐家的上门女婿 陈锋 不知道贵旭 是做什么职业的 立刻有人打听起来 李俊秋脸色更加阴沉 站在一旁一声不吭 看到李俊秋 跟唐一雪都没有吭声 陈锋只好开口说道 目前暂无稳定工作 这不是门口 那个乞丐吗 你怎么跑到这里边来了 来人 保安 把他赶出去 几名女子看着陈锋高声说道 一边说着 一边让人找到视频 投放了在大屏上 老唐 这才半年不见 你唐家怎么这么拉了 还找了个乞丐 当上门女婿 唐一雪这么漂亮 好白菜 怎么给猪拱了 周围的人哈哈大笑起来 一个乞讨的人 给他们提鞋都不配 年纪轻轻去乞讨 不是一件好事 来我公司吧 我给你当个小职员 李一淡淡一笑 举着酒杯一脸高傲 不必了 陈锋摇了摇头 并没有理会其他人的看法 不劳你费心了 臭乞丐还给跟李少顶嘴 明明是个乞丐 还要装作清高的样子 就在这时 电视上 一则新闻报道播放出来 我是一居名楼 发生天然气爆炸 引起火灾 一个年轻人奋不顾身 爬上五楼 将小女孩救了下来 他这种精神 值得每一个人学习 火灾无情 但人有情 新闻里 播放的正是陈锋爬楼时的场景 真是个好人啊 是啊 他是个英雄 周围的人一片赞叹 但是当陈锋转过头来时 所有人的嘴巴张德 几乎可以塞下一个鸭蛋 看到其他人的反应 唐国强夫妇的脸色 才稍缓好看了一点 唐一雪的心里 也是松了口气 只要不提陈锋手中礼物的事 今天这事就算过了 救了个人又怎么样 年轻人还是要务实一点 不说什么 就说你送的礼物几十块钱吧 礼仪不懈的说道 什么救人都是虚的 只有名声还有地位 才是最现实的 是啊 赶紧将你的礼物拿出来看看 让大家开开眼 周围的人立刻将目光 集中在陈锋的礼物上 尤其是他们当中 有部分人的礼物 送的并不是很好 但是 如果有人送的礼物更差 那就显得他们很用心了 姐夫 你这是欺人太甚了 礼物吗 用心就行了 就在这时 一道女子的声音响起 是王妙可 王妙可看到陈锋遇到麻烦 便走过来帮他解围 妙可说的没错 用心就可以了 红灵涵点了点头 陈锋 把礼物给你红衣放下吧 李俊秋走过来 轻声说道 不用猜他也知道 陈锋的礼物送的很差 盒子打开 唐家的脸就算是没了 对 放下吧 不必打开了 红灵涵瞥了陈锋一眼 这个面子 还是要给李俊秋的 那怎么行 大家都打开了 李一玩味一笑 目光落在陈锋身上 你不开 怎么行 就是 一定要打开 唐家女婿送的礼物 一定要开开眼 周围的人附和 我身体有点不舒服 先走了 李俊秋瞪了陈锋一眼 陈锋 你太让我失望了 唐一雪也是一脸的失望 唐国强更是无奈的摇头 今天唐家的脸算是丢尽了 再不走 难道还要等着陈锋打开礼物 李俊秋一脸羡慕地看着红灵涵 又恨铁不成钢地看着陈锋 同样是人 怎么差别这么大 周围的人一脸细血 这还没看李俊 唐家的人反倒自己先盗起来了 我说唐夫人 自己家女婿 你得信任 李一微微一笑 走到陈锋的面前 一把将陈锋手中的盒子 抢了过去 随后高高举起 当着所有人的面打开 哟 李一哈哈大笑起来 一株两指大小胡萝卜状的人身 躺在简陋的盒子中 周围的人哄堂大笑 看向陈锋的目光之中 充满了嘲讽 唐一雪狠狠地瞪了陈锋一眼 这一下子 真的是丢人丢到姥姥家了 你怎么回事 拿一根胡萝卜来糊弄人 唐一雪走到陈锋旁边 声音很是低沉 陈锋也是有些奇怪 徐家不可能这么无理 随后 他观察起这人身 其中蕴含着一股灵气 这人身精华未散 绝对是无价之宝 陈锋心中大定 微微一笑 这是人身 至少百年以上的人身 而且是新鲜的 唐国强夫妇 已经修得无地自容 看看人家的孤业 再看看陈锋 简直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你这礼物 白送我都不要 瞧不起我王家 李一脸色沉了下来 刚才风头被陈锋救人 那是抢了过去 现在必须再把风头给抢回来 我的人身至少是真的 陈锋似笑非笑地看着李一 也比你的瓷器强万倍 你怎么说话呢 凭什么说比我的瓷器强万倍 我几百万简的漏 你一根破萝卜 怎么比 李一冷笑一声 这个陈锋大言不惭 简直是可笑 你的瓷器 它是假的 怎么跟我的人身比 此话一出 满堂皆经 第四十二章 第四十二章 我能证明 所有人目瞪口呆地看着陈锋 谁都没有想到 陈锋敢说出这样的话 李一几百万买的汝瑶瓷器 竟然被说成是假的 这打的不仅是李一的脸 打的更是王家的脸 一旦被发现是假的 王家的脸可就丢大了 女婿送了假货 还是当着所有亲朋的面 你胡说 我的瓷器几百万买的 还有鉴定证书 怎么可能是假的 你一个上门女婿 恐怕连汝瑶都没有听说过吧 李一阵阵有词 指着陈锋破口大骂 但眼中还是闪过一抹惊慌之色 这更加让陈锋确定了 瓷器是假的 就是你一个上门女婿 有什么资格指责李少 还有鉴定证书在 难道你敢说 专家的鉴定也是假的 周围的人 看向陈锋的目光之中 一片鄙夷 认定了陈锋就是酸 自己买不起像样的礼物 就说他人的是假的 红灵涵的脸色 也是很难看 冷冷地扫了陈锋一眼 俊秋 你得给我一个解释 李俊秋脸色一白 明白红灵涵已经生气了 他跟红灵涵虽然是朋友 但在这一段友谊当中 他是处于弱势的 他只有一个药房 怎么比得上王家 陈锋 你闹够了没有 李俊秋的拳头 已经握了起来 如果不是当着 这么多人的面 恐怕他已经一拳 砸到陈锋脸上 丢人 太丢人了 出身平民也就罢了 还没见识 算了算了 走吧 别丢人了 唐国强无奈地叹了口气 唐一雪走到陈锋面前 恨铁不成钢地看着陈锋 回去我们就离婚 抱歉 这是陈锋的个人行为 不代表我们唐家 唐国强歉意地说完 拉着妻子 女儿走了 唯独陈锋 让他自己留下来丢脸吧 爸 妈 一雪 看着三人要走 陈锋连忙跟上 想要一同离去 却被李仪一把拦住 今天你侮辱了我 侮辱了王家 难道想一走了之不成 李仪沉声说道 不给交代不能走 现在站在谁一边 很明显 姐夫 你就放过他吧 王妙可皱了皱眉 怎么 被我说皱了 恼羞成怒了 我的人生 价值百万 你们不识 一个假货 你们却当成宝 陈锋冷笑一声 红灵涵横眉冷眼 看着陈锋 你当我瞎不成 你见过这么大 水分这么足的人生 陈锋也懒得解释 本来看在红灵涵上次 买自己服的份上 他才来参加宴会 没想到 对方却是如此的虎脚蛮缠 赵老来了 就在此时 一道声音响起 人群外 走进来一名老者 赵南山脸上挂着笑容 给红灵涵说了一番祝贺词 因为人太多 赵南山并没有注意到陈锋 赵老 你来得更好 这小子说 我的汝瑶瓷器是假的 你帮我拼拼脸 我花了几百万买的 特地拿去做了鉴定 怎么会是假的 李仪指着陈锋说道 红灵涵点了点头 是该还自己女婿一个公道 市井小明没见过世面 还请赵老鉴定一下 赵南山眉头微微一皱 没想到刚进来 就遇到这种事 随后看向陈锋时 眼中才露出一抹笑意 陈锋也很意外 没想到赵南山 也会来参加 红灵涵的生日宴会 不过也不奇怪 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 圈子就这么大 认识也正常 那就请赵老鉴定一下吧 是不是汝瑶的 陈锋微微一笑 汝瑶瓷器每一件都是真品 是宋代文化的缩影 说是价值连成都不为过 这一件陶瓷 从外观上来看 的确很像 但的确不是汝瑶出土的 赵南山足足鉴定了十几分钟 才将结论摆了出来 怎么可能 赵老 恐怕你是老眼昏花了吧 我可是花了几百万的 你怎么证明他是假的 李一眼中闪过一抹惊慌之色 随后死咬不放 他已跟那位造假大师明确过 根本不可能证明是假的 赵南山的脸上露出难色 因为这的确很难鉴定出来 这一件做得可以以假乱真 他也只是靠经验才看得出来 想要证明 确实很难 这是真的还是假的 王妙可走到陈锋旁边 想要看看 陈锋上次到底是不是运气 陈锋的手在瓷器上没有说话 很快眸子闪过一抹金光 谁说不能证明 我能证明 陈锋微微一笑 拿了一个小锤子 往瓷器上狠狠一敲 这个举动 顿时将所有人吓了一跳 这可是李一数百万减落的乳摇瓷器 如果是真的 价值肯定还要再翻上一翻 你干什么 我的瓷器 李一大怒 洪灵汗也是一脸怒意 对于陈锋的印象越来越差 王妙可则是一脸好奇的看着陈锋 他想要看看 陈锋到底 是不是真的能够知道古丸的真假 现在 就是最佳的验证机会 平 的一声闷响 瓷器变成了无数的碎片 我三百万的瓷器啊 说没就没了 李一抓着脑袋 痛苦大叫 你不是让我证明吗 我已经证明 给你看了 这就是假的 陈锋缓缓说道 你胡说 怎么可能是假的 李一脸色仗得通红 混账 竟敢说我女婿的瓷器是假的 如果你证明不了是假的 你要原价赔偿 洪灵含冷着一张脸 今天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凭有陈锋撒野 王家颜面往哪里摆 没错 你砸坏了我的瓷器 要照价赔偿 李一一口咬死自己的瓷器 是真的 陈锋冷哼一声 拾起了块碎片 你家汝瑶的瓷器 是二十一世纪的 碎片一百 所有人立刻看到了 瓷器碎片内部 禁属了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零年 怎么可能还有汝瑶 竟然是假的 周围的人窃窃私语 这么明显的造假 如果再看不出来 那他们就是瞎子了 确实是假的 不过这位造假的野饰大师 简直一假乱真 红灵涵的声音无比的冰冷 目光之中充满了寒意 所有人离开 陈锋留下 第43章 第43章 恼羞成怒 在红灵涵目光冰冷的 盯着陈锋的时候 赵南山的注意力 依然在假瓷器身上 红阿姨 不知道您这边 还有什么事吗 陈锋淡淡一笑 他心中已经有所猜测 估计王家要对他发难 当头所有宾客的面 狠狠的落了王家女婿的面子 这打的也是王家的脸 对于豪门世家来说 脸面比钱还要重要 果然 红灵涵盯着陈锋 缓缓走了过来 今天 你应该给我一个说法 红灵涵沉声说道 陈锋眉头微微一挑 红阿姨 你这是什么意思 你当着所有人的面 说我女婿的词息是假的 敢质疑他 你还敢说你没错 你明明知道是假的 为何不私下提醒他 非要当着所有人的面折穿 你还说你没错 就算是假的 被拆穿之后 你不想着替我女婿解释 你还要落井下石 你还说你没错 红灵涵一字一句目光 逼试着陈锋 陈锋皱眉 假的便是假的 他惹我在先 该道歉的 难道不应该是他吗 假的也比你的萝卜强一呗 你不是一个客人 连自己的位置都摆不清吗 红灵涵音量逐渐加大 可笑 你为了你女婿的面子 就可以踩我一脚 价值千金的人生你不识 破瓷器 你却当成宝 可笑 陈锋冷笑一声 心中对于红灵涵买他服的那一点好感 瞬间全无 闭嘴 凭什么跟他别 红灵涵愤怒的吼道 将陈锋的礼物重重地摔在地上 看着珍贵的礼物被如此糟蹋 陈锋心中窝火 使起来大口一啃 确实 我比不上连正常男人功能都没有的贵婿 这礼物 我是看在上次你买我服 算有一点缘分才送给你 你胡说 我怎么不行了 李仪的脸色涨得通红 眼神之中闪过一抹慌乱之色 这件事只有王家知道 外人根本不知道 一定是王妙可告诉陈锋的 李仪狠狠地瞪了陈锋一眼 还有 拿一根白萝卜送我岳母 还说是缘分 也不撒泡尿 照照自己 李仪冷哼一声 迅速将主动全拉了回来 陈锋摇了摇头 野生人参已经吃得差不多 只剩下最后一小节 体内有一股热流 不断往身上涌 心绪越来越烦乱 无知 陈锋淡淡地扫了李仪一眼 随后 他的目光落在红灵涵的身上 最后送你一番警告 印堂发黑 最好找个高人化解一下 不仅仅是你 恐怕整个王家都要倒大霉 如果你们愿意为 今天的事情道歉的话 我可以帮你们化解 陈锋轻声说道 一派胡言 红灵含气的脸色发白 小子 你胡说什么 诅咒王家 找死不成 李仪脸色 阴沉地几乎滴出了水 大手一招 很快周围几名壮汉 立刻围了过来 为了保证宴会顺利 今天他还特意招了几个 身手不错的人来护场 陈锋摇了摇头 感觉到体内的力量 已经暴涨到极致 有些可惜的 看了手中的人身一眼 随意丢到了地上 随意地瞥了这几人一眼 并没有将李仪的威胁 放在心上 就在这时 一道身影 迅速窜到了陈锋的面前 不要啊 赵南山双手颤抖 小心翼翼地拾起地面上的人身 抱田天物啊 抱田天物 赵南山无比心痛地说道 李仪有些惊讶地看着赵南山 赵老只是萝卜残余 让下人打扫就好了 赵老 你这是何意 红灵涵无比困惑 他能感觉到赵南山无比的激动 这可是百年的野人参啊 而且是刚采出来的 前几天刚被徐家的人拍下 可惜啊 太可惜了 价值五百万就这样没了 太浪费了 赵南山一脸痛惜 用手帕将残余的人参包了起来 刚才一直专注瓷器 根本没留意到 这根平平无奇的 萝卜 红灵涵当场实话 一股浓烈的后悔感 生至心头 价值五百万啊 就这样被陈锋给吃了 滚滚滚 红灵涵怒目而视 恨不得将陈锋抽皮扒骨 妈 我看他看过完的眼光很准 不如让他代替王家豆宝吧 王妙眸子闪过一抹金光 他有些相信陈锋所说的话了 你让他代替王家豆宝 这不是在害我王家吗 送礼不说明礼物珍贵 还敢质疑我女婿的礼物 一点人情事故都不懂 还诅咒我王家 这样的人 你敢信吗 红灵涵一字一句呵斥 看向陈锋的目光之中 充满厌恶 他的心都在滴血 五百万的人生啊 忠告我已经送到 听不听是你们的事 陈锋说完 转身便走 想走 晚了 红灵涵冷笑一声 今天 你服了我王家的面子 还对我王家进行了诅咒 你如果不跪下道歉的话 恐怕你的下场会很惨 红灵涵脸色阴沉 一旁的礼仪抱着双臂 一副看好戏的模样 妈 这样会不会不太好 王妙可皱了皱眉 闭嘴 红灵涵瞪了王妙可一眼 赵南山却是看不过去了 走到陈锋的面前 向红灵涵求情 却被红灵涵狠狠地骂了一番 几名壮汉 直接将赵南山给架走了 陈锋的目光也冷了下来 王家行事越来越过分 让他的心中很是不舒服 红一 你想做什么 陈锋沉声问道 我说了 你跪下给我道歉 然后滚出这里 否则的话你的下场会很惨 你不配 陈锋摇了摇头 转身便走 给我拦住他 李仪高声说道 一瞬间 几具壮汉 瞬间冲到陈锋面前 陈锋看也不看 一脚踢出 直接将几人踢倒 潇洒离去 妈 这个陈锋太过分了 李仪恨恨地说道 不过是一个上门女婿 靠着唐家吃饭 唐家倒了 她也翻不起什么大浪 给我宣布 取消与唐家的一切合作 哪个企业敢与唐家合作 给我直接封杀 唐家如果还想要继续生存 那就让她从唐家一步步跪来这里 红灵涵目光冰冷 作为一家的女主人 她靠的可不仅仅是美色 这一招厉害 到时候 我一定会让所有媒体都到场 李仪 哈哈一笑 第44章 第44章封杀 王家门外 一道惊天霹雳从天而降 陈锋再回过头一看 只见王家大宅 黑气弥漫 王家 要玩 陈锋摇了摇头 小友 就在这时 一道声音响起 一名老者向陈锋走了过来 他一脸的息 赵老 我的钱 你打算什么时候还我 陈锋笑道 他现在没有收入 大学的日子 也得给他提前准备一下 至少得换个手机 买几套新衣服什么的 嗨嗨 赵南山有些尴尬 干咳了一声 博物馆这边 听从了国家的建议 对你的国画进行了回收 但也给了你一点补偿 再给你补贴500万 支票下次见面给你 作为补偿 给你挂一个 古玩文化协会 副会长的名闲 赵南山解释道 他有些不好意思的 看着陈锋 实在抱歉 赵南山歉意地说道 陈锋眉头微微一皱 随即也明白了赵老的意思 国宝最好还是上交 游在国内 这个名头很有用 尤其是对于在古玩 结婚的人 曾经有人出五亿美金 买一个名头 赵南山轻声说道 陈锋有些好奇 一个名头卖出五亿美金 那当然 有我们协会的人鉴定 说明古玩是真的 大部分都能卖出一家卖出 赵南山一脸的骄傲 认真的解释道 不过我们协会没卖 赵南山又接着说道 不管你同不同意 这副会长的名头 你也是做定了 找个时间去京都认定一下 赵南山讲完之后 说自己还有事 便匆忙离去 陈锋若有所思 将手中的支票收了起来 慢着 正当陈锋准备离去的时候 一名女子的声音 却是将陈锋给喊停了下来 陈锋回过头看了一眼 却是王妙可 有事 陈锋眉头一挑 她现在已经跟王家闹翻 王妙可跑出来干嘛 难道是为了刁难她 或者是之前换衣服的事 正当陈锋疑惑不解的时候 王妙可确定 家里人没有出来时 脸上才露出一抹淡淡的笑容 过一段时间 有一个斗宝大会 我想请你为我斗宝 王妙可轻声说道 斗宝大会是什么意思 陈锋眉头微微一皱 对于世家来说 展示古丸 也是展示家族底蕴的一种方式 江南市每年都会有一场斗宝大会 拥有参赛资格的 都是大家族 这些家族派出代表 请一至两名鉴定师 进行斗宝 赢者不仅获得名声 还能在败者的所带古丸中 挑三样 作为战利品 王家作为江南市一流的家族 自然也要参加 我承认 你在古丸上的眼光不错 所以想邀请你 王妙可副手如实说道 陈锋两次展现出来的实力 让他很重视 如果能够赢下大会 对他大有好处 我与你王家已经闹翻 你还要拉我去斗宝 陈锋眉头皱得更紧了 我王家要封杀唐家轻而易举 王妙可一脸傲然 若你能帮我 王家赢下比赛 我答应你 不再刁难王家 否则王妙可的话没有说完 而是停顿了一下 目光直视着陈锋 陈锋撇了王妙可一眼 等待他的下文 否则怎样 否则 唐家会因为你家破人亡 而你的下场 只会更惨 王妙可淡淡一笑 陈锋目光冰冷 冷冷地扫了王妙可一眼 不好意思 我从不受人威胁 说吧 陈锋转身便走 陈锋 你一定会后悔 王妙可没想到 陈锋拒绝得这么干脆 愤怒吼道 陈锋却是没有搭理他 随手招了出租车 前往唐家 在陈锋没回到家的这一段时间里 唐家已经闹翻了天 李俊秋接到了一个又一个的电话 没有例外 都是取消合作的 甚至是冒着赔付违约金的风险提出 王家的实力可见一盘 王家 谁也得对不起 赶紧打电话给那个陈锋 他到底做了什么 说了什么 让王家如此生气 这小子 打件第一面 我就不喜欢 果然就是个灾心 改什么面 我看我们一家人 可以找个地方等死算了 李俊秋气得脸色发白 咬牙切齿 我来想想办法吧 不行我拉下脸皮 跟京都那边联系一下 唐国强叹了口气 你联系有什么用 现在他们巴不得 我们死呢 李俊秋冷哼一声 这个家伙 唐一雪脸色极其不耐烦 心中也是一肚子的气 离婚 等他回来 直接离婚好了 不离婚 只会给家里闯祸 我一点也不喜欢他 唐一雪闷闷不乐 对于陈锋 他是一点也不满意 不仅是长相普通 而且还是个江湖骗子 还聚能闯祸 现在唐家都要被封杀了 这一切的一切 都是因为陈锋 王家封杀不了 就在此时 一道很是沉稳的声音响起 门外 陈锋缓缓走了进来 唐一雪几人的对话 他已经全部听见 江南市又不是王家一家独大 徐家的实力 便压王家一头 只要徐家肯出面 唐家的生意 就还能继续做下去 小王八蛋 你还敢回来 李俊秋气血瞬间上涌 直接到陈锋面前 就是一巴掌抽了下去 这一巴掌 却是被陈锋给轻易躲开 妈 你相信我 我一定不会让唐家出事的 陈锋坚定地说道 你如果真有那么大的本事 就不会在人家的宴会上 送一根萝卜了 我李俊秋真是看错人了 你不仅是个废物 你还是个扫把星 陈锋 你太让我失望了 不求你能给我唐家 带来多大的帮助 至少 你不要给我们带来麻烦 王家发难 这一关很难过了 唐一雪叹了口气 看向陈锋的目光之中 充满了不耐烦 爸 妈 一雪 我一定会想办法解决的 给我一点时间 陈锋还想继续解释着什么 唐国强却是不知道 什么时候走了过来 一巴掌抽在了陈锋的脸上 不必解释了 给我滚出唐家 唐国强沉声喝道 啪 得一声闷响 将陈锋脸上 一道清晰的巴掌印 你不是说 你对徐家有恩吗 你不是说 徐娇娇是你的徒弟吗 我给你三天时间 如果三天之内 拿不到徐家的订单 唐家 没你这个女婿 唐国强愤怒的吼道 第四十五章 第四十五章 唐家的怒火 拿上你的东西给我滚 在你没有完成订单之前 不许回到唐家 陈锋的行李 随着岳母的声音丢了出来 叹了口气 陈锋暗自摇了摇头 心中对于王家的 也产生了极大的不满 自己好言相劝 对方不冲的他来 反而对唐家进行了封杀 唐一雪现在估计要恨死他了 师父 就在这时 徐娇娇的声音响起 怎么这么狼狈啊 师父 徐娇娇有些虚弱 同时也有些担心 陈锋没地方住 等今天比试结束 我让爷爷赶紧看好宅子 让你搬过去 陈锋心中意暖 自己的这个徒弟 还是挺体贴的 先回你家 之前我让你父亲 准备了一些药材 等我炼好丹药 你就可以恢复过来了 陈锋轻声说道 距离比试 开始只有三个小时了 够吗 徐娇娇有些担心的问道 足够了 半个小时之后 两人到达徐家 徐老爷子 对陈锋的到来很是激动 脸上一直挂着欢快的笑容 陈锋与其客套了两句 便进入到 徐家准备好的书房当中 材料已经准备好 陈锋迅速投入到炼丹当中 有了第一次的炼丹成功经验 现在只要是一品丹药 陈锋几乎都能够炼丹出来 丹药分为一制九品 以现在地球上的资源 几乎不可能找到 二品丹药的药材 所以一品丹药 已是极其珍贵 徐家还给他准备了几个不同的丹炉 陈锋随意挑了一只 开始了炼制 而此时的门外 徐家因为一个人的到来 平静被打破 姐 我怎么听说 你拜了个师父 我调查过 那个陈锋 他连大学都没有读过 这两年 一直是个散工 一直打工工妹妹上学 这样的人 你说他是个高手 我不相信 现在你们还要让他炼丹 你们是在逗我玩吗 一名穿着军装的寸头年轻人 握紧拳头沉声说道 目光死死的盯着陈锋所在的书房 徐娇娇看着眼前穿军装的弟弟 很是头疼 自己的这个弟弟 什么都好 对家里人好 心地善良 参加过数次的抗洪救灾行动 是一个合格的军人 但是就是这脾气 太固执了 徐娇娇可以想象到 一会陈锋出来之后 他肯定会发难 徐瑞广 你给我听着 你如果敢对我师父不利 小心老娘 我对你不客气 徐娇娇杨了羊手中的拳头 甭威胁我 徐瑞广脸色淡然 目光一扫往书房 刚好看到有人走了出来 我肯定 你们都被他骗了 看我怎么证明 徐娇娇气血不稳 差点没被气晕过去 你不要胡闹 一会惹怒了我师父 你没有好果子吃 此时经过一个多小时的奋战 陈锋终于将丹药给炼丹了出来 他擦了擦额上的汗水 脸上露出一抹淡淡的笑容 向徐娇娇招了招手 快过来吧 徐娇娇苍白的脸上露出一抹激动之色 师父的担药成功了 这意味着他可以参加比试扬眉吐气了 你就是陈锋吧 陈锋停下脚步 瞥了徐瑞广一眼 皱了皱眉 此人看向他的目光之中充满了恶意 显然是来者不善 我是陈锋 陈锋轻声说道 我告诉你 徐娇娇是我姐姐 我不知道 你是用了什么手段 让我徐家三代都受了你的迷惑 不知道你从哪里学来的什么江湖把戏 把我爷爷 父亲 还有我姐都骗得团团转 老子现在告诉你 我叫徐瑞广 我回来了 你可以滚了 这笔事不需要你帮忙了 徐瑞广一脸傲气 目光之中露出一抹不屑之色 陈锋 呕了一声 然后没有搭理徐瑞广 这叫傅灵丹 用的都是最好的药材 能够帮你快速恢复修为 赶紧服下 我帮你催动气血恢复 陈锋轻声说道 虽然这傅灵丹可以恢复修为 但对它的作用并不是很明显 他现在是玄机境界 修的是先 需要的是真正的一品丹药 而傅灵丹 最多只算是半成品一品丹药 但对于徐娇娇却是够用了 是 谢谢师傅 徐娇娇微微一笑 很是乖巧地点了点头 说完 徐娇娇就要往嘴里塞 突然 一只手伸了过来 将徐娇娇手中的傅灵丹给拍掉 姐 你疯了 这种东西怎么能随便乱吃 万一吃死人了怎么办 等会的比试 你怎么办 本来就已经很虚弱了 再乱吃东西 会死人的 徐娇广的脸色无比的阴沉 在他看来 一切都是 这个陈锋搞的鬼 如果不是他怂恿 徐娇娇也不会吃丹药 徐娇广 你干什么 比试马上就要开始了 徐娇娇跺了跺脚 狠狠地瞪了徐娇广一眼 转身便要捡起 掉在地上的丹药 却被徐娇广 一把抢了过去 我信不过他 徐娇广沉声说道 陈锋眉头皱得更紧了 你想怎么样 服下人身之后 他的体内 一直压抑着一股 无法宣泄的力气 这个徐娇广一直跳 万一控制不住一掌 拍死就麻烦了 你不是高手吗 赢了我就信你 徐娇广脱下军装 露出结实的肌肉 怎么样 敢不敢 徐娇广勾了勾手指 你不是我对手 陈锋摇了摇头 徐娇广 你要气死我是不是 徐娇娇脸色气得发白 这个家伙 为什么就不愿意相信他呢 你不是我姐的师父吗 徐娇广将手指捏的 咔咔作响 只要你赢了我 我把丹药给他 出手吧 一招不能将你击败 算我输 陈锋淡淡说道 师父你要小心啊 徐娇娇苦笑着说道 目光之中充满了哀求 他是真的怕陈锋出手太重 把徐娇广给打伤了 赶紧出来吧 躲在我姐的背后 算什么本事 徐娇广冷哼一声 更加确信了 陈锋就是一个 只会骗人的废材 放心吧 我不会把他打死的 陈锋微微一笑 他说的是实话 但落在徐瑞广的耳中 却是无比的刺眼 你找死 老子可是 拿过全国散打冠军 再部队也是高手 敢小瞧我 徐瑞广怒喝一声 一脚踢向陈锋 这一脚速度奇怪 他自信 这一脚下去 能把陈锋踢进医院 当然 这一脚他只出五成力 不想闹出人命 第46章 第46章 我请了靠山 徐娇娇闭上了眼睛 他知道 徐瑞广必定打不过陈锋 好歹陈锋也是个舞者 而且很可能是玄机舞者 这样强大的存在 根本不是一个 小小的散打冠军能比的 果然 徐瑞广的脚刚抬到一半 陈锋的脚便已经到了 徐瑞广的脸上 距离不过一寸 你说了 陈锋瞥了徐瑞广一眼 不可能 你只有速度 就算速度快又怎么样 徐瑞广一脸不服气 陈锋淡淡一笑 随意一脚踢向旁边的 一颗大腿粗的树上 咔嚓一声 这颗大腿粗的树断成两节 徐瑞广目瞪口呆 艰难的咽了口唾沫 陈锋走到徐瑞广面前 将徐瑞广手中的丹药 拿了出来 一颅丹药可不止一枚 不过也不能浪费 毕竟是他的心血 我不服 等我把我老大找来 一定把你收拾的服服贴贴的 不就剃断一棵树吗 我老大也行 震惊过后 徐瑞广迅速恢复了冷静 徐瑞广你别闹了 徐娇娇狠狠地瞪了徐瑞广一眼 随后拿出丹药扶了下去 别 徐瑞广伸手想要阻止 看到陈锋冰冷的目光时 只能干着急 丹药入体 一股强大的力量 开始在体内爆发 徐娇娇只感觉体内 好像有无数只蚂蚁 在饰咬他的五脏六腑 又疼又痒 忍着 陈锋沉声喝道 说吧 给徐娇娇的体内 堵入一道真气 徐娇娇收敛心神 按照陈锋传给他的功法 开始修炼起来 突然 丹田有一股温和的力量在生成 那是 真气 陈锋也是有些惊讶 没想到徐娇娇的 竟然直接将九转真功练成了 师傅 我成功了 徐娇娇脸上满是激动之色 完成吐纳 徐娇娇跪倒在陈锋面前 谢谢师傅成全 陈锋眼中很是欣慰 点了点头 起来吧 比赛快开始了 你虽然已经突破到第一转 但境界不稳 等会还是要悠着点 陈锋轻声说道 刚突破就进行生死赛 对于境界很不利 徐娇娇老老实实地点了点头 对于陈锋的所作为所为 徐娇广指 当作是瞎猫碰上死耗子 药材本身就很补 这不一定是陈锋的功劳 想明白了这一点 徐娇广刚受打击的内心 又恢复了自信 片刻之后 一行三人抵达了比赛现场 周围 早已聚集了许多人 哟 徐娇娇 我还以为你这个小贱人 终生残废了 擂台上 一名二十多岁的女子 冷漠地说道 此女虽然高傲 但陈锋却从她的目光之中 看到了凶狠 在这一股凶狠之中 还藏着一股杀气 他 杀过人 陈锋的脸色 微微有些凝重 在女子的身后 还有一名抱着健丽的男子 气息飘忽不定 从此人的身上 陈锋感受到了一股压力 寻即无者 陈锋眸子闪过一抹寒芒 这还是他第一次遇到 同境界的对手 华夏大地卧虎藏龙 果然不能小视任何人 哼 我已经踏入了黄极 而你 不过是个没有入门的废物 今天我必宰了你 擂台上 夏雅柔冷哼一声 我呸 谁宰了谁还不一定呢 徐娇娇掐着腰骂道 两个女人又是指着鼻子 被骂了十几分钟 直到裁判的到来 徐娇娇才停了下来 站在一旁的陈锋 很是无语 徐娇娇走到陈锋的旁边 有些紧张地握关陈锋的手 别看他骂得很凶 夏雅柔是黄极舞者 让他猝不及防 他才突破的黄极 师父 怎么办 转过身 徐娇娇的脸已经垮了下来 姐 你放心 交给我吧 我给你请来了靠山 徐娇广拍着胸徒说道 就在这时 一名山羊胡老者 向陈锋这边走了过来 徐家小子 老者一脸高傲 直接无理了陈锋 前辈 徐娇广脸上露出狂喜之色 挑衅地看了陈锋一眼 姐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位 就是我花了五百万请来的前辈 等会 他会给你助阵 也就是你的教练 这位前辈的实力 除了我老大 根本无人能敌 徐娇广一脸骄傲 徐娇娇好奇地 看了山羊胡子一眼 目光之中露出困惑之色 在下奔雷拳 胡奔雷 胡奔雷淡淡一笑 俯着胡子说道 听到胡奔雷做字介绍时 徐娇广的拳头都握了起来 激动地说道 他便是奔雷拳创始人 怎么样 牛不牛 徐娇娇有些惊讶地 看着眼前的中年男子 胡奔雷的大名 他也听过 奔雷拳 哪怕在鼓舞当中 也是小有名气 这一切归功于他的徒弟 如今的 君中利剑 王天 王天此人实力非常可怕 据说曾一拳打死一名地级的高手 哪怕是在京都 也是绝对不能招惹的存在 徒弟这么厉害 师父肯定更厉害 徐娇娇肃然起敬 目光之中露出一抹敬佩之色 原来是胡老 徐娇娇抱了抱拳 胡奔雷脸色淡色 眼皮都不抬眼 只是随意地点了点头 既然是鄙视 那无关人等 就没必要参加了 很显然 这番话是冲着陈锋说的 前辈 陈锋是我的师父 他一定要在场 不然我不安心 徐娇娇咬牙说道 如果现在让陈锋离去 岂不是落井下石 何况他早已将陈锋 当成自己的师父 我已经徐小子说起过你 尽感谢伤风败俗的事 练武是一件很艰苦的事 你玩练丹等歪门邪道 简直是鼓舞的耻辱 等徐娇娇赢下比赛 你自断双臂 滚出鼓舞剑 胡奔雷冷冷地说道 对于这种走片门的修炼者 他向来看不起 陈锋皱了皱眉头 摇了摇头 师父 他徒弟是王天 就是那位军中利剑 军中第一人 徐娇娇今生提醒道 生怕陈锋一个不留意 就惹怒了胡奔雷 尤其是怕惹怒了王天 就算是徐家 在王天的面前 也只有瑟瑟发抖的份 随后 徐娇娇将王天一掌 拍死地及舞者的事迹 告诉了陈锋 陈锋却是懒得理会 这种子虚乌有的事 对于山羊胡子的话 却是很愤怒 恋丹就是歪门邪道 就要让他自断双臂 凭什么 我说的话 你听到没有 胡奔雷眼看陈锋不回应 有些生气地说道 滚 陈锋冷冷地说道 第四十七章 第四十七章三章 小子 你在胡说八道什么 知不知道老子是谁 胡奔雷气地吹胡子瞪眼 这还是第一次遇到 敢对他如此不客气的年轻人 胡老 他就是这么狂 欠收拾 但是您老先帮我解一下比试 随后你想怎么处置他 我帮你 徐瑞广拍着胸脯说道 哼 要赢下比赛还不简单 小逆子直接上擂台吧 我直点你就行了 胡奔雷一脸傲然 陈锋直接选择了无视 对于这种为老不尊的老家伙 他才懒得去理会 我上了 师父 徐娇娇看上去非常紧张 今天可不是简单的比试 而是生死赛 下雅柔不屑一笑 徐娇娇沉着脸 看到陈锋鼓励的眼神 心中才安定下来 生死赛 靠的不仅是武力 指点也是必不可少的 歪门斜道 终究只是一时 不能走到最后 今天没有我 徐娇娇必死 胡奔雷直接断言道 胡大师威武 一定要帮我解 打赢那个小贱人 徐瑞广小小的拍了个马屁 擂台上的女子 名叫下雅柔 年纪轻轻 便败入到了鼓舞的一个小门派当中 是夏家的骄傲 徐 夏两家素有瓜葛 徐家压了夏家不止一头 就是因为夏雅柔的存在 背后有鼓舞背景 徐家才不敢轻举妄动 陈锋摇了摇头 对于这个高傲的老头 进阶他一眼就看穿了 勉强刚踏到旋即 是旋即当中垫底的存在 跟夏雅柔带来的那个高手 比起来简直是天差地别 徐娇娇要是听了你的指导 恐怕撑不过三招 陈锋轻声说道 像你这样的人 永远不会懂 真正的鼓舞是什么 我是旋即舞者 恐怕这辈子 见到我这样的强者 是你唯一的机会 胡奔雷淡淡一笑 若我让徐娇娇赢了 今天老夫必废了你 陈锋没有理会 胡奔雷的威胁 他的目光死死地 盯着擂台上的徐娇娇两人 此时裁判已经走到中间 让两人签订下了生死协议 以夏雅柔的实力 这一仗徐娇娇 很可能会败得一败涂地 徐家 可以准备收尸了 夏雅柔舔了舔舌头 身后的高手 随手对过来一把剑 徐娇娇一看 就有些慌了 夏雅柔你屎诈 你带兵器 是你蠢 我们又没有规定 不能带武器 夏雅柔不屑 身影突然消失 一道剑光在空中划过 刚突破的徐娇娇 哪里是夏雅柔的对手 只能凭着本能躲避 剑光在他的脖子 划过一道细微的剑痕 若他躲得再慢一秒 脑袋就要跟身体说白白了 前辈 怎么办 徐瑞广有些焦急 夏雅柔武力值本来就强 再加上武器 徐娇娇只有挨打的份 再这样消耗下去 徐娇娇死路一条 胡奔雷皱了皱眉 随即脸上露出一抹自信的笑容 步伐 用你灵活的步伐 将对方拖住 等对手的消耗得差不多 就是你的机会 擂台上 听到胡奔雷的话 徐娇娇的心瞬间冷静了下来 开始在擂台上不停的闪避 夏雅柔的剑很快 但徐娇娇也是黄疾舞者 速度也不慢 一来二去 还真的坚持了下来 但完全没有反击的余地 白痴 陈锋瞥了胡奔雷一眼 小子 难道你有更好的办法 你若拿不出更好的办法 老夫跟你没完 胡奔雷冷哼一声 陈锋没有理会胡奔雷 直接走向一棵树旁边 一掌挥出 咔嚓一声 一节笔直的树干掉了下来 陈锋将树干的枝叶折下 留下躯干 做成简易健壮 丢向擂台 娇娇 接着 听到陈锋的话 徐娇娇脸上露出一抹欣喜之色 随后看到陈锋丢过来的 只有一束束之时 心中顿时咯噔一声 师父 人家拿的是真剑 我的是假剑 这不是送死吗 徐娇娇又是一尘 拿木头剑 这不是自寻死路吗 谁说不是呢 徐家今天要办丧事了 周围的人眼中露出同情之色 他们很好奇 徐娇娇到底能够撑下几剑 夏雅柔背后的高手不屑一笑 闭上眸子继续养神 还说老夫办法不对 你又能做什么 也不过是让他送死罢了 胡奔雷冷哼一声 他没本事让徐娇娇迎下比试 毕竟对方拿剑 而且实力还比徐娇娇强 娇娇 相信我吗 陈锋突然问道 擂台上的徐娇娇突然愣了一下 随后 他看到了陈锋那一双充满智慧的眸子 我相信你 师父 徐娇娇的话还没有说完 夏雅柔又是一剑刺来 直刺徐娇胸口 彼氏还敢分身 死 这一剑若是刺重 徐娇娇必死 如此短的时间 愣神的徐娇娇 必不可能反应过来 小心啊 姐 徐卫广的心已经揪成一团 落花流水 攻其中路 陈锋高声鹤道 徐娇娇瞬间反应过来 原本有些惊慌的心 立刻安静了下来 木剑从剑光上划过 打在夏雅柔的手掌上 夏雅柔吃痛缩回了手 目光之中满是惊讶 哼 不过虾猫碰上死耗子 再吃我一剑 夏雅柔又是一剑刺来 他的目光与剑会成一条线 三步并做两步 剑间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刺往徐娇娇脖子 小子 你把他害死了 胡奔雷在旁边沉声说道 所有人都以为徐娇娇必死 就算是徐娇娇 也是如此认为 突然 目光平静的陈锋 再次吐出四字 贴山靠 徐娇娇本能地使用贴山靠 不退反镜 身影惊险地从剑身划过 身躯爆出一股巨大的力量 将夏雅柔震飞了出去 迟倒黄龙 陈锋再次喝道 徐娇娇抬手就是一剑 刺中夏雅柔胸口 真气从体内爆出 刺入夏雅柔胸口中 夏雅柔惨叫一声 晕倒在地 徐娇娇胜 师父 我赢了 徐娇娇发出一声欢呼 周围的人都傻眼了 敌我差距如此大 根本不可能赢的 但事实就在眼前 徐娇娇三招就打败了古武天 才夏雅柔 陈锋脸上露出一抹笑容 心里的一颗石头 也算是放了下来 就在徐娇娇沉浸在 胜利的喜悦中时 地面上的夏雅柔 却是突然抱起 一剑刺往徐娇娇的后背 陈锋冷哼一声 随后捡起一颗石子 甩了出去 砸在夏雅柔的肩上 混账 敢伤我徒弟 找死 我先杀他 再来灭了你 第48章 第48章你要战变战 擂台上 徐娇娇的脸色有些苍白 毕竟是刚突破 刚突破气息不稳 加上夏雅柔所带来的 高手气场太强 强大的压力 让他气血翻滚 吐出一口鲜血 从来只有我徒弟伤人 没有别人伤我徒弟的份 刘一剑冷哼一声 目光透着一股射人的目光 夏雅柔可不仅仅是他的徒弟 更是他的情人 被刚突破的徐娇娇重创 让他很是愤怒 比赛结果已出 你还想赖账不成 陈锋冷哼一声 双脚一踏 跳到擂台上 他就是要徐娇娇的命 规则是由强者定的 伤了我徒弟 他就得死 你也会死 刘一剑很辣 霸道 这便是鼓舞的作风 陈锋眉头一皱 挡在徐娇娇面前 一掌拍出 掌风呼啸 剑芒从他的耳边擦破长空 刘一剑有些惊讶地看着陈锋 没想到陈锋的速度这么快 竟然避开他攻击的同时 发起反攻 击退刘一剑 陈锋迅速来到徐娇娇面前 给他度入真气 对不起 师父 我好像惹麻烦了 徐娇娇苦笑一声 对方可是鼓舞门派的人 对于华夏而言 鼓舞是数千年的传承 不可招惹的存在 从古至今 都能从古籍中 找到关于他们的事迹 哪怕是华夏的一线家族 对于鼓舞 也是娇好不敢娇恶 如今 徐娇娇伤了夏雅柔 相当于与夏雅柔背后的门派娇恶 一切由我 安心养伤便是 陈锋轻声说道 假以时日 等他境界提上来 就算是整个鼓舞 陈锋也毫不畏惧 你这是 再向我见黄宗挑衅 我给你一个机会 自断双臂 跪下道歉 否则 惹怒我见黄宗 避免你满门 刘一剑冷冷说道 目光十分冰冷 哪怕陈锋刚才露得一手不简单 他却不放在眼中 小子 你惹祸了 胡奔雷立刻走到陈锋旁边 摇了摇头 在下胡奔雷 乃是王天的师父 比赛已经结束 阁下还请给我一个面子 胡奔雷一脸傲气 他可是王天的师父 在华夏 不管什么门派 都得给起分面子 比赛还没结束吧 是不是该追加一场比试 由我来挑战 你们可以随意派人 生死赛 不分胜负 只分生死 刘一剑负劲力 目光冰冷地扫向裁判 裁判打了个寒战 立刻说道 追加一场比赛 刚才的比赛不做数 现在追加一场比试 周围的人窃窃私语 心中都明白 这一次 徐娇娇是踢到铁板了 还是鼓舞 那可是华夏的传说 每一个鼓舞的门派 随便另一个出来都是高手 你无耻 我明明已经赢了比赛了 徐娇娇握紧拳头 一脸憋屈 你们谁来应战 今天不把我杀了 我就把徐家图了 还有你们几个 灭满门 刘一剑露出牙齿 森然一笑 周围的人打了一个寒战 没有人怀疑 刘一剑这句话的真实性 鼓舞门派 就是这么随心所欲 陈锋刚准备应战 就有一人跳了出来 险些让徐娇娇生死 没有指点徐娇娇迎下比试 让他很没面子 所以接下来比试 刚好让他找回面子 姐 你没事吧 徐瑞广跑了上来 事情的发展 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 谁都没有想到 刘一剑会插手 你太弱了 不配与我交手 刘一剑不屑 他双手怀抱 目空一切 目光时不时落在陈锋的身上 今天一个都跑不掉 徐娇娇摇了摇头 心中无比惊慌 师父 我们该怎么办 无妨 陈锋轻轻地 按着徐娇娇的手 给了他一个安心的眼神 说得轻巧 大可是剑皇宗的人 鼓舞对于我们这些家族而言 就是庞然大物 徐瑞广冷哼一声 眼神很是凝重 狂妄 小子 胡爷我教你做人 胡奔雷冷哼一声 身影消失 下一刻 双拳斜着拳风 擦出一道空气响 砸向刘一剑 找死 刘一剑冷哼一声 半空中 一道剑芒划过 一道鲜血剑出 两条手臂落在地面上 胡奔雷发出一声惨叫 这一幕 让所有人瞳孔一缩 只是一剑 谁都没有看到 刘一剑是怎么出手的 完了 胡奔雷败了 徐瑞广目光之中充满惊恐 胡奔雷惨叫不停 在地面上不停翻滚 人群中 两名男子像拖死狗一样 将胡奔雷给拖了下去 你如果把徐娇娇交出来 我可以只费你一只手 刘一剑将剑缓缓收起 剑上没有一丝血迹 谁都知道 这把剑不简单 便认出了刘一剑的实力 根本无人能敌 将男士玄机的高手 一个巴掌都数得过来 我敢打赌 他一定会把徐娇娇交出去 听着周围的议论 徐娇娇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上 他忐忑不安地看着陈锋 只要是一个理智的人 都会选择将他交出去 一只手跟一条命比起来 正常人都懂得做选择 给你五秒钟 刘一剑一脸高傲 仿佛将所有人当成了牢孤 姐 我们快走吧 徐卫广已经拉起了徐娇娇的手 准备跑路 怎么跟着娘们一样 叽叽歪歪 你要站便站 陈锋冷哼一声 刘一剑脸上的傲气瞬间消失 取而代之的则是愤怒 你会死得很惨 敢这么跟我说话的人 都坟头草都两米高了 刘一剑缓缓拔剑 剑剑指着陈锋的鼻子 娇娇 你们下去 陈锋轻声说道 自从吃了人参之后 他急需一场比试 来让他稳固境界 对方同样也是玄机 刚好合适练手 师父 徐娇娇的目光之中 很是触动 换做是他 他不一定能有陈锋这么有魄力 毕竟 人都是怕死的 拿出你的兵器 否则你没有出手的机会 我刘一剑 杀人只要一剑 刘一剑冷哼一声 看陈锋的目光之中 仿佛是一个死人一般 陈锋四周扫了一眼 目光落在徐娇娇 落在擂台上的木剑上 这 就是我的兵器 拿着木剑 陈锋淡淡说道 第49章 第49章一剑 来人 给他一把兵器 刘一剑目光 在陈锋的目剑上扫了一眼 他的目光之中十分不悦 跟他比试 不用真剑 这不是瞧不起他吗 很快 有一名年轻男子 带着众多剑 刀走到陈锋面前 都是最好的品质 用来比试非常合适 不必了 目剑够用了 陈锋淡淡一笑 你看不起我 刘一剑眯了眯眼睛 目光透出一股射人的寒芒 原本想给你留个全尸的 现在我改变主意了 陈锋脸色平静 心神平和到极致 周围一草一目的所有动静 都进入眼底 他已经彻底进入到 一种奇妙的状态当中 他也太装了吧 这么不将人放在眼中 徐瑞广摇了摇头 狮子薄兔易用全力 何况是玄机高手 我相信师父 徐娇娇却是坚定地说道 他已经完全信服陈锋 动了 刘一剑动了 所有人目光盯向擂台 刘一剑剑翘飞出 剑芒已经来到陈锋面前 剑面便是杀招 丝毫不拖泥带水 高手过招胜负 都是在一招之间 刘一剑虽然狂妄 但对于敌人 他向来全力以赴 陈锋拿着木剑 站在原地 仿佛没有看到一般 依然脸色平静地望着眼前 该不会是被吓傻了吧 徐瑞广吐糟一声 剑芒划过瞬间 陈锋动了 准确地说是他的木剑动了 剑芒在陈锋脖子前 一寸距离划过 只差一寸 便会划破他的动脉 陈锋从容不破 避开瞬间 木剑直线刺往 刘一剑胸口 平时 他练的剑术不多 但谁让他拥有这么多的传承 什么样的剑招没见过 现在 就是要将这些招数 惊艳变成实战 刘一剑的反击越来越凌厉 但无论他怎么使劲 剑术多么刁钻 每次都是差那么一丝 永远 都是差 那么一寸 就能够结束比试 但那一寸 永远也无法沾到陈锋身上 刘一剑果然厉害 陈锋完全被压制了 场下的人 只看到刘一剑的剑招 很是华丽 而陈锋则是一直躲避 只有偶尔才能出几招 但他们哪里知道 陈锋在练剑招 外行看门道 内行看热闹 若是有高手在场 必定惊讶地发现 陈锋的剑招越来越凌厉 甚至 有一件破万法的气势 小八蛋 你只会躲吗 刘一剑气急败坏 愤怒地吼道 陈锋整个人陷入到一种 明目的状态当中 心中犹如明镜一般 谁说我只会躲了 陈锋的眸子露出一抹寒芒 徐娇娇只感觉 此刻的陈锋无比的帅气 他仿佛变成了一柄剑一般 灵力 霸道 哼 有本事你就不要躲 刘一剑冷哼一声 双手持剑 缓缓闭上眸子 整个人气势达到巅峰 身影消失 在原地擦出一道残影 一剑劈出 该结束了 陈锋眸子微微一眯 气势瞬间爆发 木剑刺穿长空 他还是站在原地 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 谁都知道 比赛已经进入到了分生死的阶段 这一剑 谁输便是死 空气很是闷尘 但更闷尘的是人心 陈锋犀利的目光 划破这份闷尘 刘一剑的剑距离他的心脏位置 只有一公分的距离 而他的木剑 已经刺入到刘一剑的喉咙中 陈锋随手抽回木剑 副手而立 神色平静 脑海中还在吸收着这一战的精髓 不 可能 刘一剑目光瞪得像灯笼一样 鲜血从喉咙中 咕咚冒出 整个人无力倒在地上 死不瞑目 直到死亡 他也想不明白 为什么他会输 十辅万岁 徐娇娇雀跃欢呼 跑到擂台上激动的抱着陈锋 他的心就像是坐过山车一样 前边陈锋一直背 压制 突然一招就击败了敌人 这种感觉 像是做梦一样 但徐瑞广却并不开心 眉头紧锁 似乎是在思考什么事 陈锋微微一笑 忽然 他的目光在人群之中扫了一眼 看到熟悉的身影 那身影也回过头看了一眼 目光在徐娇娇的身上扫了一眼 随后迅速消失在人群当中 师父 你看什么 徐娇娇好奇地问道 没事 陈锋摇了摇头 心中却是有些感慨 片刻之后 三人回到了徐家当中 而此时的徐家 已经炸开了锅 一切都是因为 陈锋与刘一剑之间的鄙视 陈锋 杀了刘一剑 杀了剑皇宗的人 这相当于与剑皇宗开战 剑皇宗自然不会放过陈锋 短短的时间里 就已经向徐家施压了三次 要我说人又不是我们杀的 就把陈锋交出去 又怎么样 是啊 那可是剑皇宗啊 你们想死 我还不想死呢 反正陈锋也只是徐娇娇的师父 让徐娇娇退出他的师门 不就跟我们没关系了吗 不如设个鸿门宴 把陈锋迷倒送给剑皇宗 大厅里 众人吵成一团 一切都是因为陈锋杀了刘一剑 剑皇宗已经开始徐家施压 徐家乱成一团 刚抵达徐家的陈锋 凭着超好的听力 自然听得清清楚楚 师父 怎么不进去 徐娇娇有些困惑 他还好意思进去啊 因为他我们家 已经乱成一锅粥了 徐瑞广撇了撇嘴 徐娇娇了皱眉 他还蒙在鼓里 根本不知道怎么回事 够了 人家是帮娇娇赢下了鄙视 保住了徐家人性命 他出手也是因为我们 你们现在过河拆桥 要不要脸啊 我还没死呢 慌什么 从现在开始 陈锋的事便是我徐家的事 谁要是敢再提过河拆桥的事 小心我不客气 徐盛天运气吼道 他毕竟经历过无数风浪 自然不会因为几通电话就妥协 门口的陈锋脸上 终于露出一抹微笑 他虽然不在意见皇宗 但被人背叛的感觉 他也不想体会 还好 徐家没有过河拆桥 之所以来徐家 自然是因为订单的事 唐家危机还未解除 与徐家的订单 一旦签订下来 唐家一定可以回一大口血 届时 唐一选应该不会那么恨他了 唐国强夫妇也不会再为难他了 不好了 建皇宗的人来了 第五十章 第五十章 建皇宗来人 大厅内 所有人面面相去 眼神之中皆有畏惧 建皇宗 那可是鼓舞门派啊 放眼整个华夏 敢跟鼓舞门派作对的 基本都灭绝了 现在怎么办 我觉得还是跟那个 陈锋撇清关系吧 是啊 人家都打上门来了 不要为了一个外人 将徐家给搭上 上上下下几十口人呢 徐家已经完全乱成一团 对于徐家而言 建皇宗那是高高在上的存在 随便派出来 一名核心弟子 就是玄吉 谁敢保证建皇宗背后 有没有地级 一名地级舞者 在江南市 绝对能横行无际 够了 让他进来 徐盛天缓缓说道 就在此时 徐卫广已经跑到大厅内 将陈锋过来的消息 报了出来 他还敢来 杀了建皇宗的人 还敢来徐家 这不是给徐家添堵吗 就是 就是 趁建皇宗没有来之前 将他赶走 站在门口的徐娇娇 听得很是愤怒 如果不是陈锋的话 他恐怕已经死了 你们够了没有 他是我师父 现在是 以后也一直是 徐娇娇高声说道 现在不表明立场 恐怕会有更多的人 摇摆不定 小妖 你来了 徐盛天看到陈锋脸上 露出一个勉强的笑容 陈锋微微一笑 抱了抱拳 不好意思 各位 建皇宗的事 我会一人承担 承担 你承担得起吗 徐瑞广立刻不满地说道 就算你能杀了刘一剑 人家也只是一个玄机 建皇宗背后的地级高手 你怎么对付 最后还不是 牵连到徐家身上 比试的时候 刘一剑说了 只要你自残 就愿意放过我们 结果你 一剑把人杀了 现在好了 建皇宗的人上门了 现在怎么办 徐瑞广很是不爽 若不是陈锋如此冲突 徐家也不会面临如此大敌 陈锋 你就行行好 砍下你的手臂 送给建皇宗萧萧火吧 只要建皇宗萧了火 他就不会再追究我们了 你损失的只是一条手臂 你放心 徐家会对你进行补偿的 徐家步步紧逼 一双双眸子 仿佛恶狼一般 绿油油的 看陈锋的目光 像是看猎物 其中有几名年轻的男子 已经悄悄摸出了匕首 你们太过分了 一只手换大家所有人的生命 谁敢阻拦 就是跟大家作对 没错 谁敢阻拦 就不是我徐家人 几名男子突然冲了出来 冲向陈锋 这几人都是徐家练过舞的苗子 几个人夹起来 打败一名皇级舞者不成问题 控制住他 我来动手 一名男子沉声说道 另外几人脸上露出争鸣的表情 向陈锋逼近 匕首在泛起森冷的光芒 陈锋眉头微微一皱 看向徐盛天 徐盛天脸上犹豫不定 好不容易刚下的决定 又被徐家人弄得摇摆不定 眼看徐盛天没有第一时间阻止 几句年轻人大喜 迅速将陈锋包围了起来 过来吧你 一只手而已 很快的 我砍过不少人的手 不会太疼的 长鼻男子残忍一笑 提着匕首走到陈锋面前 旁边两人一左一右 牵住陈锋的手臂 让陈锋无法动弹 你们给我让开 不要伤害我是否 徐骄骄急了 立刻催动真气 打向几人 但刚结束完比试 他体内的真气 已经所剩无几 还未出招 便被制服了 剑皇宗 我会解决 你们再过分 小心我不客气 陈锋缓缓说道 他的目光渐渐冰冷下来 不客气 你还敢威胁我徐家 难怪不将剑皇宗放在眼中 动手 两股巨大的力量 瞬间将陈锋制住 长鼻男子冷笑一声 匕首狠狠跺下 正如他所言 他的经验很丰富 直接往陈锋的关节切了下去 陈锋眸子一冷 滚 踢出一脚 在长鼻男的匕首 还未落下前 便将其踢飞了出去 找死 敢动我徐家的人 旁边两名男子面露凶像 一左一右掏出匕首 刺向陈锋要害 陈锋先试用 龙抓手 捏碎一人的手掌 又是一个后 踢将另外一人踢飞 老爷子 快下命令吧 陈锋留不得 他如今凶像毕露 根本没有将我徐家放在眼中啊 是啊 老爷子 请集合全族之力 灭了此人 给剑皇宗削火 徐家老一辈的人大吉 也能重伤一名地级高手 对于徐家老一辈的人而言 他们与陈锋的关系 并不是很好 陈锋的生死 与他们无关 够了 都给我退下 徐盛天突然开口喝道 徐盛天目光忽然变得阴沉 犀利 视线在所有人的身上扫过 随后落在陈锋的身上 陈锋是我徐家最尊贵的客人 谁再敢动 滚出徐家 一个远在天边的剑皇宗 就把你们吓成这样 丢人 徐盛天失望地摇了摇头 抱歉 小友 徐盛天抱了抱拳 陈锋淡淡一笑 抱拳回礼 这老头刚才恐怕也是借他之手 试探徐家众人 这绝对是一只老狐狸 以徐家的能量 未必不能跟剑皇宗硬刚 关键看徐家想不想 剑皇宗道 剑皇宗的人 来了 谁叫陈锋 给我滚出来 一对穿着古装的男女 脸色阴沉地走了进来 两位贵客 刘一剑前辈的死 跟我们徐家无关 一切都是他 他就是陈锋 就是他把刘一剑给杀死的 我们让他自裁谢罪 他不肯 我们没办法 徐瑞广立刻指着陈锋说道 目光闪过一抹脚侠之色 徐瑞广 你给老娘闭嘴 徐娇娇气急 一巴掌 抽在徐瑞广的脸上 他是怎么也没有想到 徐瑞广竟然会出卖陈锋 陈锋冷冷地瞥了徐瑞广一眼 没想到这小子 竟然是个软骨头 我就是陈锋 两位有何贵干 陈锋轻声说道 有何贵干 陈锋脸色依然平静 我刘师叔 是我剑皇宗最有天赋的修炼者 你竟敢杀了他 这对我剑皇宗的打败极大 你必须为此付出代价 不仅是你 还有你的家人 都得以死谢罪